风声雨声读书声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国事天下事这醒目一拍 说故事 各位观众 咱们讲新闻故事讲了一百多回 有的观众反应啊不错 可有的观众提出来 有些不太过眼 今天呢咱们换换口味 您别忘了咱们天下故事会 上的是天下是下 包罗万象 古代的现在的是无所不有 今天呢给您换换口味 咱们说古代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叫水汤香走失案 这是一段有案可查的真实历史 更是一桩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公案故事 种种巧合 层层疑问 盘根错节 扑朔迷离 小小水汤香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桩千古密案 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 古代其案系列之水汤香走失 故事怎么回事呢 它发生在明朝万历面前 穷州府望海县有个水汤香啊 这水汤香呢 住着一百多户人家 其中有一家姓杨的 这人呢 男主人叫杨发 娶妻王氏 这两口子 株连碧和勤勤恳恳 男的是楼前的耙子 女的是庄前的匣子 那小日子过得非常厌实 在中年的时候 他们得了个儿子 这儿子长得胡头胡脑 夫妻两个人特别高兴 给这孩子起个名叫杨济忠 等孩子大一些的时候 两口子别出心残 心说咱们竟忙活家务了 得找个人照顾这孩子 找谁啊 就给娶了个童杨夕 比这个季忠啊 大了几岁 姓田啊 把这童杨夕就娶过门来了 过门之后 这童杨夕 田姓花 也非常聪明 非常能干 成了女主人的帮手了 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呀 光阴四见 天是日月如梭 转眼之间 吃不愣灯 十几年过去了 这杨济忠也到了十五六岁了 姓花呢 二十来岁了 也到了成亲的年纪里 那时候啊 他讲就早婚 早婚他能得记 早成亲早得子嘛 就这么的 家里操持着 就举行了婚礼 这婚礼在农村来说 够隆重的 四邻八家远方的客人 起来祝贺 院里搭着棚 搭着炉灶 是笑语欢声啊 非常隆重 周一小夫妻完了婚了 转过天来 亲友们该走就走 该散就散了 棚也撤了 炉灶也撤了 这老头啊 阳发起的还挺早 为什么呢 农村的人的亲家 起早起惯了 老头高高兴兴起床之后 拿着大扫鼠 把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的 把柴火剁 归络好了 把屋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老伴王氏呢 把早饭也就做好了 小桌摆上 筷子摆上 一家四口人 准备吃早饭 但是老两口都忙活完了 做病之后 往新房一看呢 门关着 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两口的看了看 相识一笑 说怎么还不起来 什么时候 太阳都多高了 那笑什么呢 都从年轻那时候过来的 新婚夫妻 甜如蜜啊 肯定是太累了 晚起一会儿就晚起一会儿吧 这玩意别调理也别担待了 这事儿就过去了 老两口的自顾自得吃早饭 吃完了 捡些碗块去 都收拾好了 该干什么活 干什么活 这时间它就是快 一上午 一转眼过去了 该吃午饭了 老太太又下厨房 煎炒烹炸 做了不少的好吃的 摆上筷子 吃别儿 盛上饭 再往新房一看 门还关着 听了听 一点动静也没有 老太太先不高兴 压抵声音 跟老头子说 你瞧瞧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一点家教都没有 就是咱儿子起来晚 媳妇也应该起来 都什么了 爸散活的时候 还不起来 去 你去叫他们起来 老头他老实 一咧嘴 这合适吗 我这当长辈的 又是大老爷们 我上新房 撒门去 不像话 你去吧 你是一家之主 你不去谁去 要不咱俩一块去 最后老两口的合计好了 手拉着手 来到新房的门前 老头先说的话 记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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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起来了 你开始啥时候了 平庭 还没动静 老太太实在控制不住了 记忍 姓花 起来吧 都啥时候了 哎 我们说话没听见怎么的 听着听 还没动静 老太太火望上撞 你们装死 假装听不见 我呀 破门而入 老太太毒气一推 门哐啦 门开了 闹了半天 里面没插着 老太太 头一个进了屋 我记忍 你看 哎呦 望着炕上 不看便吧 你看 吓得 温飞魄散 苦痛 就摔倒在 566666688 凶险 一触即发 善恶 一面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暗 真实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俱献 河北卫视 快要加加加 一对新人迟迟不起 是因为连日劳累 还是不懂规矩 老两口并没有细想 他们怒气冲冲 破门而入 却看到了 让人胆战心惊的一幕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失 第一回 正在播出 儿子地中 亲媳妇姓花 倒赏魂了不起来 老头老太太急眼 主动拍门去了 等把门推开进屋 不看则可 一看 老两口都哭吐吐吐 妈呀 哎呦我的妈 下的是摔倒在地 发生什么事 他们往炕上去看 段子被滚落到地上 再看姓花这新媳妇 赤条条是一丝不挂呀 光着身子 仰壳 在炕上躺着 后窗户开着 再找着儿子记中 是踪迹不见 那屋就那么大 一眼全看到了 儿子跑哪儿去了 哎 血也没了 这这怎么回事 莫非发生的什么意外了 还是老太太行啊 有主心骨啊 惊叫之后连爬带门 到了炕上 用手一摸 哎呦我的妈呀 杏花没气 人死了 老太太吓得都没有卖了 老头子 坏了 媳妇死了 来人哪 来人哪 这老头跑到院里头 这顿炸火呀 他这一喊 408家的人全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怎么了 我家出事了 各位乡亲的帮帮忙吧 出啥事了 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男的女的老的少女 一下子聚齐了一百多号 全都拥到他们家 但是您想想 新媳妇在炕上躺着 赤条条 一次不挂 你这些大老爷们进去 他不方便呢 所以呢 就找了几个上年级的妇女 让这些妇女啊 他又有经验 到里边去看看 到了炕上 摸摸人踪 摸摸太阳穴 摸摸嗓子 摸摸这摸摸那 一看早就没卖了 人是死定了 但奇怪的是啊 虽然人死了 胳膊腿还挺软和 跟棉花一样 再一看这模样 这姓化 姿态安详 一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 就跟真睡着了 是一样一样的 多多少少脸上 还带着一点微笑的意思 不像死前挣扎过 或者是被他杀之后 那凶惨的现象 没有 这玩意就非常感到奇怪啊 拿背货给盖上 我说 他大爷 不行了 人是死定了 你家记忠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这他妈小的跑哪去了 进屋就没看着他 快把他找着 他一来了 不就能说明白了 是啊 乡亲们帮着找着我儿子吧 你说那庄村能有多大呀 前村后村 左村右村 前街后街 这路找啊 结果累得大伙满头大汗 结果找这记忠啊 鸟无音信 没眼 这人怎么就活啦啦就失踪了 谁也说不清楚 这日太阳就往西转了 全家人哭哭 这尸体也不能在这放着 书中代言的正是六月中军 要到了旺海县 这天还热呢 这气温呢 都三十几度那么高 平常在那坐着都躺汗 这人要死了 老歹是放着 那不得腐烂吗 怎么办呢 赶紧张罗丧事 你说这人生在世 就这么回事 这喜事跟丧事也是借饼 成名跟逼无人也是邻居 就是一面之差 一步之遥 昨天欢天喜地 吹吹打打 小两口入洞房 今天变成了办丧事了 高达临棚 买棺材的买棺材 买兽衣的买兽衣 有许多人给帮着忙 就把杏花给入了殓了 入了殓了 找个阴凉地方先搁到这 得通知人家娘家人呢 无缘无故死了一口人 这是小事吗 马上派个年轻人 快点去给报信 叫他们娘家人快点来 那会儿那交通太不方便了 离这又挺远 这一去一来 就得七天的时间 这尸体要搁七天 那是不可能的 那谁腐烂不可 怎么办呢 到了第四天头上 老头跟乡亲们 大家一商量 不行啊 得赶紧下葬 是啊是啊 得下葬 就这么样 就给下葬了 挖了个小坑 在老阳家的坟地 把棺材放进去 然后盖了点浮土 堆了个小坟头 前面立了一桶碑 草草了事 得等人家娘家人呢 大家揭插哭啊 老阳家人是哀声叹气 在第五天的头上 娘家来人了 是姓花的爹 叫田宝山 也是个老农民 田宝山赶到了 到了阳家之后 一打定情况 老头简简单单 把经过一说 田宝山就问了 姑娘呢 到现在也没找着 这小王八糕子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哭 哭罢多时 田宝山头脑冷静下来 一听这事太蹊跷了 对不上茬 东方花竹两口都非常高兴 欢天喜地的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 再说了 这阳记中 无缘无辜没影了 肯定他是凶手 一定是在心房之中 发生着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小子畏罪潜逃了 也许老阳头 欺骗我说瞎话 把他儿子给藏起来 我岂能善罢甘休 我就那么一个姑娘 就这么死了 我不替他申冤 谁替他申冤 因此田宝山哭着 就来到望海县 是激武 名冤 冤枉啊 咚咚咚 冤枉王啊 咚咚咚 他连哭再喊的 相官知道这些 望海县的相官姓朕 叫郑琛 你还真别说 这官啊 还真办点实事 只先一听 人命观天 立刻升堂 带上袁告来 天宝山跪倒在壁 给大老爷磕头 求大老爷给做主 别哭别哭别哭 我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 天宝山 你告谁 我告我的亲戚 他叫杨发 什么事 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回事 正的老爷在上子 静静的听着 一听啊 这事是有点蹊跷 好好好 旁边跪 来人 去带杨发 马上把杨发 就拘捕到岸 这老头长这么大 也没到过衙门呢 一上了大堂 你看各种情剧 三般人意 分立两乡 一瞅这个威风劲 吓得腿肚子都转进了 好去没尿都哭在里 哭通跪下了 小人给大老爷磕头 你叫杨发 是 你亲家把给你告了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 是是是 我一定如实禀报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是很简单 几句话不多 把事就说清楚了 旁边有做记录了 行名师爷非比刷刷刷 把口误全录下来了 录完之后 官接茬问 你儿子记忠现在何处 不知道 都找遍了 没有影 胆大的刁民啊 胡说八道 你儿子上哪儿 你真不知道 你就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太委屈了 只有找到这小的真相才能大白 我现在找不着他 这官啊 查阳观色 你看 跪在堂下这两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人 能看出来 说的这话也是实情啊 绝不能有虚假 但是田宝山一口咬定 我女儿是被姑爷给害死的 我要求大老爷开关验尸 我得见尽我姑娘的面 我没到呢 他们就给埋了 他们就作贼心虚 我求大老爷 这郑的老爷一琢磨 不开关验尸 这个真相难以弄明白 所以就点头同意了 好 来人 准备到杨建坟 开关验尸 新人蹊跷身亡 庆假变成了冤家 公堂之上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为了查清真相 县官准备开关验尸 没想到 这棺材里边可是大有文章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尸 第一回正在播出 您听过开关验尸吧 这事麻烦头了 首先得有人 到那块搭好了棚子 设好了工位 县官得亲自出马 他的亲自监管呢 他得看着 还得带着武座 哎呀 几十个人跟着 有几个当差的拿着敲稿 就到了杏花坟头前头 没费劲把这坟头就拼了 你想刚几天的事 坑也不太深 把浮土全都打扫干净 就露出棺材盖来了 一看呢 哎 真省事 棺材上那大兵啊 没定死 外的都露着半截 那兵子都正常 要定死了 还得拿撬杠撬 这省事多了 稍微的两个人前后一用力 把棺材盖一挪 拧成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这个厌尸官也到了今天了 拿着笔 拿着本子准备记录 准备详细的看厌 不过这厌尸官 往棺材里瞅 来 我说老爷 那棺材里边是男的是女的 胡说 死的是新媳妇叫姓花 怎么还问这糊涂的话 他不对劲 您过来快看看吧 真的老爷也不知什么事 离开工位 提着袍子来到坟前 探身往里看 还堵着鼻子怕凶着 把正的人也吓了一条 哪来的新媳妇姓花 棺材里躺着个人 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腰弓弓着 就塞不到里头的 再看这老头 浑身上下全是血了 一个大窟窿在后脑勺里 那血都躺干了 崩的四面八方 全是脑僵子 非常惨啊 正大人就一皱眉 这怎么回事 我说 带洋发 洋发来了 这谁 我 怎么变了 是我死去的儿媳妇 怎么变成老头 还长胡子呢 问田宝山 田宝山也傻眼了 不认的 这是谁啊 玩一看得 案子是越来越复杂呀 哎呀 事到如今了 怎么办 我当了六年直线 从来还没遇上过这几手的问题 今天摊上了 要想方设法 把此案查明 风生雨生 读书生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世国世 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你说这事怪不怪 明明新媳妇姓花锁的 装到棺材里的 结果开关 一验尸的时候 兴华没了 变成一个老头 而且非常凄惨 老头脑袋上有个大窟窿 那脑僵子崩的哪都是 谁瞅着都得皱眉呀 您说这怎么回事 兴华死了 怎么能走啊 人哪去了 事不知道 这老头是谁啊 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这老头怎么死的 凶手是谁 不知道 负责这案件审理的正大老爷 正直线 脑瓜人都疼 这尸首检查检查怎么回事 无作义检查 回老爷 被钝器击伤而死 你看这脑袋上的窟窿 是用钝器 不是斧子 就是榔头 砸到这后脑勺上了 所以才出现这种惨状 全记录在案 记录在案 干脆就把这死尸 就搁这棺材里 就地先掩埋 这个案子列为悬案 没法解案 就就这地 把这土又整了个小坟头 把这无名的老头 就先埋在这儿了 直线上了轿子 回到衙门 把被告 原告 都带来了 重新就审理了一遍 依然是没有结果 最后直线 断案了 我说老羊头 在 事情出在你们家 你儿子在心丧之中逃走 现在下若不明 非他把他逮回来 才能真相大白 但是你是当爹的 这对不起 不管你冤不冤 你得替你儿子顶罪 在你儿子没抓捕之前 你就得下狱去受苦 哇 来来 压起来 老羊头倒不倒霉 本来挺好的日子 给儿子办喜事 是高兴的事 没过几天 蹲肩下狱 手脸 手脸 套上 压起来 然后直线又告诉田宝山 你 瞻起先回家听信 随时等候 传讯 是老爷 求老爷早日破案 给我做住 我 下去吧 原告被告 都做了处理 然后直线 发下 非签火票 是海武的公文 到处缉拿 杨继忠 杨继忠失踪了 官就想了 非得把他找着 这是问题的关键 才能真相大白 一切处理完毕 官也退堂了 但是没两天 府里他知道这事 因为属于奇案 谁也说不清 也道不明 知府大人 把政治线给找去了 就问他 在你的志下 听说出了个奇案 你说说经过 大人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回事 知府听完之后 把脸往下一沉 鬼线 这可是蹊跷的案子 你无论无何 要把案件给破了 估计我对上差也难以交代 是是 大人您放心 我一定及早破案 这郑的老爷 跟吃了苦瓜一样 回去了 吃什么都不香了 日夜考虑这个事 每天都把抓人的人找来 进行汇报 找着没找着 没信 找着没找着 没有 扩大范围 除了咱们望海县之外 跨县 也可以通缉 无论如何 及早把他抓住 是是是是 一日两 两日三 光阴四界 一转眼 从案发到现在 就过去一个月 正好在一个月头上 这支县大老爷 正发愁呢 哀声叹气 夫人在旁边就劝他 老爷 别愁坏了 事情 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也知道 但是人家上差不答应 枯竹不答应 我夹在中间呢 破不了案子 我怎么交代 我呀 我这窝儿不白做了 这一旦 申报到京城 我的担责任 这沙帽 我都保不住 那老爷也别急坏了 正正说话就功夫 当差的进来 回老爷 给老爷报喜了 之前一听就愣了 何喜之有 回老爷 咱们通缉的那个小子 叫杨继忠吗 啊 来了 现在何处 他自首到岸 现在在外边呢 在班房里的展示扣押 就等着大老爷 您决断 哎呀 哎哟 之前一想 这事怪不怪 他怎么自己又回来了 一个月他到哪里去了 我一定要问个 阿爸 凶行 一触即放 善恶 一面俱见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恶 真实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波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俱献 河北卫视快乐 家家家 失踪多日的杨继忠 投案自首 献令喜出望迈 他觉得 找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人物 一切都能水落石出了 可是事情真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吗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失 第二回 正在不出 您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 之县正发愁呢 正找不着 这个杨继忠呢 他自己自行投手 来到县衙 真说一句白话 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哎呦 官都没想到 立刻升唐 带杨继忠 时间不大 杨继忠被带上来 当堂跪下 官啊 一句话都没说 能有两分多钟 查阳观色 在这打量着杨继忠 抬起头来 看看杨继忠的无关 再看杨继忠挺惨啊 跟个药饭花的差不多 那衣裳一条一条 就是泥滚千球啊 满脸的姿迷 发际蓬松 但是也看得出来 这孩子长得不错 平头正了 无关端正 嗯 也看得出来 是个善良的人 不像是杀人的凶手 咱们一般说起来 杀人的凶手都横肉 满脸横尺肉 呲牙咧嘴 其实也不完全那样 但是当官的 有经验 竟审问犯人了 什么样的犯人都遇上过 通过望闻问妾 也看得出来 他不像是凶手 其中肯定有隐情啊 杨继忠小人在 我且问你 东方花烛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 这一个月你到哪里去了 你都做了哪些亏心之事 是怎么害得你的妻子还不如实 讲来 两旁当差 给拿到刑具 往地上一蹲 那意思不说实话 不是挨棍子 就挨板子 那个年月和辽德 到衙门是三罗殿 把这杨继忠吓得浑身立斗 老爷老爷荣炳啊 老爷荣炳 小人怨呐 我没害我的妻子 你不要紧张 只要你说了实话 就免受皮肉之苦 说说怎么个事 老爷荣炳 他也没隐瞒 他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 大堂上官 静静的听着 一边听着 一边查阳观色 看看你是不是说谎话 旁边有两个人做记录 把口功如实的刷刷点点圈记下来 连堂上的战堂的差人 也静静的听着 因为这个事蹊跷 那么说了半天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杨继忠是不是凶手 不是 这事出了件怪事 因为洞房华竹那天 杨继忠特高兴啊 平时呢 他管媳妇姓花 叫姐姐 多少年有感情了 现在一旦成为夫妻 是非常恩爱 你想想洞房华竹夜 这是个好事 小夫妻在一起睡觉 能不高兴吗 就过了性生活 这东西非常正常 人之常情吗 不知道为什么 这杏花突然背过气去 要老人有经验的 给下了个词 说叫什么呢 说叫淹托 说句白话 就是刺激的过度了 因此当时修科 修科就是一种假死 其实没针死 就背过气去了 可是军中呢 十几岁的男人 没有一点经验 皮肝媳妇没气了 可把他给吓坏 他呼唤了几声 也没叫起来 他脑子嗡嗡之响 我被干嘛 我怎么贪了人命了 像那个你出去 找你爹妈 让你爹妈帮着想想 折不就得了吗 有那么句话 人荒实质 头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手脚没地方放了 他一想把贪了 人命观测 说不清道不明啊 我要在家 我的父母也受牵连 干脆我跑吧 你说这糊涂蛋 你跑什么呢 他懵了 穿好了衣服 蹬上鞋 把后窗户开开 跳出去 他跑了 他找个没人的地方 叫空屋吧 觉得自己跑的是越远越好 后来他钻进大山 进了树林 吃什么呢 没得可吃 实在躺不过去了 看了看 没什么危险了 附近有人家 就敲门逃口吃的 有时候是一点东西吃也没有 渴了 找块地方 有水的地方 捧鸡把就喝点 晚上就树在 睡在树林 后来一个月了 他一打听啊 这个事谁都知道了 家喻户晓 凡是人们坐在一起都谈论这个奇案 后来他听说他的老爹 为他蹲肩下狱了 在牢房里受苦啊 哎呀 这记忠是个孝子啊 心说爹娘生养我一场 一点记忆都没得着 反倒我给老人找了这么大的祸害 老人围着我去受罪 我在外的漂流着 这于心也不忍啊 干脆我回去吧 我自行投手 到案打官司 该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我得把我老爹换回来 这我就觉着对不起他了 人家 他呀 盘算了三天 最后一咬牙下病了决心 自行投手 过而问他 他就是这么说的 正直线在上面听着 一听是真的 砍的不如炫的鸢嘛 真的假的一听 言死合缝 他这个年纪 他遇到这种事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啊 但是 做官的不能说这话呀 行 好好好 我再问你 棺材里头 那人变了 不是你媳妇 变成个老头 还有胡子 看样子能有五十来岁 那是何人 说 啊 集中一听懵了 老爷 您说了些啥呀 我不知道啊 那我上哪儿值得 我说不清楚 老爷 我冤枉啊 你集中就琢磨怎么还中间有这么个插曲啊 怎么换了人了 那我媳妇哪儿去了 难道死尸也有人偷不成吗 哎呀 他脑子嗡嗡之响 这心乱如麻呀 官一想可能是两回事 两回事 哎 杨集中啊 你来了很好 能够争取减轻处分 但是这官司远没有结束 啊 你是个孝子 可以把你爹给放了 你就得蹲奸作狱 弄不好 就得丢掉脑袋 啊 你就认命吧 来啊 把他 收奸入狱 那能不压起来吗 把他压起来 把他老爹给放了 他老爹上了堂 赶紧叩头 多些大人名断 多些大人名断 哎 跟你说清楚啊 你儿子回来了 我已经审得明白了 他所说的话 迟早有一篇 你能弄清楚 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不能远去 随时等着传号 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好吧 下堂去吧 把老头给放了 此案被称为奇案 不止因为他的奇 更因为他的桥 案发的阴差人错 案破的更是匪夷死死 就在老羊头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事情忽然有了转机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失 第二回正在播出 老羊头羊发被释放了 儿子被掐奸入狱 老头回他家了 见到老伴哭哭 可是高兴不起来啊 儿子还在监狱里的 准备着受刑呢 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呢 两口子是顿足吹凶 一个劲的难过 为了使儿子少受点罪 怎么办呢 就得百般打点 就是会有句话 衙门口朝南开 有理没理 拿钱来 那官好对付 底下那办实事的人 不好对付 那老头 禁足 那黑着嗓 没事就收拾犯人 你家里要心疼了 你就得进贡 你说这帮人多缺德 就吃这碗饭的 所以就得打点 老头老太太 把家里都比较值钱的东西 现款全都拿出来 是上下打点 你说他们家能有多少钱呢 日子过得比较淹实 淹实就是吃喝不愁 但是贪上这事 那就不够用了 一天两天三天 这案情毫无进展 始终查不出来 那个死者究竟是谁 成了无头案了 这就耗过去 好几个月了 这好几个月 把家产也耗没了 坐吃山空怎么办呢 老两口的一琢磨 哎呀 人呐 活着还得半活 还得有收入 没有收入 一天也打不开点 老太太就说了 你也别在家待着了 天天待着 你不发愁吗 还不如出去散散心 做点买卖 挣点钱 老头一想也对 干什么呢 饭运东西 家里还有不少的货底 租了一条船 带了个伙计 小三 上了船了 出去赚钱 做买卖 回来打点官司 一日凉 两日三呢 出去有半个月了 没有回家了 但是说这天 他们走的一个去处 是个河岔子 哎 这船就靠了岸了 因为什么呢 竹脯 二人都饿了 需要打点 打点 他就跟小三说 三啊 我在船上等着 你看那附近 有没有饭馆 有没有熟食 买点回来 咱俩吃 吃啊 吃完了再走 哎哎哎 这三就走了 老头坐在船头上 看看这 看看那 一瞅河岔的边上 有几个妇女 在那洗衣服 哎 有钱难买一个痛快 你看人家逍遥自在 多好 有说有笑 你咱们家 谈的这些事 哎 哎 他扭回头 往河对岸去看 也有个女孩 在那洗衣服 这人一开始 哈着腰 在那洗衣服 光看着背影 没看着五官 老头就从背影 看着眼熟 嗯 等这洗衣服的女人 一甩头发 一抬头 看着半拉脸 哎呦 这下老羊头发现了 这 这不是我们家杏花吗 啊 杏花 高兴了一半 他又不高兴了 不可能啊 杏花死了 天下的人 长得模样相似的 很多很多的 杏花怎么能跑到这来呢 哎呀 看错了 老了 眼花了 这些人都哭的 揉揉眼睛 不由自主的 还往那盯着看 他一看呢 那个女孩洗完衣服 拧干净了 端着盆望 回走 正好打了个正脸 离着不太甚远 老羊头不看则可 仔细看 正是杏花 怎么那么相似 他我还不认识吗 烧成灰我也认的 他还活着 他怎么上这来了 哎呀 要找着杏花 这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 老头到了现在 不稳不误了 从船上揉一下 就跳到岸上去了 皮带撩袍 就顺着小桥过去了 迎着面去找这个女人 喊一嗓子吧 站住 站住 是杏花吗 他这一嗓子不要紧 那女孩一哆嗦 好像没把盆摔到地上 回头一瞅 爹 真是杏花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行目一拍 说故事 今儿个 咱们接着说 水塘乡走失案 第三集 异地他乡 巧遇而习 牵出一段死而复生的气势 温习作伴 逃离谷口 遭遇一场惊心动魄的险情 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乡走失 中国古人常说那么句话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世界上偶然的事 巧合的事 多的是 您说怎么那么巧 这老头扬发出去做买卖 无精大采 无意之中 发现了自个儿的儿媳妇姓花 老头就问 丫丫丫头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咋没死 爹 姓花往左右看看 有点担惊害怕的意思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您随我来 咱们找个地儿再说 咱说姓花 端着盆 领着老羊头 拐弯末角就进了 河边的树林 走出去能有二里 路可不近 到了荒芜人烟的密林深处 老头这才发现 闹了半天里边七扭八歪的有两间木制的房子 还挺大的一个院标 姓花进了屋之后 赶紧让老头坐下 老头着急呀 急不可耐 姓花 别的全别管了 快跟我说说 你是咋回事啊 把经过给我讲讲 姓花是长叹一声 满面垂泪呀 仔仔细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 老头一听是恍然大悟 哦 原来如此啊 真是应了那句话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还有这么一段眼情哦 那位说 慢着 我们还糊涂着呢 究竟怎么回事 您别着急 慢慢听我说 咱这个书 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 咱说过了 姓花 跟季中 东方花竹叶 两口子 恩恩爱爱 亲密无见 由于过这姓生活 这姓花受的刺激 所以就临时假死了 假死 羞壳过去了 其实他没死 那当时季中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吓跑了 单说这姓花 姓花什么都不知道了 被装炼了以后 放到棺材里头 入地埋了 坑不太深 上了盖了一层浮土 另外呢 堆了个小坟头 如果是没有别人解救 姓花是必死无疑 闷也得闷死 后来这姓花 不该找死 后来他醒过来了 借着这个土气 这个人离开土可不行 金木水火土 离开什么都不行 一借这个壁气 他缓过来了 睁眼睛 你看这什么地儿 这么窄小 摸哪都冰凉棒硬 在棺材里头 哎呀他急坏了 求生的欲望 他就喊吧 哭吧 就在棺材里又喊又叫 你说那坟地 谁上这来呀 老百姓一般都迷信 越是黑天半夜 越不敢沾边 怎么那么巧 来了两个盗墓贼 这爷俩姓扣啊 这老头叫扣二 哎 旁边是他亲侄子 叫扣二虎 就多个虎子 这爷俩干这个 也不是一年了 听说水塘香这死人了 还搭的灵棚 折腾的品胸 听说有个叫杏花的女人死了 年纪轻轻的 刚下葬 所以他们就来了 到这块看看 左右没人 没费劲 把坟头就刨开了 浮土去掉 把棺材用撬杠撬开了 撬开一看呢 好嘛 此人坐起来了 一开始把他们爷俩也吓了一跳 诈试了 但毕竟是男人他有胆子 手里他又有家伯事 老头就问 别别别 你是人呢 你是鬼 这二虎子也说 你怎么回事 你吓唬谁 你死没死 杏花老师啊 就说了实话了 我没死啊 我背过气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呼噜八度就把我埋了 求二位救我的命 我家离这不远 送我回家 我谢谢二位了 这个老盗木贼啊 上了点年纪了 心肠比较软 一听 哦不是鬼 是人呢 还了羊了 这种事过去也有过 也没感觉到太奇怪 啊 他跟他侄儿上来 胡子 你看这事怎么办 这二虎子小子不是东西 这小子从小就横 又狠又黑 我说您的意思 没死啊 没死咱就把他送家去做点好事 咱爷儿俩竟缺德了 竟完坟掘墓了 死都不再得好死的 我的意思是说 咱也做件好事 好吧 把他送家去 人家肯定得酬谢咱 不行 不行啊 叔叔 你想不想 这要平白无故 把人家送到家去 有人要问 您俩咋把坟给抛了呢 咱们把棺子给撬开了 咱咋说 咱说咱完坟掘墓 咱犯了死罪了 那不等于咱自己把自己送进大牢 等着掉脑袋吗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那么办 那小子你说咋办 我看看啊 这二虎子一看 虽然看不太清 那小媳妇儿除了瘦之外 长得挺轴正 说 我竟跟着你万分掘墓了 到现在我也没成家立业 连个媳妇都没有 我的意思 干脆 把她带回咱的家乡 我找个没人的地儿 我们俩成家得了 我也弄个媳妇儿 人家能干吗 不干 他得听咱的 他不干行吗 别别别 那就更缺德了 拆散了人家的家庭 做了你的媳妇儿 那怎么能行 三说两说 人家俩一见不合 发生了争吵了 最后老头几眼了 我告诉你二虎啊 你要照这样 咱俩拆帮散伙 往后 我还不干这个了 我走了 我还不管了 这二虎一合去 我这书这样翻了脸 再告我一撞 我不就倒了没了 说说你别走 你回来 你这老头 你什么事你也想不开 你真找死 我找死 你这话说的啥 你还敢把我怎么地 他你别逼我 我逼你能怎么地 你逼我 这小女生手 把福都抄起来 寻险一触即放 善恶一面俱解 借你一双贵眼 借开千古迷茫 重时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亲情巨献 河北卫视 快乐 家家家 刚出龙潭 又入虎穴 杏花好容易捡回一条命 却遇到 舒子两个盗墓贼 老得良心魅力 少得见色起义 舒子二人 因他反目 动起手来 一个柔弱女子 又将面临 何等命运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失 第三回 正在播出 这靠二虎鸡眼了 这种人心才硬 手才黑 那是他亲叔说 他为了他一己之私 不顾 临起斧子 照着书 脑袋上就去斧子 不是斧子这 是斧子的后边 那四方的女友 咔嚓这一下 老头都没动地盘 衣服的就给砸死了 脑僵崩裂 那架得住 那斧子 那多大的劲 这二虎子 行完凶之后 也有点害怕了 但是他贼心不改 把杏花从里边 给架出来 心里说 就就这坑 就就这棺材 把他叔叔 就塞到这棺材里头了 然后把血迹擦吧擦吧 把棺材盖又盖上 浮屠掩埋 堆了个小坟头 周围转了一圈 一看差不多多少了 他斜持着杏花 他跑了 跑得建林县 就是林县 离这望海县呢 离这一百多地儿 但是他没敢回家 他一回家一想 那不得露馅儿边 一问呢 怎么办呢 他就找了一处密林 就咱刚才说的这个地儿 张着他挥点木匠手艺 临时搭了那么两间破坊 就这地方 慢说走人 鸟都很少往这儿飞呀 这必经之处 可以躲在地祸 利鼻着杏花跟头过日子 杏花一个弱小的女子 那哪能不听她的 他警告杏花 我告诉你啊 老实点 不准出这个门 听不听呀 你要想这想那 想回家想告发我 我连我书都整死了 何况是你 我把你大谢八块了 我说就出来 我就干就出来 在恶人面前呢 杏花没有办法 含着眼泪是百依百顺 就跟他过上日子了 为什么过去那么长的时间呢 一开始 这二虎子这小子 哪也不去 天天冰着这杏花 可是他也不富裕 坐吃山空 能行吗 哎呀 后来就琢磨 日子还得当日子过呀 他就放松了警惕了 这就过去很长时间了 他允许这杏花 可以到河边啊 去搭搭水啊 到河边去洗洗衣服啊 但是他呢出去干活 干木槿活 干干他就回来看一看 日子长了 一看杏花挺老实 他这才放心 这次他又接了活去 出去干木槿活去了 杏花到河边洗衣服 是巧遇老羊头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这杏花一边哭着 一边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老头一听 顿足吹凶 哎 孩子 你落到恶人手里 可遭老了罪了 别心疼啊 杏花啊 你男人现在还在监狱呢 因为抓不着凶手 案子没有结案呢 这回好了 你把你这番话 到县衙门跟县腿爷去说去吧 好把你男人给换回来 爹 咱们说走就走 我这是一点我也不乐意待了 好 马上咱就走 咱还有船 坐着船 两天的路程就回了咱家了 走走走走 杏花什么也没要啊 要什么呢 跟着老头急冲冲出了龙潭虎穴 到了水边上登上了船 老头就告诉那小骚 快 乘船 掉头回家 快 哎哎哎 小船一掉头 准备回去 望海线吗 可这水路啊 他慢啊 走出了一天 离家还有一半的路程 老头也饿了 杏花也饿了 嫂儿也饿了 还得打尖呢 这船就靠了岸了 三个人二男一女从船上下来 一看离这半里多地 好像是个小村庄 有人家就有卖吃的 即便没有饭馆 不管到谁家淘口饭吃 淘口水喝还是行的 反正您走给前辈 他们就奔这村来了 到这是什么时间呢 正好中午要吃饭的 这时候 提鼻子一闻 一股饭香啊 有几个人端着碗呢 在街上吃饭 一看外边来了三个陌生人 一个老头 一个年轻小伙 还有个女人 大伙瞅着都纳闷 这是哪儿的人呢 我们村没见过呀 老头就问 各位啊 有饭店吗 没有 我们这地方太小 哪来的饭店 哎呀 我们饿了 各位行行方便吧 谁家有吃的 我们吃饱了不白吃 我这有钱 一并加倍给钱 就有那好心人 行行行 现在日子都得过 吃点饭算什么呢 你们等着啊 有的进去给拿了几个馒头 盛了几碗粥 刚端出来还没等吃呢 你说怎么那么巧 就见那村口来了一人 风是风 火是火 手里的拎着斧子 高声和喊 哈哇 闹了半天 你们跑到这儿来了 翁锡二人逃出虎口 却并未真正脱险 而今凶手一路赶来 遇下毒手 眼看着大祸临头 两个人如何才能躲过这一劫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水塘香走失 第三回正在播出 追了这人正是靠二胡 真正的凶手 因为这小子出去干活去 始终这心放不下 恐怕这个杏花把他给出卖了 干了半截活想回家去看看 拎着家事到了家一瞅 门开着呢 哎呀怎么回事 进屋一找没人了 到河边一找没有 他就打听 有个洗衣服的妇女告诉他 说有个老头领着他上了船了 好像奔男走了 奔男走了 坏了 二胡一想 这事我绝不能退步 一退步啊 他们到衙门一告发我就完了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啊 我就得干到底 得杀人灭口 他验着河岸就在后头追 追来追去追的事 老头一手啪叉 周晚掉地上 啊 救人啊 救人啊 村虽然不大 也住着几十口人家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一看一条大汉手里拎着斧子 跟凶神恶煞一般就冲上来了 奔着这二男一女就要瞎家伙 有那人暴打不平的 其中有哥俩 小伙子 一伸手从门后把顶门杠子抄起来 到外面一横着杠子 哎 这个 光天化日 乾坤朗朗 你干嘛 你拿把斧子 你还敢杀人吗 哼 我们家的事 你们少管闲事 没听说过 天下人管天下事 你杀人试试 他妈我 我提示你 你敢 都年轻人 三说两说就交了手了 人家本村的人 向着本村的人 这哥俩一边还手一边就喊 来人哪 这有个方子 胡拉超上了十几个大老爷们 那大伙子一上 七手八脚 三下五出来 二虎 四虎也不好使了 最后被人家打翻 在地的后背上踩成一脚 胳膊给拧过来 嘎巴嘎巴之下 拿绳子拿绳子 把胳膊给捆上来 揍了个鼻青脸肿 哎呀 老羊头是千恩万谢 我谢谢各位帮忙 谢谢各位救命之恩啊 你们记得得行了善了 不就我们今儿个非遭毒手不可呀 正好有船 我这二虎子 大伙帮忙架到船上 没回家是直接赶的 望海线的县衙 老头心里着急啊 到那官一审就真相大白了 这一报信 官一听 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啊 嘿 那是光不发愁了 一点头绪也没有 现在行了 官高高兴兴 是立马升堂 这一升堂 老羊头上了堂了 一五一十把金锅一讲 把杏花带上来 杏花也把金锅一五一十一讲 哦 官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最后 把二虎给带上来 这官一瞅就不是好东西 一瞅长得歪毛淘气 凶神恶诈 没问他之前 就吩咐左右 来 打打他的杀气 先到四十棍子 真好 什么没问 先销四十棍子 不叫你不能 不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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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我了 四十棍子歇完了 再看他也卸神了 威风到衙门了 是龙你得盘着 湖你得握着 你在这立棍 你立得出去 一顿棍子 些老实的 问啥说啥 说 怎么回事 你都干了哪些事 还不从事招来 不计你看着 老虎的 你给你上上 上大挂 这一说老爷 别别别 你问啥我说啥 你怎样行凶 把经过讲说明白 怎么回事 二胡到现在 没咒念了 也不敢编瞎话了 一五一十 把经过讲说一遍 郭儿这一听 心啪灯 落到地上 看来都对上茬了 都对上了 看来此案 就真相大白了 郭儿头一个高兴 对上边也有交代 对下边也有交代了 好 去把记忠提上来 把记忠提上来 记忠当堂贵的 大佬爷 哎 我记忠啊 年轻人 锻炼 就因为你的失踪 害得你老爹蹲肩坐狱 哎 你说你跑什么呢 真是没有经验 一致发生后来错动复杂的事情 现在凶手已经归暗了 真相大白了 你可以回家去过安稳的日子 哎呦 谢谢大佬爷 谢谢青天大佬爷 那还用问吗 老杨家 儿子 儿媳妇高高兴兴回了家了 娘家的田宝山也不打官司告状了 人家依然过和美的日子 凶手 你还用问吗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到了秋后 突一回头到脑袋也哺了下去了 这个案子至此是真相大白 这正是洞房花烛埋货端 辛焚走失成迷案 蹊跷相遇得真相 众人勤凶 忠喜冤 清朝末年 山西太远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凶案 此案扑朔迷离 案中有案 他与杨乃武小白菜案 明邻杨月楼案 刺马案 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史称太远奇案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国事 天下事 醒目一拍 说故事 太远了 好地 有钱的人有的是 在城里头有一家姓张的 此人叫张亮 有个绰号叫张百万 您说他有钱没有钱 得了这么个好绰号 张百万这一生啊 没儿子 老伴儿过去了 就有俩闺女 长闺女叫金姑 次女儿叫玉姑 俩姑娘 这大姑娘啊 已经成亲了 嫁给一个乔姓人家 可惜这金姑啊 命不怎么好 结婚还没到一年呢 丈夫 呜呼哀哉 死了 现在正在守寡 好在不缺钱花 有人保媒 但是都遭到拒绝 他就想过单身的生活 也住在太原城里 次女叫玉姑 这玉姑啊 还没有成亲 但是定了亲了 你讲究的是门当户队啊 定亲是谁家呢 本城的老曹家 这小伙子叫曹文海 父亲叫曹山 他父亲当初是当官的 曾经在北京户部做过圆外郎 还做过户部的郎中 大半辈子都当官 家里就这么个独生子 就是闻海 要说起闻海这个孩子呢 长得也不错 平头正脸 白面净皮 另外呢 为人也很斯文 也相当礼貌 是个有知识 有文化的男孩 两家门当户队 关系密切 因此就定了亲 也下了定金聘礼 这亲事就算定去了 定时候啊 年纪都小 等到完婚的年龄 再举办隆重的婚礼 但是呢 快到结婚这时候 出了件事 这一天呢 姑爷闻海来了 来见未来的岳父老泰山 十里以弊坐下了 跟老岳父就说 老人家呀 我呀跟您说点事 我听我父亲跟我讲 明年要举行隆重的婚礼 召集我们小夫妻完婚 对呀 定下了 我呀得向您告个假 我父亲最近决定 他呢 已经辞官不作了 当官当够了 想要器官经商 最近广东方面买卖不错 我父亲打算叫我陪着他走一趟 这一出远门啊 一半是回不来 因此啊 来年这婚事就得延期 延期到二年以后 我们再完婚 您老看看怎么样 哎呀 张百万就说了 你们都这么大的岁数了 我想了我的心愿 及早完了婚呢 我的心病就去掉了 既然你父亲做了决定 我也没得可说 你们早去早回吧 祝愿你们裁员滚滚 谢谢老人家 文还请了假 说明白回家了 伴随着父亲带了许多的钱 南下去经商 哎 这张百万就等着吧 咱这么说吧 一走三年 信息皆无 这俩人就好像蒸发了一样 没信了 哎呀 张百万有点坐不住了 这孩子已经过了成亲的年龄了 不能再耽误了 这这爷俩怎么就不回来了 就派人多方的打听 结果搜集来三种信息 有人就说坏了 老张这爷俩出了事 贪了人命官司 被掐奸入了狱了 怎么贪的人命官司不知道 要不就不就早回来了吗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说也不咱们的赶车 把人给撞死了 撞死的这家 是个当官的 人家不依不饶 这爷俩被掐奸入狱了 现在正打官司呢 哎 现在把家里的房坦毕业 全都变卖了 这官司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种说法 说挣了不少的钱 往回走的路上 遇上水贼了 把他们都杀了 等等 等等是七说不一啊 哎呦 张百万一听 这心里之犯歌啊 哎呦 怎么会这样子 世道险恶呀 这玩意他不能再等了 哎 我女儿都这么大了 急早得完婚 怎么办呢 就想啊 就想啊 给姑娘另配人家 要说他女儿找人家 有的是宝美的 劈破门槛子 惊人说和 又找了一家老姚家 也住在太原城内 这老姚家 这老姚家有钱呢 也是当官的出身 家资俱富 称得起是门当户对 老姚家也是独生子 据说这小伙儿读过大书 长得也不错 老头也就相忠了 一琢磨这等大事 得跟女儿预估商量商量 他做了决定之后 彩礼他也收了 这老头就这么专横跋扈 晚上没事了 跟二女儿说 丫头 爹跟你说件事 过去给你定的亲啊 老曹姐他们家叹了事 咱不能再等 我就得另外啊 跟你做主 惊人说没 老姚家的人也不错 那孩子也挺好 干脆把你许配给老姚家得了 你也吃不了苦 也受不了罪 你看怎么样 爹呀把聘礼都收了 漂亮晨斋即日 就周记你夫妻完婚 你一过了门 爹就省了心了 哎 玉姑这姑娘 挺有主见 听爹说完了 脸沉起来了 要爹 您这么做不对吧 怎么不对 哎呀 我们跟老曹姐 可以说定亲这件事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您再想想咱们两家的关系 当初您没少受人家恩惠啊 在人家的帮助下 我们发家致富 才有的今天 现在还没有个收缘结果呢 您怎么就断人 把这亲事就黄了呢 另把我许配给人家 这玩意合适吗 传扬出去好说 他不好听啊 这不是洗心念旧吗 我不同意 我要求我等着 一定要听个结果 那你得等到哪年哪月 不管何年何月 我也得等着 女儿下定决心了 活着 我是老曹姐的人 死了 我是老曹姐的鬼 我一定要等着 哎呀丫头 你太死脑筋了 你跟你死去的妈一样 钻牛角尖啊 不过丫头 聘礼我都收了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覆水难收啊 这事就定了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 也得同意 就这么定了 总之 为这个婚事 爷儿俩超翻天的 最后姑娘直哭 姑娘就是不同意 老头是坚决做主 就得这么办 老头到了外边了 吩咐管家 准备 大门悬灯 二门结彩 红栈破地 喜气洋洋 给我准备 后天 老姚姐就来接亲 咱们得隆重接待 他是一家之主啊 财大气粗 说话算数 手下人是 闻风耳动 这就准备上了 大门悬灯 二门结彩 红栈铺地 忙活个不亦乐乎 正在忙活的中间 这张百万呢 没事 他有点累了 上了年纪了 坐到书房 在这休息 心说着 二女儿真不懂事 真叫我不上心 你说你这一答应了 多好 他正在心烦意乱的 这么时候 报事的进来 老爷 给您道喜了 好 何喜之友 原来的那个姑爷 曹文海 回来了 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现在何处 就在门外 想要见你一面 张百万一平 心乱如麻 早不回来 晚不回来 这个结果眼 他回来了 我已经答应 姚姐的婚事了 你说这事 我怎么答对 激励这个心 齐上八下的 又不能不见 好吧 叫他进来见我 时间不大 曹文海从外边进来 张百万抬头一看 形同乞丐 面容憔悴 跟原来那个漂亮小伙 是天地之别 变了样子了 就见文海来到屋里 赶紧望上 靠头十里 老太上在上 我给您行礼了 什么老太上 别别别 这为时还过早 你坐下吧 我 我不明白 你们怎么一去 三年多才回来 你们家谈了什么事 老人家 少安勿躁 容在下 仔细 回 张百万 欲把女儿 欲姑 令驾 姚甲 即日拜堂成亲 谁承想 恰逢此时 久无音讯的曹文海 登门拜访 看着落魄不堪的 昔日女婿 张百万心中 已打定主意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第一回 正在播出 您说这个事闹的 本来老张姐准备喜事的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 原来的古影 曹文海回来了 弄得张百万 七上八下 左右为难哪 把他让进屋里 一打量 衣服不整 形容憔悴 看着样子过得是落了佩了 一问他 你们爷俩谈了什么事呢 文海哭了 一边哭 一边说前情 老人家 我们到广东去经商 一开始买卖做得不错 也挣了不少的钱 后来呢 买了不少珠宝玉器 还买了不少铃罗绸缎 故的车 往咱们太原府拉 拿只走到韶关地带 那车呀 那马惊了 这一惊就冲入人群 把人给撞死了 而且被撞死 人家也是当官为患的 人家家里都不答应 就把我们爷俩掐肩入了狱了 后来经人说 我们把所有的钱 全给了人家做补偿 人家也不答应 没办法又派出人来 回家把房子地全都变卖了 算是钱全拿出来 这才了事 把我们也释放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爹一口气 并在殿房之中 并了将近半年了 调制无效 最后留下了一言 是一命呜呼 客死在他乡 就埋在广东烧山了 我爹临死之时啊 跟我讲了 说孩子有两件事情 你要办到 你无论如何要回到太原府 见着你岳父老泰山 第一 求他给你们夫妻完婚 二 你要好好去读书 大笔之年 进京赶考 得个一官半职 可取功名 另外呢 我在外边我也不甘心 你管你岳父老泰山 借俩钱 把我的坟 迁回到我老家呀 我的夜落归根呢 孩子千万记住 这是我爹的遗言 老人家 我落得这不天地 您看怎么办 我来求您来 正说着呢 再看这张亮张百万的脸 越来越长 有蓝变绿 有青变紫 心里说话 穷鬼 呸 想得到美啊 什么 你们家一贫如洗 一屁股几股 回来求我来了 我这女人能给你吗 跟着你受罪呀 那能行吗 那是我的心头一块肉 我绝对不能答应 你还填脸 管我借钱做路费 还要千坟 都穷得这份上 还想这好事 怎么可能呢 他真想下祝克令 把原来这姑爷给撵走 他又一看 这孩子有怪可怜的 投奔我来了 算了 先让他吃顿饱饭 睡一觉 明天 我呀 再下祝克令 我告诉他 这门婚事 黄了 你 给我走人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多多少少 再给他俩钱 就得了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文海呀 老人家 吃饭没 吃了 什么时候吃的 前天吃的 前天吃的 这饭得天天吃 看来你还没吃饭 我分文节 我是讨着饭回来的 那别的别说 咱们先吃饭 来来 把它 让到东跨院 弄点好吃的 洗洗脸 换套衣服 好好睡一觉 明天 我找你有话说 是谢谢老人家 到了东跨院 去吃饭 休息 咱且不提 文海这一回来 上上下下的仆人 都知道 大家是议论纷纷 看见没 就像糟了 老爷刚答应 老姚记的婚事 后天就来 迎亲来了 偏感这个 结果眼上 原来的姑爷 回来了 你说 这可咋办呢 就说是 老爷肯定是有办法 大伙说 什么的都有 哎 他们说 什么都有 没关系 后院的小丫鬟 值得行 这丫鬟呢 叫小秀 是姑娘 玉姑身边的 偏心人 小丫头指着心 仨脚如飞 赶本内侍 见得 玉姑姑娘 小姐 我向你道歉 曹文海 曹姑娘回来了 他没死了 哎呀 你怎么知道 得忽阳东了 无人不知啊 今儿个不走 老爷把他安排到 东跨院了 说明天 有话再跟他说 哎呀 谢天谢地 这就是我将来的丈夫 这是我依靠的人呢 玉姑非常高兴 但是又一想 爹 习心厌旧 贤贫爱富 把自己令徐配给人家的 这个事可怎么办呢 他有话 就跟这小秀说 这小秀这丫鬟 有点主心骨 姑娘啊 你能听我的吗 你说 你快帮我出个主意 姑娘 现在你得下狠心呢 老爷下了决心了 把你徐配给老姚家 聘礼都收了 不能更改了 外边正准备喜事呢 现在 文海姑爷又回来了 他只能想个办法 回婚 别把文海姑爷给支走 你就得嫁给老姚家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只有一条出路 你说什么出路 今天晚上没事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机会 你去见一见文海姑爷 你们俩海市山盟 您不有钱吗 多带点金银财宝 您俩私奔吧 跑吧 那我们上哪去 哎呦 这么大个世界 哪能没有容身之地 你们到外头 不愁吃喝 过个三年五载 或者再生个小孩 你们再回来 到那时候生米 做熟了饭了 老爷不答应 也得答应 你就管不了许多了 只有这条路可走 预估一开始不同意 但是辗转反侧 思索再三 你想只有走这条路 好吧 背着爹不知道 收拾了金银细转 带着应用的东西 打了个小包 小秀给帮忙 看看有没有人瞅着着 作为监视吧 陪着姑娘 到了东跨院 姑娘看看 左右没人 过来敲门 睡了吗 屋里有人吗 单说这曹文海 曹文海在屋里坐着 能瞎琢磨呢 哎呀 明天我这岳父老泰山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我先把我爹的关酒 运回园记呀 这事我得办到了 不过 我看老人家面带不悦之色呀 他究竟心里 他是怎么想的呢 一开始他没事溜达 到前院一转悠 一看那些仆人们 张灯皆彩 又铺地毯 他心里还想 哎呀 哎呀 老岳父真神奇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呢 大概给我准备婚礼呢 要召集我跟玉姑完婚呢 不用我费心了 但是呢 又一琢磨不对劲 他怎么知道我这阵回来了呢 莫非他另有打算 这心里是七上八下 正在睡不着叫胡思乱想的时候 有人敲门 他把门开开了 你看 一个大姑娘 玉姑长得漂亮啊 跟天仙相似 他不认得 方剑年代啊 结婚也好 搞对象也好 没见过面里有的是啊 你是何人 我就是玉姑啊 你可是文海相公 是我 我就是你未来的妻子 呃 夜之间你来死作甚 有话咱屋里去说吧 曹文海一咧嘴 男女受受不轻 一间房里 两个年轻的 多有不便 哎呦 你念书念成书呆子了 没有急事 我能来找你吗 玉姑不管不顾 进了屋 反手把门关上了 这就靠近文海 文海啊 你凭我详细的到来 呃 呃 有什么话 你紧早快说 叫其他人看见 多有不便 文海 你凭我从头到尾 详细讲来 父亲张百万 贤贫爱父 女儿预估 却不改初衷 等待他们的 又是怎样的命运 敬请明天收看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行目一拍 说故事 太原奇案 第二回 前文书 咱们说了 玉姑姑娘 听了小秀丫鬟的话 觉得有理 不避风险 豁出去了 闫夜之间来找曹文海 要商量着两个人要私奔 可进了屋了 跟文海一见面 文海呀 有点不知所措 他是个读书人 很斯文的 夜半三经天 来个大姑娘 男女二人同处一室 觉着不合理法呀 居居数数 多多闪闪 玉姑一看 赵直说吧 就跟他讲啊 我父亲态度坚决 不同意咱们的婚事 他是前贫爱妇啊 变了心了 肯定得把你撵走 我呢 决心不变 生是老曹家的人 死是老曹家的鬼 我跟你是相依为命啊 为今的上策 就是咱两个人私奔吧 我跟着你 咱走吧 哎呦 曹文海从来没这种打算 听完之后是大吃一惊 诶 使不得 使不得 咱们上哪跑 这犯法呀 我拐带个姑娘逃亡在外 这叫官府知道 我得蹲奸坐狱 鸣声扫地 使不得呀 使不得 还来这套呢 哎呀 欲估一听 急坏了 急得知跺脚 现在不走 一会儿走 可就晚了 一旦让我爹知道了 那还了得吗 快点走吧 咱们叔说简短 他们两个人的话说了不少 最后 把曹文海还真就说动了心了 要这么一说 也罢 使也 运也 命也呀 这真是这句话了 好 我随着你咱俩私奔 他也没什么东西 姑娘提着小包 两个人互相搀扶着 离开东跨院 不敢走前门 从后门溜出去 跑了 深更半夜呀 那年月没有电 一到了黑铁 一团漆黑呀 冷风嗖嗖 两个人觉得有点害怕 心都提着嗓子眼 往哪跑啊 离开太原城 越远越好 结果到城门这一看傻眼了 城门紧闭 那年月到了时候开城 到了时候得官城 而且有熏耕下夜的 管理得非常严格 俩人一瞅道路空空 就咱俩 这叫官府查夜的发现了 这还了得 出不去城可咋办呢 这一晚上怎么过呀 后来 玉姑想起来了 这么办吧 有主意吗 你别着急 我姐姐金姑 住到北城 不如啊 上我姐姐家 暂住一夜 明天开了城 咱再走不迟 如此甚好 拐弯抹角 穿街过市 到了金姑家了 咱前文书说了 金姑守寡 一个人过日子 等到了门外里 有个小院 赶紧扣门 哗哗哗哗哗哗哗 姐姐开门呐 姐姐开门呐 叫了好半天 这金姑啊 这才答应 谁啊 谁砸门呢 呀 妹妹啊 这么晚了 你不睡觉 你跑到我这来干什么 出什么事了 姐姐 咱爹 毁昏了 不同意 我嫁给老曹家 我不愿意 我们爷俩发生着争吵 今天文海也到了我们家了 我跟着文海 一同私奔呢 我们打算离开太原城 原本他乡 但是城门关闭 我们出不去 借姐姐的宝地 我们站住一晚 明日就走 啊 哎呀 我说妹子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们两个人打算私奔 这老爹爹知道不得气死啊 妹子 我不能给你开门 为什么 你想想啊 城门关着 你们出不去城 爹知道你无处投奔 只跟我最亲 肯定一会儿发现 没人了 得找来 头一个就得找到我家 我这不保险呢 一旦在我家 把你给找着 连我都受到猪脸呢 妹子 不是姐姐不同情理 我不能开这个门 你们找个地方去待着吧 不行啊 不行 姐我求你了 不行不行 别说了 我不能开门 广当 把房门也关上了 欲估求了半天 姐姐不答应 俩人傻眼了 那怎么办呢 那找个地方 先避避 先避避风 蹲一晚上吧 两个人就在街上游望 咱战 他答应我怎么答应 我怎么答对呢 无论如何 我得把他抠走 我就去掉 我就去掉这块心病了 他心里琢磨 也睡不着觉了 晚上出来看一看 转悠转悠 他就琢磨算了 这话早晚要说 何必等着明天 今天晚上有的是时间 我就见着曹文海 把这话都跟他说出来 天不亮 就叫他走 人就得了 对 就怎么办 他到了东夸院 一看 屋门开着呢 文海 文海 灯掌着呢 推门一进屋 没人 我这小子 晚上不睡觉 跑哪儿去了 他离开这 左倒右找 没找着 然后转来转去 转到玉姑的房门外头 玉姑 睡没睡 玉姑 推门进屋一找 玉姑也没样子 再看箱子盖开着 少了不少东西 小秀 把丫鬟给叫起来了 小秀装疯卖啥 老爷 什么事 你家小姐呢 睡觉呢 胡说 房中空屋一人 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啊 我都睡迷糊了 快帮着找找 前院后院一找 没有 张百万明白了 啊 哎呀哎呀 莫非他们 私奔了不成 跑了 你要跑了 我如何交代 老姚姐管我要人 我怎样答对 哎呀 他是火壮 顶梁门 来人哪 你叫长工短工 家人 仆人 来了二十多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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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快点帮着我找人 你家二小姐丢了 那 那 那个文海也没眼了 帮着我找 哎哎 扁着灯笼 哎 这开始就找开了 这找 那找 张百万一琢磨 这时候城门都关了 他们肯定离不开 那么他能上哪 偷奔去呢 不用奔 肯定上金箍家里去了 他们家俩关系不错 我就到金箍家里去找 一拐弯 到金箍家了 开门 金箍开门 好半天这金箍啊 穿好了衣服 这才把门开开 一瞅怎么那么多人 别是怒气冲冲 金箍 你妹子来没来 哟 你瞧你说这话 这么晚了 她上我家来干嘛 不来 不可能吧 我进屋看看 别您还不相信我 我谁都不相信 我亲姑娘我也不信 金箍一瞅没人 走 好 这些人 前院后院 积了嘎揽 搜了个遍 老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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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能上哪去 莫非他泪声双翅 飞走了 不成 嗯 嗯 他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屋里啊 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 只有一个大柜 这大柜 挺宽 慢说装俩人 藏仨人都行 上到上司所呢 张百万心眼多呀 心说金箍啊 金箍 你跟我耍小聪明 肯定你把这俩人藏在柜里头 金箍 你啥干 把这柜子打开 我要检查 爹 这柜子无论如何 您不能开 为什么 这柜子您忘了 是我成亲的时候 娘的送的陪送 我丈夫死了之后 有些纪念品全存放在里边 我从来不轻易打开 再说前些时 我一时不慎 我把钥匙还丢了 打不开 什么 明明你心里有鬼呀 给我打开 仆人望上一闯 金箍死活 不离开这地方 张百万 你看几眼了 哈哈 不在这打 给我抬回府去 把这柜子给我抬回里去 手下人能不听吗 七手八脚 把金箍拽到旁边去 把这柜子拿绳子花上了 人多好干活 抬起来还真沉啊 呼呼悠悠 抬到他们家去了 金箍在后 都是连喊带叫 喊破嗓子也没人听 没办法 眼睁睁瞅着 把大柜抬走了 等到了张府之后 进了院来 柜子放在大厅之上 张百万往中间一坐 把这柜子给我整开 整开 那锁头还不好办事 没要是没关系 一榔头 把锁头打掉了 把柜开开看看 啪啪啪 把门给打开了 众人散目望柜中观桥 不瞅则可 愈瞅 哎呀我的妈呀 下的是魂飞魄散 熏悠一触即放 善恶一面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范 真实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巨献 玉姑和文海 为爱情出走 投奔姐姐 未被收留 张百万老奸巨华 寻人未果 却另生一斗 一个可疑的柜子 一个狡诈的念头 玉姑和曹文海 到底藏匿何处 柜子的开启 又会揭开怎样的秘密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第二回 正在播出 你说这个张百万 命人把柜子给打开 认为着 曹文海 肯定在这柜子里头 玉姑肯定也在柜子里边 结果打开一瞅 这俩人全没有 有人没有 有 里边有个死和尚 众人一瞅 卖 我这怎么回事 张百万下得好 学妹趴在地上 哎呦 脑闻的汗就躺下来了 这这这 这这 这怎么搞的 这这 怎么在我大姑娘家里 发现个死和尚 这和尚怎么跑 归离他去了 哎呀呀呀 简直是一百二十个问号 但是咱们说过 他不傻呀 张百万一琢磨 想起来外头有些风言风语 说他大女儿 虽然手我啊 并不怎么老实 有时候干 不是那么回事 一旦被官府发现 追击根源也得找到我头上 不能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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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办呢 家里个个死和尚 这这这 哎呀 这张亮张百万真不傻 脑瓜一转 记上心头 有了 有主意了 一键双标的好主意 怎么办 我都答应了 后天人家来娶亲 我丫头跑了 我没法答对 我就说玉姑 抱病而亡 死了 其实呢 玉姑现在是下落不明 我就拿这和尚 假扮成玉姑 这不就好办事了吗 哎 我也不扔 官府上哪知道去 哎 就是我们家里这些人知道 想到这 他吩咐一声 各位啊 我求各位了 大家辛苦辛苦 赶紧把灯笼什么都摘了 洗汤 变成灵堂 大棚吧 准备灵堂 就说你家 二小姐 抱病而亡 去去去 到下院的控房 把我 存的那口棺材 抬了快快 抬了抬 谁棺材里 快快快 把他塞到棺材里 棺材盖 别盖啊 快快找到这 把胭脂粉找来 给他蹭蹭 化化妆 整整容 你说这一抹 不能好看得了吗 口红 也抹歪了 脸上抹了一下的怪粉 还给描描眉 简直是个活妖怪 我这和尚 都塞到里边 棺材盖 别盖啊 别定 老姚姐来迎亲了 我一说死了 人家背不住 开关验尸 人家要看一看 啊 好了好了 这路忙活呀 忙活了大半夜 嗯 张百万这心的 多少放弃点 咱们跟真事一样 把那白纸挂上 另外到附近的庙宇之中 请和尚老道前来诵经 越热闹越好 哈喽 时间不大 和尚老道也请来了 请来之后开始诵经 棺木搭到灵堂之上 喜堂转眼之间变成了灵棚啊 你说这些人呢 这折腾 出来被请来的和尚老道挺认真 身披袈裟 手拿法器嘴里的人 念念有词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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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张百万也快六十的人 夹得住这个大金 精疲力尽 你们在外的看着 我休息片刻 脑袋都要激烈了 他回到屋里去休息去了 来个家寝 其他的人一看老爷不在了 能偷懒就偷懒 东倒西外回屋全去歇着去了 灵堂之上就剩下一波和尚 一波老道在此诵经 下半夜还起了疯了 阴风惨惨 怪事出现了 怎么出现了 就听这声 嘎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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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那老道正诵经 心说什么声这是 也不敢念了 那些和尚也不敢念了 就往那棺材那瞅 一瞅那棺材盖 动了动 蹦了蹦 往旁边一拧 里边冒出一个人来 这人这一出力不要紧的 全家人可吓坏了 和尚老道一走 妈呀 诈尸了 快跑吧 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 那和尚不死了吗 怎么又明白过来 究竟这和尚是谁呀 怎么跑到柜子里去了 要不说 这事咱得交代清楚 还得从啊 这金箍身上说起 这金箍啊 别看守寡 守不住 那说就是光明正大 找个丈夫就得了呗 又怕逼无人 过去有那么句话 好马不配 双安颤 猎女不嫁 二夫男 往前迈一步 这是个男事 怕街坊邻居笑话 但是又守不住 生性的风流 说来也凑巧 在他丈夫死去 一周年的时候 要做点法事 超度超度 就请他们本城大爵寺 这个没有啊 挺大挺大的 有好几百和尚 在大爵寺 请了一拨僧人 前来给超度 这僧人呢 来了二十个 领队的这个和尚 名字叫托凡 这托凡呢 据说经文凭 精通 还是个小头目 长老叫袁通 长老上年纪了 不出头了 就派这个托凡 领着一拨人 前来送经 托凡 长得个儿挺大 挺魁伟 二十六七岁 长得也不错 通过这次诵经 跟金箍接触了 两个人是眉目传情 打热之后啊 两个人偷偷的来往 是越触越热 越触越热 没想到 奸情 出了人命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 天天在发生 家世国事者 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太原奇案 第三回 书接着上文 大爵士的托凡和尚 跟这金箍啊 私下里私通 这样叫边儿指的 笑掉大牙 官服也不容啊 你说你脾心掉胆 干这干嘛呀 这就叫色胆包天 奸情出人命 这个色胆 比什么胆子都大 偏巧多日 两个人没聚会了 哎呀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 这托凡找了个借口 跟师父请了个假 说我办点私人的事 十指夜不归宿 来会金箍 你说怎么那么巧 两个人刚躺下 去休息 外的就砸门 砸门来的是谁啊 曹文海 玉姑 先是来砸门 把他们给吓坏了 为什么金箍 迟迟的不开门呢 屋里那有个和尚 怎么开门呢 还没法说 知知误误 想了个折 把妹子妹夫给打发走了 过一会儿还没等高兴呢 哎那又砸门 他老爹又来呢 情急之下 没地方藏和尚 就把这托帆 塞柜里锁上了 你想啊 那个古代 这个木质相当好 做工相当精细 是严丝合缝 时间短了还行 时间这一长 门一关一锁 挺大个子 在里头窝巴着 他缺少空气 那能受得了 因此这和尚啊 就背过气去了 昏厥在里边 抬着柜子 抬到老张家 到那块打开之后 一看是死和尚 谁也不知道 他出身来历 就这么的 给他化上妆 穿上女人的衣服 给他登上小鞋 塞不到棍子里头 结果这时间一长啊 他还过来了 等醒过来之后 觉得怎么 这身上这么难受 怎么这么紧 用手一摸 怎么这么狭窄 这啥地方 莫非我还在柜子里 他呆着不成 用手往上一捅 能动很 他一使劲 把棺材盖给脱开 直起腰里 透透空气 他这一挨 哎呀不要紧 别人都以为他炸了尸了 一瞅他那打扮 吓人不吓人的 活腰鬼一个 哇 全吓跑了 谁胆子那么大 不吓跑 哎呀 这和尚一看 没有办法了 墙摁着棺材帮 从里边出来 跳到地上 活动活动 筋骨 他一琢磨 这怎么回事 这啥地方 还有林鹏 后来的事 他不知道 他又一琢磨 不管怎么说 我见了 见不得人的事 我做出这种事里 一旦叫我老师知道 清规戒律 我也受不了 按照我的所作所为 就得活活把我给烧死 这叫官府知道了 啊 我私自勾结 民间妇女 做出这种 见不得人的事 也处罚的 清不了 三十六计 走位上车 我跑吧 一开始 门他都没找着 那个说 找不着北了 就这么回事 真找不着了 心慌意乱 好不容易 把门找着 他跑到街上 天还黑着 大街上是冷冷清清 空无一人 他往哪跑啊 找他这庙大厥寺 没说人慌实质吗 神志都错乱了 怎么找他也找不着了 哪趟街 哪趟胡同 他也摸不着门了 他心里又着急 又渴又饿呀 哎 他钻进了一条胡同 抬推开 那点着灯呢 好像有人影晃动 心说我要张着胆子 打听打听 大爵士在哪个方向 我好回去 他顺着灯光 他就来了 到了近前 一看热气腾腾啊 有一位老者正在做豆腐 老者正在那忙活着腰里系着围裙 小个不怎么高 和尚就来得近前了 老人家 老人家 我心一碗豆浆喝吧 您行个方便吧 这豆房谁家开的 本宅的主人姓墨 老墨头开的 老墨头从小家里就穷 也没给他起个名 大伙都管他叫墨老五 现在上了岁数了 大伙都管他叫墨老头 就是老墨头 老墨头就两口人 老伴死了 领着个姑娘相依为命 姑娘叫小蓝 哎呀 做豆腐这活不是人干的 太辛苦了 家里没钱买不起驴 还得人去拉墨 做了豆腐 早早的还得去卖 一天到晚 辛苦之极啊 老墨头困得迷迷糊糊 正忙活着做豆腐 听见有人叫他 热戏腾腾的 他眼神也不记忆看 花了火哨 这是谁这是 这是个女的 女的长得不好 个儿太高 生儿太粗 老头迷迷糊糊 你倒仔细看看 要豆浆喝 有的是 拿瓢 崴了一瓢 喝吧 不够这儿还有 多谢多谢 和尚端过来 蹲蹲蹲蹲 喝这豆浆 这一说话不要紧 把姑娘小蓝给惊动了 小蓝也帮着爹干活 做豆腐 一听这谁啊 这么早来要豆浆 漂莲出厉害 吓了一条 我去吧 这不闹鬼了吗 这不是妖怪吗 这什么大的呢 这是 姑娘啊 别他爹眼神好 拉着他爹 把他爹叫的礼物去了 爹 您注意看没 今天晚上出了怪事 啥怪事 什么怪事 您从来的那是人呢 那是鬼 我看不清咋的 我看就是个女的 什么女的 那不是老爷们吗 女的哪能长那么五大三粗的 另外他脸上还抹那些粉穿的衣裳是女的 这不是怪事吗 爹 肯定不是好人 不定在哪做了坏事了 咱们应当到官府去举报 老没头一瓶 丫头 算了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他爱是啥是啥 跟咱家有什么关系 咱有那时间还多做点豆腐 多卖点钱 到官府那事就麻烦了 还得叫你作证 还得出具手续 咱耽误不起 算了 他喝完他就滚了 他爱上哪上哪去 爹 您说错了 一旦他是个歹徒 早晚散烂 官府追究起来 追来追去 就就在咱们家了 您给他豆浆喝过 您不也得受猪脸吗 您说是不是 天下人管天下事 能不管吗 哎呀 要都说得有理 那么你说怎么办 出去 好好盘问盘问他 究竟他是何心 凶险一处激放 善恶 一面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暗 真实的恩怨情愁 南辩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俱献 托凡和尚从昏迷中醒来 跌跌撞撞 跑到老墨头的豆腐房 老墨头 与孙女 见他穿着怪异 举止慌张 要拿他报官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 第三回 正在播出 老墨头一听啊 姑娘说得有道理 老头也来了勇气了 从来没横过 这回也横起来了 为了胀胆子 一伸手 把桃灰爬吵起来了 拎着桃灰爬 到了外间屋 鼓了半天勇气 呆 这下把和尚下一哆嗦 豆浆也撒了 你什么事 我说 你什么人呢 深更半夜 放觉不睡 你的穿着打扮 这跟怪物有什么区别 你叫什么名 你哪来的 你要上哪去 你给我讲说明白 不然的话 我把你送交官府治罪 哎呦 和尚一听这话 吓坏了 哭通就跪起来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啊 老人家 你行行好吧 千万别送我到官府啊 我是个好人啊 我是背屈 憾怨 遭人陷害的 他敢说他那事 他编了个瞎话 老头就问 谁害你了 我不便提他的性命啊 不害我 我能有这身打扮吗 你说怪不怪 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我叫人陷害的 你就高抬跪手 把我饶了吧 姑娘也出来了 胡说八道 谁害你了 你说 究竟他是张三是李四是木头六 说 谁害他 不说清楚了 你今儿子走不了 非送你到官府不可 哎呀 小姑娘 行个方便吧 对 和尚啊 也不傻 低头一瞅 摸了摸 哎呀 戴着这什么玩意儿 这是 这身衣裳闪闪发光啊 张百万家有钱啊 零罗绸缎 想起来 饶人家这么办吧 愚人方便 自己方便 你要能把我饶了 看见没 我带着 穿着 我全给您 您也姐姐穷 就这些医生 我估摸着 怎么也能卖几两银子 我全脱给您 你看怎么样 我现在就脱 开始往下扒这衣服 这老木头啊 爱小 你看这人的爱小的有不少 老木头一瞅 我们家这么穷 他穿的这么华丽 这衣裳的确能支俩钱 我卖豆腐 我能挣多少钱 这点衣裳真要到集市去卖啊 少说也得卖五两银子 嘎点肉 我们爷儿俩就结结馋 就同意了 那您爸爸 和尚一天高兴 左一层右一层 旗套全扒下来了 鞋也脱下来了 帽子凤冠也摘起来 都给您 这都给您 您把我饶了 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我光这个膀子怎么上街 您的要有衣服 能否给我找一套 再给我找双鞋 我不嫌破 怎么的都行 老木头一算 或换或两头乐 我那都是破医生 不值钱 行 你等着 进里屋把柳条包打开 找出了一套最破的 他个儿小 那医生又破 拿出来又找了双鞋 这双鞋还是有人送给我的 给你了 穿上吧 谢谢谢谢 这和尚强巴巴把这医生套上 您说他驼那么老大 穿这小衣服能受得了吗 但是古人他衣服都宽大 您没看吗 都跟那袍子一样 勉强的也能穿上 这鞋虽然不跟脚有点小 也能对付上 脚趾子在里头 圈圈着 他也蹬不上 谢谢谢谢谢谢 我走了 他走了 老木头望着他的背影 走了 那哪来的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还出来这种怪事了 丫头 该睡觉睡觉 该干活干活 单说这和尚 这脱帆走的街上 一变方向 哎呀呀呀 这不是大爵士吗 就在眼前呢 我怎么方才转了向了呢 这这变过向来了 别走前门 我转后门啊 快走 他一拐弯 奔后不转进去 这后门不远 有一眼井 这井啊是公用的 附近的居民都上这来大水喝 他到了井旁这 他一瞅 前面有个人 他就大吃了一井 学业的吧 这要把我撞起可了得 他找个病人就藏起来了 再仔细看 无象下业的 一个人站起来 蹲下蹲下 站起来 那干嘛呢 哎 他心里好奇 但这个路他非走不可 偷偷摸摸到了进前 他一看呢 这才明白 一场虚惊 闹了半天 那黑影是个女的 这女的干嘛呀 先脱袍子 后解裤腰带 在这小便 就在这井边 在这接手呢 像那个 你藏一会儿 这女的走了 你不就回庙了吗 没说这和尚 太可恶了 太不是东西 他一看 认出来了 这不是雕士吗 卖猪肉的 王屠户的老婆呀 我认识 离这庙不远 这小女人长得挺标致啊 又一想 今天晚上 我跟金姑约会不成 给搅了局了 拿这小女子 开个心 可也不错 还是那句话 色胆包天 你说哪有那份闲心呢 什么结果眼 多大的压力 他还想着这事 就这和尚真不是个人 偷偷摸摸 到了这女子的金钱 看看左右没人 哎 拦腰把雕士给抱住了 把这雕士吓得红 红飞天外 撒手你什么人 来人哪 有贼了 来人哪 深耕半夜 又朝神一喊 和尚也嗨了啪了 但是就是没撒手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 又来个人 这是谁啊 杀猪的屠户 王屠户 雕士的老爷们 丈夫来了 这王屠户起了个大早 扛着半袋猪肉扇子 带着所有的家具 刀了等等等 起了身了 走了半道 一摸 忘带秤驼了 没秤驼怎么要肉 一想回家取秤驼去吧 一拐弯回到井边 一看 谁跟谁打仗 到进前一瞅 自己的老婆 正被一个人抱着腰带 撕了 他一件是火壮饼梁 过去就是一拳 哎呀小子 这一拳把和尚打个仰不差 也撒了手了 他过去是连踢带打 还要想 我叫你不做人事 我叫你不做人事 其实呢 打两下的出出气 和尚一跑也就完了 没想到他媳妇雕士 在旁边给浇油 你呀你呀 天生的是软盖的你呀 你迟早有一天 非得戴绿帽子不可呀 媳妇好 学没叫人糟蹋了 你就这么没能呢 我嫁给你 我真瞎了眼了 你分什么节骨眼啊 有那句话 家有贤妻 男人不做横事 你得劝解劝解就算完事了 又没发生到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他这两句话不要紧 火上泼油 王屠呼一听火 当时撞的饼梁 对 说的太对了 今天我不杀了你 我这口气我出不来 一伸手从皮搭子里的 把刀拽出来 你想想 切猪肉的那刀得多快 分块分块 都沾手 他杀猪 他又有胆子 过去 轮起刀里 再载着 扑就这一刀 真没想到 七刷刷把脑袋也砍掉了 和尚的脑袋咕嚕 咕嚕到景艳旁边 死尸栽倒在壁 人也死了 王屠呼也卸了神 盼了人命了 博弼吗 这可如何是好 顿时脑袋冒了汗 要不说人 一口气一上来 不管不顾 等这事情发生了以后 出了人命了 当时卸了神 这怎么办 仰看片要亮了 这死尸啊 哎 王屠呼一看 正好有一眼井 算了 来个水葬吧 把他扔到井里就得了 拎起和尚脑袋 砰扔井里了 两口子抬着费劲 周这时就 肉棒 扔井里下来 快把这血迹擦擦 他们拿脚 躺着这土 把血迹擦里擦 忙活的通身是害 肉也不卖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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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知鬼不觉 这事就算过去了 回到家把门关上 他俩面对面坐下 这心跳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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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命 那是说着玩的 什么叫人命关天 旧社会 新社会 除了人命都不是小事 他俩走了 天亮 天这一亮 老百姓过日子 头一件事 开开门 先上厕所 而后 到马桶 到尿盆 全收拾完了 就得打水吃饭 这打水的人 陆续的就到了 拿着什么家事的都有 到了警棚上 排着队 开始打水 有的人没介意 还没睡醒 打满了之后 看了看那水 天亮了 诶 这水今天这颜色 有点不对劲啊 有人提鼻子 闻了闻 嗯 闻了怎么股腥味 是啊 不对劲 第二个打水的人 打完了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这更浑了 我这水出什么毛病 有的人多了个心眼 扒着个井 研就往下看 诶 经历有东西 经历有东西 是吗 大伙一看可不是 什么东西不知道 快快快 拿猪肝子下 拿钩子 拿什么的 多事的人 一下聚了一百多号 七手八脚 捞出来了 捞出来了是尸体 没脑袋 把大伙下去 闪出多远去了 我 我这谁啊这是 脑袋哪去了 人命关天 得马上禀报官府 到了太原府的知府衙门 这知府大人姓胡啊 名字叫胡班 老百姓恨他 给他送个外号叫胡干 这胡的八图这么过 到这就报了案了 这胡的老爷一听什么 人命 就在大爵寺不远 这还了得吗 带着五座三班人 赶紧给我搭腾 到现场前去勘测 看一看究竟死者是何许 人也 他马上要去验尸 接着说太原奇案 必四回 真正的杀人凶手 是这个王屠户 王一刀 其实事出有因 这和尚太不地道了 按老百姓的话说 罪有应得 但是杀人还是不行的 人命关天 你有什么权利杀人 你是官府吗 那还有点法计吗 所以把人杀了 他们装好人 回家里躲起来了 咱说了 打水的人发现了 一瞅是有尸体 那能藏着吗 报官了 胡知府立刻到现场验尸 三班人一拍开了 把场子打开 支县大人就坐之后 看了看 把尸体搭过 尸体搭过来一看 齐刷刷的没脑袋 人头何在 恐怕还在井中 继续打捞 废了半天镜 把和尚脑袋打捞上来 一对茬 严丝合缝 他本来是原来的二人们 哎呀 直线心说话 这怎么回事呢 他心里琢磨着 死人口里没有招对 你问他 他也不会说话了 开始认识 有人发现这是个和尚 你看脑袋上还受着戒呢 哦 庙里的和尚好办 这不远就是大爵寺 把大爵寺这方丈找来 把圆通和尚找来 老和尚下去抖一耳战 阿弥陀佛 大人在上 小僧有礼了 你就是这庙里的住持 正是 你们庙里多少和尚 四百三十二人 有没有失踪的 有几个有事 没回来 不知道他们都干些什么 你犯了实质之罪 住持住持 你不管不问 揉揉眼睛看一看 他是谁 是不是你们庙上的 是 谁瞅着不发肾 袁通老和尚看了半天 认出来 是我们庙里的 名字叫托凡 托凡 就他还托凡呢 怎么叫人杀了呢 他表现的怎么样 不太好 这人偷着喝酒 偷偷摸摸 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本寺正想把他开除 没想到在这个结果眼上 出了这种事 昨天晚上他又夜不归宿 到哪里去了 不得而知 好了 既是你庙上的人就好办了 登记 旁边给登上记了 谁杀的 凶手谁啊 下一步给缉拿凶手 上哪找去 这案子太挠头了 胡的人也犯愁了 但是他有经验 把他的衣服扒掉 鞋脱下来 搁在当街 找人指认 看看有人认识没 如果说对了 指认清楚 有赏 衣服鞋子 摆到当街 那敲着锣 都过来看一看 有没有人认识这衣服 这和尚他穿的是和尚的衣服 这是怎么俗家的衣服 这人们就围着看 不认识 没见过 就这破衣裳谁家的 还这鞋子 小鞋不大 谁家的 议论纷纷 真有这多事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挤出人群 各位接光接光 我看看 我看看 把鞋 把鞋拎起来 这鞋是我的 我送给豆腐房掌柜的老木头了 就这双鞋呀 这余生好像也是我们家的 也是送给老木头的 当差的在旁边一听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认识 认识 去跟大老爷回话 这个人来到大老爷进前 双膝跪倒 回老爷 小人认出来了 这鞋和衣服都是我的 你的 怎么穿的和尚身上 不是那么回事 您评清楚了 这衣服啊 去年我就送给人了 送给豆腐房的老木头了 因为老木头人缘不错 经常上我们家送豆腐 另外呢他太穷了 我把穿不了的衣服就送给他了 你看这双鞋也是我送的 那里边还有字 我姓王 那里边还有王字 所以我只认清楚了 是吗 有啥 给了一吊钱 你不要走啊 还要等着传讯 是是是是 老木头究竟干啥呢 豆腐房的掌柜的 穷鬼一个 去 带老木头 这顺藤摸瓜呀 老木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送完了豆腐回来 刚要传传信 当差的来了 那这儿当差的如狼似虎 拿着链子不管不顾 谁叫啊 莫老五 我就是 你就是豆腐房的掌柜的 正是正是 官司犯了 走吧 花了 把锁链套补的上 各位 我身犯何律 法犯哪条 见官再说吧 哪那么多废话呀 走走走 跟我们说不着 连牵着再批再打 把老头带到现场 老头下的都没卖了 长这么大 没打过官司 没见过官 一看大老爷在那坐着 赶紧双膝跪倒 老爷在上 小人磕头了 官看了看 就他呀 杀人凶手 不信 他心里有数 小个不高 还有点驼背 六十多岁了 胡子邋遢的 比那要饭花子强不多少 面带慈善 心里头有数 嘴不能那么说 你就是莫老五 正是小人 我问你 你做了哪些犯法的事情 因何大物商人命 贪财 害命 还不从事招来 你说些啥呀 我没听过这词 我多子也没贪过财 我是小本生意 讲本图里 胡说 带回雅蜀 再审 来了 不容分说 带回府雅 把老木头给带走了 老木头的姑娘 得着劲儿也跟着来了 哭哭喊喊 冤枉啊 冤枉啊 我爹犯了沙发了 没人理他呀 尸首 叫庙上的圆童和尚 林辉 爱往哪儿来 往哪儿来 到了雅蜀之后 再次升堂 这平堂的人老了 胡大人升座公位 然后把老木头带上来 老木头都尿裤子里头了 战战兢兢 一到堂上一瞅 列摆着各种刑具 他吓人啊 老爷我冤啊 还没问你 秘密就冤了 我问你 燕河道场人命 为什么把和尚给杀了 还不从事招来 说 老木头是实在人 大人容领啊 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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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不会说瞎话 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 郭儿听完了 哦 换的衣服 哦 你把他穿的套衣裳 你留下了 那些衣裳 你给他穿的 你穿的那衣裳和鞋 还是别人送给你的 一点都不讲 起丧 到老木头家里头了 把柳条包一打开 那包还在那搁着呢 把这包取出来 往公堂上一线 郭儿打开 这么一丑 金光灿灿 凤冠狭配 呵 除了愁就是段 这这边可支点银子 老木头啊 甭问 你是建材起义 一定是你看着这好医生 你动了心了 你把衣服给扒下 然后把和尚给杀了 这叫杀人灭口 还不从事招来 哎呀 大人怨啊 我真没干这事 到底你干没干 我没干 打 把老头拉下去 打了二十下 把老头拖上来 都跪不住了 疼得浑身立斗 汗珠都把这只躺 老爷我怨 还怨 到底你干没干 说 不说 再打 别打了 别打了 老木头天生的胆小 一看平行不过呀 那多是样子 打完板子 我不知道棍子 棍子不知道有压杠子 压杠子不知道 还有夹棍 夹棍不行 还有头弓 那玩意把火活活的折腾死 老头一害怕 我知道 第一句我秃财 他看命我杀的人 你早这么说了 免受皮肉之苦啊 是你杀的 我杀的 既然如此 拿什么杀的 凶器何在 你说啥 拿什么杀的 你能拿手吗 怎么把脑袋剁下来的 凶器呢 老木头一看还坏了 这事无论如何也交代不清 知府了解 和尚所穿衣服为老木头所有 随即将其押戒回府 公堂之上 县令急于结案 失以酷刑 老木头难忍刑罚 驱打成招 老木头的命运又会怎样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 第四回 正在播出 你说这官 顺藤摸瓜要凶器 哪有凶器啊 老木头也没杀人呢 怕挨打胡说八道 我凶器拉到家里他了 就是我们做菜用的菜刀 去 把菜刀拿来 时间不大拿来了 活儿一看 就一咧嘴 就这菜刀啊 连白菜都切不动 这玩意还砍倒他 得砍多少下能砍下来 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那这一点甚多 那这事你们就这么定啊 没说吗 他叫胡搬 平常叫胡干 这国儿心里都清楚 这事太棘手了 我哪有时间管这些事 既然他都招任了 凶器就凶器呗 人证物证凶器也有 我还管那事干嘛呀 他承认就得呀 马上入库 马上入库 画押 驱打成招 旧社会啊 那监狱里的被杀的被关的 屈往的人的多的是 你不认为这打你受不了 这个刑你挺不过呀 就得招任 定成死罪 压起来了 把所有的东西 衣服 菜刀 底案 全都入党 然后修工室申报刑部 刑部得下批文 要处展量刑并刑 官可以提出意见来 看上的批不批 要并成死罪 就是秋后处决 压入死丘劳 这个事就惊动了 太原府 四乡八阵都知道了 人们成为新闻了 街头相议 听说没听说 什么事 老木头斗房的 是杀人的凶手 他谋财害命 别瞎掰 那老头连鸡都不敢杀 还敢杀人 那可那么定的呢 那谁知道是真的是假 也传到张百万耳朵里头 这张亮张百万得着心 张百万心里头痛明白 我们这 那天晚上说诈尸了 柜里他有个死和尚 我这死和尚 叫谁给杀了 这官怎么这么断案呢 这是一塌糊涂啊 胡大人 胡的人 你真糊涂至极啊 但他心里明白 他嘴不能这么说呀 乐得家里都平安无事啊 但是他又想起姑娘来的 问他姑娘事到如今烟空心苗 逃到哪儿去了 姑娘哎 快回来吧 爹疼你才这么做的 爹怕你受苦啊 我的女儿啊 心如刀绞 还得了一场病 那么翻回头来 咱们再说 姑娘玉姑 这玉姑跟着未婚的丈夫 两个人逃亡在外呀 哪儿跑啊 在街上转了一晚上 城门开了之后 离开了太原府 到了荒郊野外了 能跑出去几十里面 又困又怕是又乏呀 到了个小树林 两个人坐下来 坐下之后呢 是哀声叹气啊 哎呀 姑娘啊 双腿都疼痛 寸步难行 就问未婚的丈夫 你说说咱们让上哪儿去 我哪知道 你出的主意咱逃走啊 我无处偷奔 哎呀 光在外的这么漂流着也不行啊 咱得找个地方安身立命 是啊 现在大海茫茫 天地随大 没有我立足之地呀 哎呀 哎 这姑娘突然眼睛一亮 在怀里摸了摸 欲姑就问她 你摸什么呢 我想起见证 我这还有封信 掏出一封信来 把这信掏出来之后 折射巴巴的 打开了 看了看 高兴了 有地方偷奔了 有了地方了 你认的字 你看看这封信 这是我爹临死之前 给我写的 一方万一的 姑娘拿过来一看 明白了 父亲哆哆嗦嗦 写的那字 不怎么端正 但是交来的很清楚 他告诉儿子 说你呢 回到太原府 去找你岳父老泰山张亮 叫他想办法 召集你夫妻完婚 完婚之后 叫他拿俩钱把我的坟 迁回咱的原籍 儿子就问他 爹 你想的倒挺好 这是一厢情愿 人心难测呀 万一我岳父老泰山 不答应不出钱 怎么办呢 我家产进绝了 我头奔何处呢 老头说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我跟你写封信吧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姓陈 叫陈公 这陈公啊 想当年的时候 跟我交情就默逆 人家走的是仕途啊 现在啊 在交城县当官了 你呀实在要没有办法 你就到交城县去投他 记住他叫陈公 我记住了 人家要不答应 不会不会 我们是生死之交 他肯定能帮忙 好嘞 当时啊 没拿这封信当回事 现在 有了用上了 这信始终就在怀里揣着 你看穷的那份 信没舍得丢 今天派上用场了 哎呀 预估看完之后大喜呢 咱就敢问交城县吧 还好在一样 他们有钱啊 姑娘家底挺厚 要献钱有献钱 要珠宝有珠宝 要金银有金银 一路之上吃吃喝喝 这天到了交城县 这玩意求人的勾当 没见过面 人家同意不同意 两说着 先找个起伙的小店住去 第二天 玉姑就鼓励他 你呀上点信 想想词 拿着这封信 你去求求成功 也许贵人能帮助咱们一把 找个安身之地也是好的 说得对 说得对 好 明天我就去找人去 哎 这点是平天由命 我相信 我爹说的话错不了 这个成功在我感觉上 那是个大好人 第二天吃饭了早饭 他就去投 陈宫 曹文海呀 仗着胆子 找陈宫去了 一打听了 陈宫了不起 现在是交城县的县令 七品大佬呀 哎 你看现在说起来 这七品之县 没啥了不起的 在封建年代那可了不得 那叫当地的父母官 执掌着生杀欲夺的大权 又叫白礼侯 那权力大着客了 哎呀他心里更担心了 这文海走到门上 犹豫了再三 最后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 说我有封信 要面交大老爷 我爹跟大老爷是过命的交情 门上人挺好说话 当当当当当 到里面送个信 时间不大出来了 老爷有话 让你里边去见 哎哎哎 还挺顺利 到了现代人的书房 进门之后 他往上一开 上面做个人 这人五十来岁 胖胖大大的 面带忠厚 穿着一身便装 因为现在不是声唐问案的时候 正是陈功臣的人 文海到了里边双膝跪倒 老伯在上 小只给老伯叩头 哎 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谁呀 我父亲叫曹山 我是他的儿子 我叫文海 哦 你就是文海呀 哎呀 当初两家穿换 我没少见你 我摸着你的头顶长大的 现在你已经成人了 好孩子 快起来起来 你爹可好 我爹 您看看这封信 就知道一切内情了 官把信拿过来 一看是大吃一惊 文海带着玉姑 投奔父亲生前好友 陈功 寻得安身之所 斗转星移 两年后 曹文海偶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故事 这能否揭开太原奇案之谜 敬请明天收看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太原奇案 第一 风生雨生读书生 故事偏偏在发生 家世国世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咱们接着说太原奇案 第五回 咱们正说到公子曹文海 拿着父亲的信来见陈母 这心里是咚咚直跳 忐忑而不安 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帮忙 为什么这么着急上火呀 人的地位相差太悬俗了 你看人家家称人质 朝廷的七品命官大权在握 我算的啥呀 逃亡在外呀 连个安身立命的地面都没有 况且说还背着官司呢 人家要不帮忙不就毁了吗 故此心里不安 真没想到 陈之县看完这封信之后 是泪流满面了 老头的长叹了一声 老兄啊 时也运也命也 没想到你怎么落到这不天地 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啊 可悲可惨了 然后他又说 温海啊 别看你爹不在了 咱的交情如故啊 咱要做子一辈 父一辈的交情 你找我来就算对了 有哪些为难招展之处 我一定帮忙就是 哎呀 温海一听这话 心扑通放下 心说 这县令大好人一个呀 像陈之县这个人 绝对是个大好人 这一收留了曹公子 温海高兴了 仗着胆子又说 老人家 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说吧孩子 什么事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带着我媳妇 哎 哎 关于为什么带 他没说 你要说逃亡在外 离家出走 这人怕人家心里他个样 这个事他隐瞒了 等将来有机会 慢慢再说吧 哦 你还带着家事 正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在亚蜀之中 有的是空房 先腾出两间来 让你们住着 啊 有吃有喝 你不必为难 接来接来 一句话 拍板呢 哎呀 这温海心存感激啊 这陈公还问他 孩子 你有什么一技之长 没有 我这些年呢 竟念书了 后来陪着我父亲做买卖 我是肩不能担担 手不能皮栏 一点瀕力活 我也干不了 既然你念书了 你写篇文章 我看一看 哎 这倒可以 等曹阳海写完了文章 交给陈公 陈公的一看 好 哎呀 这字写的太好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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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做的也挺有花彩 好 还吧 这么办吧 你呀就临时在县衙门给我帮个麻 我少一个文案先生 你帮着我办案 抄抄写写 出个主意什么的 你看怎么样 多谢老人家栽培 这回好了 得雅鼠上了班了 哎 一上了班是个大红人啊 雅鼠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 跟县衩也是至交 因此是格外的关照 眼看到了五月节了 文海夫妻买的重礼 去看知县和知县的夫人 就在内宅啊 知县这天也没事 非常高兴 摆了一桌酒席 款待他们小夫妻 哎 跟年俩见了面了 就是知县的夫人 跟玉姑这一界面谈得十分投机 这越老越近乎 相见恨晚 玉姑哭了 说老人家 我娘不在了 我见着您呢 就好像见着我的亲娘相似 哎呦 孩子 我也是那么想的 我就喜欢闺女啊 要那么说 你算我干女儿得了 哎呀 干娘请上受我一拜 干爹请上受我 我一拜 哎 认了亲了 又进了一层啊 咱们书说简短 自从住到交城县县属里边 文海的心情是极其高兴啊 尤其是 媳妇 认了干爹干娘 又进了一层 这就无话不说 所以玉姑呢 就把心里的话跟着老干娘 一五一十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逃婚在外 如何如何 讲述一遍 老太太一听啊 同情的掉了眼泪了 哦 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 我们的老头子还不知道 我得跟他说说 让他给办个忙 当天晚上跟直线陈公这一说 陈公也深表同情 哎呀 看来玉姑的父亲是贤贫爱父啊 不好不好啊 既然他们是逃婚 多多苍苍 成何体统啊 咱们虽然是干父亲 干母亲 跟亲弟没有区别 干脆咱们就给做主 叫他们在交城举行正式婚礼 就在交城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小夫妻正式的拜堂成亲 这人呢 他就这样 说要倒霉 福不装置 祸不担心 净倒霉 一步步如一步 说一个时代运转 一步高是步步高 现在温海两口的就是这个情况 哎 成了亲了 心里高兴 不算有罪之人了 光明正大了 可以挺直的腰板走到街上 谁抓谁问也不怕了 但说有这么一天 温海啊 他没事 县鼠里头也没那么多活 他就到东关去留的 交城县给东关是个市场 有地摊卖书的 所以呢 到那块挑几本书看看 没事就上这溜达 溜达累了呢 离这东关不远 有一家小饭馆 叫一口香 您听着这名 一口香 卖什么呢 专卖白酒和熏肉 人家的肉熏的是一绝呀 也不知配的是什么料 真是一口香 吃一口想第二口 小奶们挺红火 另外到这花钱不多 还非常经济实惠 每一次温海到这买两本书 就到一口香来喝点酒 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喝二两 歇歇腿 有时候买个烧便 加点肉 喝点酒一吃挺实在 有时候还烧起一份给媳妇 就这么的一来二去的 跟一口香的掌柜的就认识了 他发现这小柜不大 小半点 一个郎柜 几张小桌 女老板呢 还当伙计 来人去且都是他忙里忙外的照顾 男老板站到柜台后的收银子 有时候也帮着切切肉照顾照顾 长了 无话不谈了 他就发现这女老板非常卡扯 说话赶紧利索 一字一碗 男老板不怎么爱谈话 但是身体挺强壮 单说这边外边下的小友 他到了事儿上一溜达 书摊啊 都收了摊了 什么也没买着 一回头又到了一口香 先说喝点酒吧 别白来 就进了饭馆了 饭馆里空屋一人 因为下雨 客人也少 男掌柜得过来 您来了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请坐 接着 切多少肉 来半斤吧 好好好 肥瘦半斤 另外您想要多少酒 四两 好嘞 四两酒 一会儿给端上来了 还给送了两盘花生枝瓜子什么的 文还在这自珍自饮 没意思就搭个话 我掌柜的 你对这个酒有研究吗 我也喜欢喝 不过有客人的时候我不喝 关门以后了自己也喝点 来来来 一块喝喝 咱俩联合在闹多有意思 是啊 好 我陪着客人喝几重 家里的 再再再 弄点酒来 再切盘肉 我请客 酒风知己千杯少 两个人边喝酒边在这闲谈 文还就问他 我说当归当 听你说话的口音 你不是交成县的人吧 嘿 您听出来了 我不是 我是太原府的人 怪不得 我就早就听出来 你是地道的太原府的口音 那您呢 我也是太原府的 老乡啊 来干一杯 干干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啊 可见着亲人了 哈哈 这文海呢 也是无话不谈 那你怎么不在太原上郊城来 哎 一言难尽 我这场谁都憋疲 一提我他就闹心 怎么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 哎 在太原待不了了 就得挪到这么个破地 你怎么办呢 就凭我的手艺啊 其实我应该早就发财了 人他倒霉不走 时运 家里的 再来酒来酒 这媳妇就过来了 酒要少吃 事要多吃 别来 别喝了 别喝了 够了够了够了 你瞧 我难得这么痛快 我见着这位公子了 我心里高兴 你呗 别拦着 别拦着 非合不可 来干干 三干两干 搬高了 这嘴里头就有点跑舌头 文海就问他 到底遇上什么事了 你这么心里头懊恼 我先问问你 你是干啥的 我呀 你看呢 你挺斯文 细皮愣肉的 你不想干苦力的 我是教书的 你看看 怎么样 我猜对了吧 教书先生 怪不说话 咬文嚼字的 好好好 我跟有学问的人 艾老客 你只要问我 我 我杀了人了 判了人命 哎呦 文海就坐到对面 屋里头没有旁人 这话说的虽然是罪话 清清楚楚的 文海这脑子嗡了一声 嗯 我 掌柜大 你说啥呢 你杀人了 刚说到这 女掌柜就过来了 你说些啥 你胡喷呢 你瞅你那德行 叫别人杀了还差不多少 你多大杀过人 对了 我先生原谅啊 我是怕叫人家把我杀了 我能杀人 他就不会得 呜呜呜呜呜呜 哎呀 喝多了 喝多了 文海也没介意 心说呀 他是说醉话的 最后的话不能平心 哪知道这句话就是破案的 这 凶险一处疾放 善恶一灭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暗 有时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亲情巨献 小两口投奔陈宫 受到礼遇 曹文海也谋得公差 在一次外出巡查中 他从酒馆掌柜口中 听到惊人之语 难道这就是揭开太原奇案的 真正线索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第五回 正在播出 曹文海一看掌柜的喝醉了 自己喝的也多了一点 觉得头有点发晕 挥了钱自己回家 刚到家里坐下 御姑过来了 哎呀 我说你还不知道呢吧 咱们来了喜事 夫人何喜之有 咱老干爹升了官了 啊 升了什么官了 刚才接着礼部的批文啊 刚接着 荣升太原府的知府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萧承县的知县 一下升了太原府的知府 长了三批半 文海听这信之后 赶紧跑到书房 见老干爹前去祝贺 老头自然高兴 文海啊 真没想到好心感动天和地啊 老了老了 我还升了官了 这回 这回咱到大地上去了 我做了太原知府之后 你跟着我也不容易 我也给你来个一官半职的 想法大便大便 多谢老干爹 那咱什么时候走 方才我盘算了一下子 二月二龙抬头之前 咱就赶奔太原了 把手边的工作处理处理 做好衣交 哎 是的是的 这县衙里他就忙活开了 你得做衣交啊 新官没到之前不能走 眼看到了一日中旬的时候 新官到了 做了衣交 这陈公才带着家眷 带着文海夫妻 大车小亮 兴师动众 赶奔太原 书说简短 太原府的知府 就那胡知府 卸了认了 不知道怎么搞 就把锅儿丢了 垂头丧气 没卸认之前 率着太原府的文武 前来迎接 把新知府接近大牙 做了衣交手续 抱着脑袋滚了蛋了 这就叫 撇打的衙门流水的锅 说这一辈子都是锅儿 恐怕这玩难啊 说在这个地儿 一下待了多少年也有 少 跟那流水差不多少 这一下 陈公做了太原府的知府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他就下了决心 上报朝廷的恩德 下为老百姓做主 太原府是个大地儿 人口百万 我一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 把积压的案件全都审理明白 他视察了监狱 看卷宗 了解民情 就忙活到四月 这才做的心里有数 光看一流的卷宗 就多少罗子 忙不过来 文海就帮忙看 帮忙审批 征求知府的意见 一样一样一样 从中 在这一流的案件之中 拽出一本离开 莫老五 突财害命一案 就是斗房的掌柜的 说这话已经过去两年了 老头的案子没有了结 还在监狱里的受罪呢 因为什么呢 证据不太足 一点甚多 迟迟不能结案 就把他扔在监狱里 他不管了 叫天天不语 叫地地不应 等文海看完这案子之后 觉着疑点明明显显的 看了些藏物 了解了情况 然后向知府禀报 但爹 您看姓莫的这案子 这案子怎么办 我看他 看完之后 陈知府点了点头 我敢断言 这是一种冤案 你都摸了笔了吗 我全摸到了 都反映 说这老墨头 这人非常好 一辈子跟邻居 都没红过脸 据说过年过节 杀鸡什么的 都求人给帮忙 这么个窝囊的老头 他怎么可能行凶去杀人 怎么可能是徒财去害命呢 这是一 另外一个 我到他们家 房前房后 我转了 现在他们家已经换人 别人了 不是他的了 他家产进绝了 后面不远 就是垃圾厂 再不远 就是臭勾言 你说他杀了人了 他不往那扔 他干嘛跑出 二三里地去 往井里扔 另外那刀非常顿 也慢说杀人 就切菜都费劲 那记载上 说是一刀费命 慢说一刀 就这把刀 砍一百下脑袋 也掉不下来 这是对不上茬 文海啊 你说的对机子 将来你就是 当国人的披子 脑瓜好齿 咱俩想的一处去 不必生长 今天晚上生二堂 夜审 先提审老木头 当天晚上 在二堂 开审了 把老木头 从死牢里头带出来 老木头本来 那个就不高 可他现在那个 又锁了 那又半尺 被更拖了 蹲奸作狱 那啥子 尤其封建年代 那都不如猪圈 飞打即骂 满身都是伤 老头颤颤巍巍 不嫁的都走不了道 剥索 手肘 脚料 全带 歇了 画了 歇了 画了 哎 哎 跪下 跪下 知府大人 得上头坐着 文海在旁边 抄手 站着 看得清清楚楚 成功看了一看 刑具 撤下 刑具 撤下了 你就是墨老五 我就是老墨头 我说老墨头啊 你的官司是屠材害命 你可承认是屠材害命吗 大老爷 您别问了 千真万确 我的确是屠材害命 你 成功不听则可 一听就大吃了 一惊 成功审理老墨头杀人一案 案情疑点重重 老墨头却亲口承认 成功能否明察秋毫 洗刷老墨头的不白之冤 一切的谜团又是如何得以解开 请请明天收看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第六 宣显一处即发 你上落一面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岸 真实的恩怨情仇 南边的上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序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巨献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世国世 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太原奇案 必六回 新任的知府 陈公 夜审 莫老五 认为啊 他一定喊冤教区 没想到这老头挺老实 伤害品高 大人您甭问了 我就是杀人的凶手 那和尚就是我杀的 我屠材害命 我求大老爷您高台贵手 快点定个日子 把我杀 看了就得了 要了我的命就得了 这话里有话呀 为啥呀 打怕了 只要一翻供 打 只要说个不字 打 就过了多少次热堂啊 老头一看呢 这次也不例外 别看官换了 王法不能换 这一问我 我一说不是 我还得挨打 还得受罪 干脆认了命就得了 成功是干什么的 这些年净当官了 跟什么犯人没打过交道 有不少被屈汗冤的人 他也理解呀 他一看就明白了 老木头 你是不是怕我给你动刑呢 对了 我怕打呀 我老骨头 我就不斤打了 你不必怕 你看刑具都给你撤掉了 有什么冤屈 你只管讲来 但是你必须得说实话 要有半字虚假 我依然要动用国法 讲 让我说实话 哎呀 我冤啊 我冤死了 我冤死了 老木头当堂 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那边说什么经过 我说过了 不重复 简短解说 就那天正做豆腐 二年前了 突然来个怪物 穿着花枝招展 戴那样的帽子 身上穿着放光的衣裳 满脸还抹的粉 我也没看出男女了 她要胸口豆浆喝 我就给她买了一瓢 我闺女劝我 说她不是好人 咱应当报官 我老了 我不累 多懒闲事 报官太麻烦 我说算了 跟咱家没关系 后来我姑娘不答应 我们就出来了 一问她你是干啥的 她哭通给我们跪下来 苦苦的哀求 伤泪俱下 我心一软 后来这和尚说了 我身上这医生啊 是别人的 我全脱下来给你 我穷怕了 我一看那医生 凭光鲜 凭值钱 我发笔小财 有何不可 哎呀 因此我就同意了 我把我的破医生 鞋给了他 那时好医生 我就留下来 和尚就走了 怎么搞的 我也不清楚 第二天传出话来 说他死了 还死在井里头了 被人家一刀致命 也不怎么说 胡拉八度 救到我家 就把我给整去了 说一查 他那医生和鞋 是我的 真是我的 我换的 我没有害他 我也没有屠材害命啊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是哪个王八蛋 下去死守 我不清楚 无奈我挺行 不过曲大成招了 大老爷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记住了 刷刷边边 写下来 看的不如炫的缘呢 成功一听 是实话 哦 对上茬的 是这么回事 好了 化共 化了共了 老马头 别看你口喊冤枉 你的事还要继续调查 要不是这么回事 可打你个双重罪 懂吗 明白明白 大老爷 你查 我要有半字虚假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压下见 戴起来 退了堂之后 官和文海一交换意见 文海说的 你看见没 冤枉 这回对上茬了吧 是啊 那和尚死了 死人口里没有招队 那和尚在哪儿 穿了冰衣服 是啊 这是咱们截查往下 顺畅摸瓜 咱们再接着调查 打这之后毫无尽感 把陈宫集队天天哀声叹气 文海也替着着急 文海就看这菜刀 就瞅这医生 医生确实不错 和尚从哪儿弄来的 这番事就莫名其妙 后来他就把脏物拿到内宅去了 预估一看当家的这两天 哀声叹气 也就问他 遇上什么棘手的事 莫老五一案 现在毫无进展 咱干爹也都急坏了 你说那死和尚又不会说话 他这医生从哪儿来的呢 我看看这医生 预估拿过这医生来了 拿一件翻过来 掉过去看看 再看看里子 拿一件看看 拿一件看看 最后预估大吃了一惊 夫君 这医生是我的 这是我临出嫁的时候 我爹给我准备的 我们家的医生呢 怎么和尚穿出来了 你看准了 一点都不带错的 你看这医生里头都绣着字 每一件里头都有个玉字 我叫玉姑 所以我绣了个玉字 这还错得了吗 我看看 哎呀 谢夫人 谢夫人 他马上起身 把这件事跟陈公说了 陈公一瓶眼前一亮 原来如此 玉姑帮着辨认 那么怎么出自老他们家 莫非此事跟张百万有关性 那你老人家把张百万传来一问便知 哎呀张百万可是你老岳父 哎呀公事公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老岳父 咱就不管了 说的可也是 你真是大义灭心哪 来来 传张百万 老木头杀人案 虽然疑点众多 却毫无头绪 就在曹文海为此愁眉不展之时 日孤认出 奉官侠批 为自己所属 张百万 成了揭开谜团的重要线索 郑兄能否被绳之以防 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 太原奇案第六回正在播出 咱们话分两头 再说这个张亮张百万 二年过去了 他也小了一号啊 别看家资俱赋 心里不敬 女儿到现在下落不明 想女儿天天哭啊 吃啥啥没滋味 这一天又算尽 欲估离家出走 二年挂邻 阉空信秒啊 难道这一辈子就见不着了 正这 正这么个时候 当差的起来 张亮在家吗 各位上差 我就是张亮 张亮万是你们 是我 花冷锁 走 打官司 我什么没干 没干 干不干 跟我们没关系 到他们上说去 走走走 那晚 官国不斗市里 说我有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 官府说收拾你也不费劲 你得拼官府的 人家有权啊 带到知府衙门 依然是不公开审理 二堂夜审 晚上了 文海回避 文海和玉姑躲得平凤厚的去了 官单独在这问 看了看他那样 不必害怕 你就是张亮 张带万 正是 好 你要别叫我废事 你看看两旁都是刑具 你要叫我废事 你可受皮肉之苦 我且问你 你回忆回忆 二年之前 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如实的将来 本官完全都掌握 我调查得清清楚楚 你要有半字虚假 修怪 王法无情 张带万 一个是胆小 另外 他愧疚 憋了这二年都要爆炸了 今天一看官无缘无辜 把他抓来 肯定是犯事了 看这形势 不说也不行了 干脆我就说吧 别费劲 爸老爷容顶啊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贤平爱妇 一女二嫁 不愿意嫁给老曹家了 又想嫁给老姚家 老姚家后人来娶亲 偏感这个结果眼 没想到原来都不嫌 曹文海回来了 我就想把曹文海给撵走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温海和玉姑 双双出逃 到现在是烟空信鸟啊 我找我姑娘 领着帮子 上哪找 上我大姑娘家 金姑家里去找去 我发现金姑 躲躲闪闪的 我心生一动 发现她家有个柜子 那大柜子是赔送品 能装两三个人 我就把这柜子 抬到我们家去了 结果打开一看 没有预估 没有温海 闹了半天是个死和尚 我也不知道 这和尚从哪来的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求大老爷恩德呀 此事您不必细问了 到了堂下之后 我再向您细说吧 为啥说这个 关系的金姑 金姑是个寡妇 那还问吗 肯定是童奸偷情啊 这文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所以求大老爷嘴下 溜德 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您别问了 官是干啥的 明白了 好 这篇接过去 说下文 后头一琢磨 来个一举双得吧 老姚姐要来娶亲 我姑娘跑了 我答对不了啊 我就把这和尚啊 装棺材里的 就说我女儿 预估报病而亡了 就把老姚姐给答对了 然后呢 一出病 这事就过去了 没想到半夜前 这和尚也不怎么又活了 超出诈尸 他穿的那我女儿那些衣裳 磨得满脸都是粉 他跑了 把我们家里吓得可不轻 后来这和尚跑哪儿去了 我不清楚 哎 很快传出信来了 说这和尚被杀了 死在井中 究竟谁是凶手 我不得而知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又对上茬了 怪不亦估发现 那医生是自己家的 是这么回事 哦 不用问 和尚瞎跑 跑到豆腐房去了 正好遇上老木头 他要豆浆喝 就把衣服给换了 这条链子整个接上了 我心里非常痛苦 好好好 画共 画的共了 障碍办嘛 案情重大 人命关天 没结案之前 我不能叫你回家 暂时日 把你软禁在府家 带去去 带去去了 软禁跟进监狱不一样 好吃好喝 好招待 就是行动 失去自由 有人严加看管 退堂之后 成功跟温海夫妻说 你们看怎么样 玉屋在平盆后的只哭 那就是爹 也两年没见着了 真想过去亲热亲热 但是志工的大堂 不敢放肆 见老干爹一问 这哭了 干爹 您看这个事怎么办 接下来 紧若密伍 捉拿杀人的凶手 凶手不到案 这事解决不了 那么凶手是谁呀 查吧 查不着啊 明察暗访 后来啊 温海出个主意 那警里头不是 合成死的警里了吗 就在那附近被杀的 就那一片归谁管 把当初那个李正 给找来了 一问这李正 你当了多少年李正了 哎呀 快十年了 我问你 二年前 和尚被杀一案 你还记得吗 记得就在眼前一样 一晃了 二年多了 你说说 谁有可疑 谁可能是杀人的凶手 这可不敢胡说 这我不知道 那么在你的智下 你发现没发现 有什么可疑之人 可疑之事 你想想 哎呀 我管这213户 一共是576口人 在我那个圈儿来说 张三李四木头六 我心里都有数 你要问我 别人都不 哎哎 有一点事 在我的智下 管这个王土 外号叫王一刀 怎么叫王一刀 你们那手头指万字 有对 都还一刀下去 说要一斤就一斤 说要五斤就是五斤 故此 人送绰号 王一刀 他怎么了 王一刀 在这个案发不久 急急忙忙的 就离开了太原府 本来他那两间房 小院都不错 见价出售 叫别人捡了个便宜 重重忙忙 领着他媳妇 标示 就没眼了 你说他是有病啊 他干嘛 见价出售房子 早不走 晚不走 案发之后 没几天 他失踪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 有点可疑 揭露 揭下来了 揭完了之后 让必保李正走了 而后 陈公就问文海 文海啊 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 文海猛然想起件事儿 老干爹啊 我想起来 在交程的时候 我经常出去溜达 有一个小酒馆 叫一口香 哎 熏肉熏的香 打好了 哎 我经常让他喝酒 有一天下雨 男长为的 陪着我喝酒 哎 也不知道他喝多了 还是怎么的 是酒后食言 他说他原来住在太原府 刀伤了人命了 后来又改了嘴了 说别人要杀他 所以迫不得已 从太原搬到交城去了 我当时没太注意 我以为呀 他说的是酒后的话 现在我觉得这事儿 有点蹊跷 凶手能不能是他呀 危罪潜逃 从太原跑到交城去了 把李正再给我找来 把李正又给逼了来了 李正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人有何话问 我问你 你说的这个王屠户 长得什么样 五大三粗的人高马大 哦 原来如此 他媳妇呢 媳妇个不高 小巧玲珑 说话咔嚓咔嚓的 一字一板 另外他还会点特殊的手艺 他会熏肉 祖传地方 对上了 下去吧 文海一品高兴 那就是他呀 这回凶手你还往哪跑 马上传出飞迁火票 没过几天 把王屠户给带来了 一开始啊 王屠户拾口否认 不承认 后来一给他动刑 受不了了 那完了 行不了 哎呀我招了 哎呀我招了 大人别打我 诉说了经过 王屠户说了 我攒起来去卖肉 忘了带称托了 我回来取称托的功夫 我发现两个人私打 闹了半天 我老婆标示 在井旁小便 让这和尚给看见了 和尚顿起严心 要强行无礼 我一怒之下一刀致命 我当时慌了神了 就把脑袋身子扔入井中 全承认 整个太原邪案 这个链条是全都接上 好人歹人清清楚楚 化过 化了功了 收监进了监狱了 看来最倒霉的是老木头 后来把老木头提上来了 当堂宣布 无罪释放 太穷了 那怎么办呢 得给他点安家费 官府没这笔钱 就想起张百万来了 张百万的 你先凭爱妇 这个事就从你身上延起来 你认打认罚 认打 发配你四千里 你的财产充归 认罚 罚你一千两银子 作为补偿 这老木头 你愿意吗 我给两千 两千 我有罪呀 我有罪 你看这官多亏万事 慢着 你给官府带来多大的麻烦 两千银子就拉倒了吗 那是老木头 官府还得罚你 罚你文言五万两 作为我们平常的开支 五万 哎 这统计十万都行 他们家有的是钱 这五万人也罚了 把他也释放 文海日公回家 是一家人团聚 太原奇案 至此真相大白 可以结束了 人们做了一下总结 归根结比坏事 就坏到张亮张百万身上了 因为什么 他贤贫爱富 一女二聘 才演出了下面一系列的世事非非 这正是 太原凶案 堪称齐 缓缓相扣 不迷局 百态众生 齐亮相 阴霾散尽 喜冤屈 清朝末 一起命案 轰动全国 光天化日之下 两江总督在府衙前 遇刺身亡 刺客是谁 又为何行刺朝廷命官 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 古代其案 西边 清朝末 一起命案 轰动全国 光天化日之下 两江总督在府衙前 遇刺身亡 刺客是谁 又为何行刺朝廷命官 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 古代其案系列之 刺马案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行目一拍 说故事 今天呢 再给您讲一个传奇故事 这故事的名字叫张文祥 刺马呀 大概有的人听说过 并不陌生 因为呢 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 全国各地到处都传扬这个事 有很多版本的张文祥 刺马 我还亲眼看过这个刺马的电影 还有不同的版本 戏剧也把它搬上舞台 最近您注意了吗 投名状 也搬上了屏幕 大受欢迎啊 创造亿万的价值 据说呀 这投名状 也是根据张文祥 刺马这个故事 编撰的 既然如此 那你还说个什么劲 不 我要声明一点 咱们说的张文祥刺马 是原原本本 真实的情况 该怎么回事 咱就怎么说 里头并没有水分 所谓的水分呢 就是我们在表演介绍当中 多多少少有点艺术加工而已 要不接您听着就没意思了 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今天给您讲张文祥刺马 第一回呀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清朝 同志七年九月份的事 那时候正好是两宫垂帘平正的时候 在那年的秋天 两江总督叫马新一 观看秋操 因为根据清朝的制度 每一年的秋天 作为总督都要月操 检验三军的军力 也无非是走走行事而已 那么两江总督那权力太大太大了 根据明朝遗留下来的制度 这总督管着两省到三省 执掌军政大权 在清朝的时候延继续下来的一共有好几个总督最大的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 梁广总督 梁广总督 云贵总督 川山总督 这些总督是文官掌握五权 能够调兵前将 官军一品是封江大吏 那还了得海外的皇上一样 马新仪这篇穿戴整齐 会同文武百官到大教场观看秋操 再看那教场上相当隆重 是战旗漂白 军号悠扬啊 什么骑兵步兵火冲营 列队在检阅台上一一的走过 这事挺麻烦的 从早晨起来按现在钟表来说 八点钟开始 这就将近到十二点才结束 马新仪在椅子上坐着 有点烦了 好不容易盼着结束了 由中军官请示 大帅 到了收尾了 可以结束了吗 可以了 结束 这就打道回崖 路过一家小茶馆 茶馆奉命 关了张了 炸板门都上上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茶馆的门开了 从里边 砍蹭 蹿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头顶就是壮指啊 冷不丁出现在队伍的前面 离着大教也就是五十步左右 越过卫队蹿到前面站在当街哭通忘的衣柜 扯脑子就喊开了 大人 冤啊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我冤枕海底了 大帅我冤枉啊 蹦蹦蹦蹦蹦 可想头 事出突然 你看那么多卫队 大伙觉得不会有事 谁那么大胆子 敢拦叫深渊 这还了得 稍微一疏忽 让这个人钻了空子 钱就一乱 干什么呢 他抓起来把他连旁边 拉起来 擂上他 马兴极当了两江总督 不长的时间 还想落个清官的名声 后边跟着那么些同僚 这要是不接见 显得自己太断架子了 为了表现他公正清廉 爱民如子 特例的 耐着性子的 他不是手一摆 马 把寒冤之人 带到较前 本官 我要问话 哎 这真心情 他这么一说 谁敢说个不字 把寒冤之人 带回来 带回来 把这人带到较前 离着十几米远 跪在那 有人拎着鞭子棍子 看着他 有什么话你说 马兴一看了看 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数着大便 穿着特旧的衣服 多里多索 吓得都堆成了一滩泥呢 手里边拿着状子 嘴唇都发青 大帅 我冤枉 非得您给我解决不可呀 不必害怕 姓甚 名谁 报出名姓 慢慢说出你的冤枉 多谢大帅 开恩 这位刚要说 这些卫队们 全神贯注 都盯着他 马兴一这会儿 也盯着这个 喊冤之人 谁都没想到 就在这么个空档 在这个节骨眼儿 旁边是条胡同 在那胡同里 咱 又窜出一个人 这人长得 人高马大 非常比 结实 那胳膊都弄粗 两条大长腿 大脚鸭子 穿青挂躁 大面在脖子上 弹着 戴着户腕 是干净利落 手拿一把 明慌慌 冷森森的尖刀 这属于短刀 霸肠 苗短 刀苗子有一尺霸肠 冷森森 轻森森 夺人的耳目 就这位 这够快 就甭提了 苍苍苍 咋没儿的功夫 就到了马兴一 大叫的旁边 他双手捧刀 对着了马兴一的软肋 狗关 这家伙 就这一刀 事发突然 咱说的这么详细 是叫您听得明白 如果说真事的话 就是几秒钟 就坐这空子 一二三 刀跟起来 刀就到了 就这一刀 从软肋就进去 多大的劲 把细夹给刺透 都到了刀牌上 一尺八 全进了肚子里边 这位还不解气 手腕子一动 还在里面搅和搅和 把这五脏六腑 十二重楼 全给翻个个 然后我把一把刀铺的铺就出来 这么大的大帅 两江总督马兴一 叹叫了一声 都不是人动作 最后用眼睛看了一眼刺客 还说了一句话 你要离得近的人能听见 远处的人听不见 原来是你 认识这个刺客 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奇蹺出血 是绝气身亡 就坐着死到大窖里头 令人奇怪的是 就这刺客 没跑 把人杀完了之后 手捂着钢刀是扬天大笑 快哉快哉快哉 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好不叫人高兴 那些卫队这才醒过味 啊 刺啥呀 大帅出山了 别叫他跑了 吵吵什么 吵吵什么 我根本就没打算跑 我的目的达到了 嘿 我往哪跑 我要自行投手 愿杀愿瓦 随你们的便 哈哈 他把肝刀往地里扔 然后双手一背 来吧 随便 不过我可要声明啊 那个喊冤告状的人 跟我好没关系 但是我要感谢他 正是因为他喊冤告状 你们这一走神 给我留下了机会 我才马到成功 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啊 绑吧 哎呀 这下还乱了 后边的人听说 大帅预测 那些官员纷纷赶到现场 快快快快快快 头一个把刺客绳之以法 无花大绑 把凶器给拎着 二一个 那个喊冤告状的也不能放走啊 他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嘛 怎么那么巧呢 也给勒起来了 然后把总督大人从窖子里头抬出来 用软床抬着 急急忙忙赶回两江总督衙门 这事儿啊 从头到尾 耽搁了将近半个多小时啊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两江总督海外天子预测 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当五十 打开历史看看 绝无仅有 高级领导人遇刺了 那么到了近年 像肯尼迪也被枪杀了 遇刺的国家元首也有 但是没有这个惊心动魄 当然马辛吉不算国家的元首了 是个封疆大裂而已啊 台回雅鼠之中 这些官啊 本来打算回家里的休息休息 让这个事儿闹的 全没这精神的 全都集中精力办理这个案子 怎么闹的怎么闹 刺客怎么回事 抓住了抓住了 还没审问 别让他跑了啊 严加看管 他说了他不跑 他自行投手到岸了 他说他完成任务 达到墓地了 不管他怎么说严加看管 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同僚怎么办 怎么办 大帅死了 巡俘的说话算 江苏巡俘牵着头啊 各位啊 事关重大呀 你我各位同僚都无权处置 我看呢 咱也先别审问这刺客 姓自名谁 谁也别审了 你们同意不同意 赶紧上报朝廷 请两宫太后裁决 要不说当官的会当 这些人呢 都谨慎小心 马新夷最高的首领死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担着责任 你还审什么 万一一句话说的不对头 两宫皇太后知道了 你就得受处分 干脆咱别沾边 听两宫太后决定 对就对 对击对击对击 就这样 把刺客严加看管压起来 这些官会商决定之后 六百里加急就报到北京的紫禁城 报告东太后和慈禧太后 不用我介绍 慈禧太后专权 都得听她的 国家内外的大事由她裁决 两宫太后听完这个信息之后 也是大吃了一惊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还了得吗 咱们必须得管这个事情 既然地方上不敢做决定 就叫刑部尚书 梅启诏为钦差 神离此案 两宫太后下了遗址 选刑部尚书 梅启诏进见 梅启诏来了 跪倒在壁 磕头像捣算一样 慈禧发话 家封你为钦差 代表我们赶奔南京 要查问此案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奴才明白 奴才这就启程 没启诏不敢耽搁呀 坐轿子太慢了 赶紧骑马就得了 带着亲兵卫队 带着圣旨 一六一二赶到南京两江总督的衙门 这翘首以待呀 一看钦差来了 列队迎接 接近官署 稍事休息 没启诏知道 慈禧翻脸 不认人呐 这个事一定审情问明 先了解情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六百里加急 跟我详细介绍介绍 大人容顶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没启诏听完之后 心里头也感到吃惊 但是你要注意看一看 他这眼角没烧 动了一动 没启诏手拧着居然 心里反倒还挺高兴 你也说 这不矛盾吗 他搞什么心 他恨这个马兴怡 因为马兴怡啊 平步轻云升官升得太快了 原来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几年的时间三晃两晃 居然坐上了两江总督 官场之中这些人都妒忌 生气不服 你有什么本事 这回死了 这叫天暴 活该 活该呀 该死 他心里反倒痛快 但是公事是公事 这也不能声张 也不能对第二个人说 但是他心里的活动 哦 好吧 既然如此 你们都没审问过 今天晚间夜审 此刻 给我做好准备 大人您太累了 您得休息休息 明日再审 也不吃 啊不 机不可失啊 太后还着急听回信呢 今天晚上就连夜夜审 吃 做了准备 这晚上两江总督 衙门 灯火通民啊 五步一岗 十步一上 各拿刀枪 列队是严阵一带 就这个架势 胆儿下的都得下趴下 这回审问的还不是一个人 没洗照一琢磨 别讲 太后啊 毛病太多 不好伺候 多点官审问 万一说错一句话 怎么办呢 大家共同担当责任 九汤会审 九个官 除了没洗照之外 有两个省的军府 两个省的布政使 两个省的岸查使 还有知府等人 还有两个总兵 文武全在 九汤会审 大家居中而坐了 没洗照 看了看 点点头 各位 可以开始了吗 大人 您是钦差 您说话算 您说开始就开始 嗯 大雅 戴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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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被带上来 重关 慈系 观瞧 谁这么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 赐死 钦差 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都聚精会神 沙 目光 全都投到刺客身上 再看这刺客 一个不服 八个不分 腰本 背直 别看带着刑具 底下砸着脚料子 上的是拨索 手肘 三大件的刑具 走路都走不了 别有两个人架着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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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大唐 这是律而不跪 翻着眼睛 瞪着唐城这些棍 嗯 嗯 腰本 还背直 当差的一看 跪 跪 快跪下 给大人叩头 你小子傻的 怎么跪下 这位听完了冷笑一声 什么 我上跪天 下跪地 在家跪父母啊 我 我给这些狗官下跪 你们想什么 狗官狗官 你们全贪量的是狗官 哎呦 当着众人的面 这么说话 谁敢呢 都没听说过这个词 当差的更急了 各拿棍棒过去 罩着腿上 啪 啪 你跪不跪 没说到了这儿 龙里得盘着壶 你得握着 但这位 背背 往前直蹦 两条腿 背之就是不跪 没起个照 再看的 上的一看呢 吓得也冒了汗珠子了 心说这小子 真够条汗 真够横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此事神清 问明 九堂会审 审出案情原委 曾经的结伴兄弟 为何反目成仇 敬请明天继续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起案系列之 刺马案第二回 清朝末年 两江总督马兮遇刺身亡 皇室震怒 天下震惊 九堂会审 审出案情原委 刺客与总督 竟是结伴兄弟 两兄弟如何相识 其后又为何反目 敬请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起案系列之 刺马案第二回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醒目一拍 说故事 传统的故事 张文祥刺马 第二回 书接前文 刑部上属 钦差大臣 没起诏 九堂会审 要夜审 这个刺客 为了封锁消息 怕刺客跑了 兴师动众 好几百名官兵 在这核枪实弹 张弓大箭 在这严密监视 其实多余 人家这个刺客 是毫不在意 上德堂来 是摇头晃脑 大声喊叫 把眼前这些 朝廷的命官 看的是 依钱不值 贵都不贵 没起诏 围观多年了 身为刑部上属 在他手上 过了多少案件 跟多少犯人 打过交道 有经验 他一看这家伙 有种失条汗 像这样的人 都是横骨插心 那是硬汗 别来硬的 一顶上牛 这审问还麻烦了 为了顺利进行 咱妈刺着毛顺着来 所以没起照一摆手 那两行人退下 来啊 把他的拨索去掉 刺客 这么办 行 你不愿意跪 你就不跪 你坐到大堂上 可以吗 我问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咱们拉了家常 你看如何呀 哎 审问的形势变了 用老家常科的方式 刺客一听 这才扁点头 嗯 算你明白 谢了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呀 张文祥 哪里的人是 安徽淮北张家弯的人 没起照点了点头 哦 那你殷河要刺杀两江总督 他跟你个人有什么恩怨不成吗 有 我们俩一天二地愁三江四海恨 这么说吧 他不是个人 他是个畜生 他网配人皮 他早该死 我杀他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是我杀的 那什么叫一天二地愁三江四海恨 你要详细的讲来 行 你们众位听我道来 究竟我为什么杀的他 啪啪啪啪啪 把往事经过各种恩怨 详细的讲述了一遍 您要想弄明白了 咱还得从马兴仪身上开始 就死的这官马兴仪啊 这马兴仪 山东河泽人 家里的成分呢 也就是个中地主吧 比大地主小一点 比小地主还富裕一点 家里的过得很好 因此供他读书 给他书念的好 这马兴仪是自幼聪明的 生就是当官的脑袋 看什么是过目成颂不忘 因此顺利的考上了 秀才举人 进京赶口 又中了十八魁 得了一名进士 朝廷文学礼部的官员 一看他文采甚高 绑下技用 考完试之后 就派他做了安徽 合肥县的支县 府叫卢州府 县叫合肥县 做了七品的县令 这也不多见 高兴 看来十年苦读 是一举成名啊 终于踏上着仕途 从根基上做起 他就做上支县了 你以为那支县是好做的 又叫白礼侯 在旧社会 他分工不明确 这支县 既要管上地面 老百姓的安全 吃喝拉撒睡 没有不管的 还得管着司法 立法 审问等 法院 检察院等等事 他一个人包下来 要不怎么声唐问案呢 分工不明确 这支县什么都管 除此之外 当时他做支县 没几天是天下大乱 怎么天下大乱 正好是太平军起义 永安建国 太平军是风起云涌 不可阻挡之事 大江两岸都闹翻了天了 把官军打的是四散奔逃 太平军声势浩大 另外在黄河流域 还有缅军起义 老百姓管他们叫缅子 咱们管的叫缅军 就是起义军 农民军 当时啊 你像鸦片战争 隔地赔款 老天也不佑 连连的干旱 朝廷没钱 打仗就得需要钱 就在老百姓身上攀剥 这个税 那个税 这个税 那个税 特殊税 这个税 老百姓不堪重负 饭都吃不上 哪能交得起税钱 饭吃不上 怎么办 就停而走险 为了活命 就投靠了异军 因此异军呢 就像那滚雪球 是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是势不可挡 大江南北 黄河两岸 都开了锅了 安徽 合肥 也不安全 正好受到 年军的攻击 这年军呢 大半 这十几万 五六万 小的 也得几千 万大 这一来了 工程 占地 也是强 也是多 怎么也得吃饱饭 义军也得活着 所以这合肥 现在是首当其冲 马兴仪在这 坐县令 没几天 打开仗了 他是一个文官 他调动不了军队 就召集 相拥 守卫 合肥 那能打得过吗 这年军 哇 一来上万名 小小的土城 不攻自破 马兴仪 抱着大印 跑了 跑过一劫 总算没落到 年军的手里 命是保住了 担了责任 胆小怕事 丢了合肥 遭到处分 和御史的弹劾 把官职给免掉 但是都知道 他有学问 有才干 情有可原 虽然免去支县的官职 叫他在两军阵前 戴罪立功 你这帽子还给你留着 立了功了 再给你戴上 马兴仪经过这一劫难 从心往外 是恨透了异军 信说 咱们的仇恨太深了 简直是解不开的仇哥的 我要有权把这些造反之徒 是斩尽朱绝 一个也不留啊 我怎么感到这个当口 做支县 真是倒了八倍无血 没了他 他恨透了一句 因此呢 他一看当官还有希望 那帽子还给他留着呢 他又召集湘永 四方筹措金钱 湘永哪来的 也是来自农民啊 没有饭吃的 把他们凑的一起 穿上砍尖 简单的经过训练 发给刀枪 依然跟义军作战 马兴仪领着这些义军 领着这些湘永 转战南北 破了命的跟年军开仗 但是年军势力太大 他是人丹事故 在一次的战斗当中 他手下的湘永是全军覆没 马兴仪被义军的是生情活 任职知信 却正值农民起义 现成失陷 马兴仪逃命丢官 巨组团练 却因势单力薄 被人生情活着 本该必死无疑的马兴仪 又有怎样的际遇 天下故事会 顾问本奇案系列之 刺马案 第二回正在播出 马兴仪心头一凉 完 完 彻底完 不但当官无望啊 这回落到他们手里 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 是准死无疑了 没想到 待在一个四合院里的 大院套 上方屋里的坐着三位头领 他用眼睛一看 下垂手 这个人是黑脸 中间坐的人更黑 旁边坐着个白脸的 穿着破衣啰嗦 腰里都挂着武器 别看是头领 跟那要饭花子也差不多 两旁这些异军也长短不齐 他心里往外瞧不起 也是利而不畏 平衡 你们随便吧 怨杀 开刀 吃肉 张嘴 随你们的便吧 那黑脸带连凤胡子 那个鸡眼 把桌子一拍 高官 你跑在这地方还豪横 你认为我们不敢收拾你 今天把你插条油锅 外边油烧开 把它扒光了 扔到油锅里 把它扎了 其实这是吓唬的 哪来的油锅 哪那么多油啊 中间坐着这位 看了看 就别着急 你叫什么名 马新一 你是个什么鬼 过去是支县 现在标官罢职了 就叫你们给弄的 现在我虽然是个白身 奉执剿匪 打你们的 好了好了 姓马 马新一 有点鼓气 来啊 把他压下去 油锅烧开了 再把他下油锅不吃 带下去 审问比较简单 三下五穿 把他压下去 在空房之中 捆着双手 双脚标的椅子上 马新一心里 蹬蹬直跳 想起了家庭 想起了父母 妻子巴达巴达掉眼泪 心说这回没救了 没救了 大伙都自顾不暇 谁来管我呀 平天由命吧 等着挨收拾 入夜时分 门一开脚步声响 审问他的丧的头领 是于贯而入 带着几个随从 进了屋了 马新一就一惊 大仙来到了 该收拾我了 没想到审问他 坐在正中央 那个黑脸的大汉 笑笑呵呵 拉把凳子坐在对面 来 绳都给他解开 绳给解开了 马新一 活动活动 手脚 马大人 害怕了吧 你要干什么 少跟我装这假慈悲 你们随便收拾 误会 误会 哎呀 马大人啊 你还没看出来吗 我们没有杀你的心 跟你这么说得了 我 叫张文祥 他 叫曹二胡 就那连绷胡子的 这位叫石锦雕 我们哥仨是磕头的把兄弟 实话跟你讲 我们加入链子 也是被迫不得已 这年月到处兵荒马乱 吃不上饭了 我们为了活命 只好加入了链子 其实人都要走中间的大道 谁不愿意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安善良民呢 跟您这么说 我们满身的武艺 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马大人 咱们做笔交易怎么样 哎 马新一听啊 有门哎 看着意思不能收拾我 哦 壮士 你说什么交易 我们把你释放了 放你回去 回去之后 你见着你的上差多加美严 你说有张文祥 石锦彪 曹二胡 三个人打算弃案投名 我们要保朝廷走正路 我们要帮着你们交匪 我们满身都是武艺 不知的大人可否愿意 行 哎呀三位义士 我错怪你们了 你们深明大义啊 真要饶我不死 放我回去 我对天蒙事 肯定给你们多加美严 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你们脱胎换骨 走上仕途 乱世年间出英雄 背不住将来 你们就能飞黄腾达呀 是是是 那我们就借助马大人的力量了 不过马大人呢 人心割肚皮 做事两不知 此时此刻你是这么答应的 说得好好的 把你放了之后 你还能想起我们来吗 哎 我们有点不放心 那你们说怎么办 张文祥说怎么办 要想叫我们相信 咱们四个人 重新冲北磕头 结尾生死的把兄弟 我们就放心 行 三位义士 我求之不得呀 我高攀一步 咱们就磕头败靶子 旧社会讲究这个磕头败靶子嘛 就在这屋准备了香案 纸马香客全准备好了 四个人用铜盆镜手擦擦脸 服装整齐跪倒在地 对偏蒙事 什么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俘获愚共啊 海市山盟 一报八字 年岁 马兴仪 大哥 张文祥 老二 曹二虎 老三 石锦彪 老四 然后大伙又拜见了大哥 张文祥吩咐一声 来啊 准备酒呀 款待我大哥 哎呦 马兴仪真没想到 绝地疯伤啊 这人这一辈子真没法预料 哎呀 太高兴了 在九夕验前 他也打了保票 说的是钢帮应证 第二天张文祥三个人把他给送走 马兴仪跑哪去了 又跑到卢州 就是原来的合飞县 到了卢州之后 见着提督总兵上差 把自己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是这么这么回事 我遇上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身名大义呀 我已经在他们的面前打了保票了 我发现他们手下也有五六百人 要把这些人拉到官军这面 是不是也是一支力量 他们愿意为朝廷效力 办得好 太对了 马兴仪啊 你立了功了 马上我们请示上差 恢复你的官职 你行啊 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计 因为太平军 缅军势力太强大了 官方除了应聘之外 还采取分化 拉拢 掩诱 收买等政策 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立刻派着马兴仪 带着书信回去了 来见张文祥三弟兄 马兴一见面把兴趣的高高了 三位兄弟给你们道喜了 事情办成了 哎哟 三个人一平眼睛也亮了 是吗 这么顺道 多谢大哥的皮鞋 哎呀 应该的应该的 走走走跟我走 马上赶奔卢州 拉着他这支队伍 那队伍咱没说吗 都是老百姓就图一口饭吃 什么缅军 什么太平军 什么冠军 哪供饭就上哪去呀 说有什么坚定的信念 一概皆无 当头的一倡导 跟着走 队伍拉到卢州 找地方全都住下 先吃饭 洗脸 安顿完了 所以马兴仪又领着他们 见了提督丁的老爷 丁大人表扬了几句 好好好 立刻拍板决定 你们手下一共多少人 五百八十人 编成两营 叫三字营 一营二营 张文祥啊 你掌管三字营的第一营 石锦彪 你呢 就留下做亲兵头目 曹二虎 你为三字营第二营的统带 你指挥第二营 一定要报效朝廷 是是是是 脱鞋变装 换上军装 从此之后 摇身一变 成了朝廷的官军 也坐上了小头领 因此张文祥几个人 从心往外赶紧 这马兴仪啊 不是大哥提鞋 哪能脱胎换骨呢 打着之后是继续奋战 那年月 白骨堆积如山 鲜血流成河呀 到处是废墟 到处是尸体 走到哪儿 打到哪儿 张文祥战斗 十分勇敢 一个他投过链子 知道链军的行动规律 他背叛过来 另外也知道 链军排兵布阵那些诀窍 因此他过来之后 再卖命 没有任何归路了 我就一个心眼的往前冲 我就立功 立功 我就可以升官 因此他玩了命 正因为他屡立战功 这马心仪啊 随着这些东西 这官是柔柔往上升 终于升上了安徽 不正史 体积太买 命运大力 从此 马心仪步步高升 平步清云 可张文祥为何要刺杀 杰义大哥 马心仪到底干了什么 敬请明天继续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刺马案 请不吝点赞 第三回 风声雨声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国事天下事 醒目一拍 说故事 张文祥刺马 第三回 也该着马心仪走时起 也该着张文祥他们转运 正在苦战地 接骨眼 太平天国垮台了 年军失败了 咱们说百年风云那套书 详细都说过 不多说 太平天国一共折腾了16年 到头来天津实现 就是南京 天王复独自杀 中王李秀成被俘 石打开出走 四分五裂 被清军给消灭了 免军靠的是太平军 不军奋战也不能持久 不久也被官军给消灭了 这下得论功行赏啊 清朝忠兴了 热烈祝贺 马心仪因为屡立战功 平步青云 就升为安徽不正使 那位说不正使是个傻官 要了不得 这一生当中 除了巡抚之外 就是不正使 位列第二 主管一省的财经和人事调动 有财经大权和人事大权 那官可不小 从二品 马心仪这圣官 张文祥他们都跟着沾了光了 曹二虎石锦彪也都跟着去了 马心仪变样了 当初啥样 和现在作威作福 撇着拉嘴 小腰板背直脑门吃的背量 关架的十足 动不动背着双手迈四方步 扬眉吐气 眼里没人了 不用说对其他的人 对张文祥几个人也大变样 原来同桌吃饭 同桌床睡觉 现在可好 但能不见面不见面 有时候见着面也就翻翻眼皮 用鼻子哼一声 就玩这个劲儿 官生脾气掌啊 另外使他们哥仨心里不痛快的是啥呢 有时候曹二虎就发饶草 二哥跟张文祥说 你说咱大哥是把咱忘了 给咱们个一贯半职的 咱们这么闲着算怎么回事 哎呀 我二哥呀 还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 说吧 什么事 我打算把你弟妹接来 你说跟着我从来没想过福 这些年都没见着面 安安稳稳的也让他想起天福 石锦彪也说 二哥呀 我也有同感 是不是 把你弟妹也接来 往这一住 有多好 起码吃喝不愁 省着在农村受罪 哎呀 张文祥说 你们问我这事 我不同意 因为咱们还没定呢 咱还这么飘着呢 你们把家卷都接了好吗 你呀是光棍 一个人 你不想家 没有家的概念 你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二哥 你答应了 张文祥一看 他们哥俩愿意自好 也不好 强迫说 你们别这么干 那你们看着办吧 不多日子把家卷都接了 到这儿租了房子 定居下来 还得报答大哥的恩情 没有大哥的提携 哪有今天呢 出于礼貌 得见见大哥呀 这石锦彪 这石锦彪 曹二虎 各自带着媳妇 拎着礼物 来到内宅 可巧这一天 这马新仪啊 正好身上没什么事 听夫人跟自己打过招呼 出于礼貌 勉勉强强的到这陪一陪 坐一坐 正在屋等着 有人通报说 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曹二虎 石锦彪 高高兴兴 从外边进来 大哥 大嫂 进来进来进来 快拜见大人 拜见大嫂 两个女人飘飘下外 这个大嫂 看了看 你别说 这俩农村妇女 这俩弟妹啊 模样长得还真就不错 不是那么徒头徒脑的 长得凭水 真没想到啊 农村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想也就是一想而已 马新仪在正座坐着呢 一开始无精大采勉强强服而已 等一看到了面前这一十里 马新一眼睛就一亮了 一看 哎呦 哎呀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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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二虎 石锦彪 命不错呀 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归他们了呢 哎呀 那句话说的太对了 庄村出美女啊 乱草生灵芝啊 这话一点都不假 哎 当时他搞了心了 吩咐一声摆宴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所谓的一家人团团围坐 频频敬酒 马新一惊身头也来了 话也多了 带着他那俩眼睛滴哩溜烂转 就打量这俩女人 曹二虎的媳妇叫小灵子 石锦彪的女人呢 叫小翠翠 他问清了之后 问农村生活怎么样 问这怎么样 问那怎么样 也频频敬酒 频频加菜 这事都反常啊都 马新一你别看嘴那么说的 心里的脂肪热 心说这么好的女人 比我那三方四妾 强的多的多呀 如果这俩女人 要到了我的手里的 我的福分可不浅呢 这小子就杜了 言心6688 拜见大哥 却是杨素虎口 贪恋美色 黑手 身向弟媳 堂堂二品大员 莫非竟是衣冠禽手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赐马案第三回 正在播出 马新一 心术不正 这小子贪恋酒色 这俩是弟妹 哪能在弟妹身上用功书 要不说他怎么不是个人呢 色胆包天 他就打定主意了 日后拉长线看活 酒宴散了 他们也回赠点礼品 高高兴兴的 石锦彪 曹二虎 也回去了 晚上挺高兴 喝点酒睡觉了 可打这之后 三天两头的 内宅就请客 名义上是 夫人请客 夫人问的话 找弟妹唠嗑 他们俩 小翠也好 小林子也好 经常被叫到内宅去 一去就一整天 有时候回来的是 越来越晚 是越来越晚 马新一干什么 耍尽一切手段 只要这俩女人一来 他就陪着 什么张家长 李家短 七个碟子 八个碗 没话 搭个话 小恩小惠 送点纪念品 给批仇子 赏批段子 以后给个拙子 给个溜子 给个项链 没事还给俩金元宝 什么的 每次来都不空手 日久天长啊 这事就几乎就成功了 你想小翠也好 小林子也好 生在农村 见过什么呢 经过苦日子了 兵荒马乱 吃尽了苦头 今天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这不正使大人 如此青睐 出手大方 竟给这么多的好东西 能不高兴吗 这两个人也不地道 架不住掩佑 结果是勾搭成奸 也就是马新一把俩 闭妹搂抱在怀 做了苟且之事 慢慢的这勾搭成奸 这事就传出去了 不但官场知道 这一天也传到张文祥耳朵里 张文祥是个细心的人 一听这话 他几里面打个冷战 啊 有这等事 哎呀 他人欺不可欺啊 马新一啊 你真要干出这种事情来 你是猪狗 不如握女 不能 我大哥不是那样人 他身边不缺少漂亮的女人 怎么能跟有夫之妇勾搭成奸 也可能是谣言 不行 我得仔细调查 后来啊 他就用上心了 他花钱收买了一个内宅的仆人 这个人叫华梅刘 他本来姓刘 他爱得了 所以大伙送个戳号叫华梅刘 跑内宅的 爱喝酒 张文祥请他喝酒 他知道这是不正使 大人磕头的把兄弟不敢小瞧啊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 张文祥又给了他五两银子 哎呀 他高兴 打开话匣子 张文祥就慢慢就偷 最后他终于说出实话来了 哎 我说二爷 今天出我的口 入你的耳 千万不能对三者说呀 你要说了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说吧 你跟我说万古一时 哎呀 不正使大人 不对劲啊 我告诉你啊 那天我倒霉 轮着我的本子 那两位夫人又去了 他们三个人同房 大白天的三个人在屋里胡折腾 让我给看门 你说倒霉不倒霉 那天呢 他们那二位夫人就留宿到内宅 跟这马兴一过夜 这是千真万确 我不敢往外说呀 二爷 我知道你是个厚道人 我告诉你一声 明明要传扬出去 我的小命可就没了 我不说 我绝对不说 这事过去之后 张文祥是气炸 连杆肺 挫碎 头中牙 心说 我说不说 我这两位兄弟戴上绿帽子了 奇耻大辱 不说 对不起 爸兄弟 说 这两个人听着 怎么能接受得了呢 归根皆笔 还得说 张文祥 摆了一桌酒宴 把他们哥儿俩给请来了 上吹手 曹二虎 下吹手 石锦彪 喝了两种酒 脸儿就问 二哥 怎么看你哀声叹气的 发愁啊 你还有什么愁事 二位兄弟 我没说话之前 我希望你们冷静 千万不要沾火就着 哥哥有点密事 告诉你们 你们得向我保证了 不发脾气 得听我的话 听懂了吗 什么事 您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哥哥你说吧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把这事说 曹二虎 曹二虎 兴无烈火 听完的时候 啪 一拍桌的 跳起多高 马新怡 你不是个人 从墙上 咔嚷把刀拽出来 我找他去玩命 我砍一下他的狗头 站住 二虎你给我坐下 把刀挂起来 刚才我怎么说呢 我就知道你脾气不好 你既然这样 我不如不说 坐下 我 二哥你说 我就人气吞声 石锦彪也说 是啊 二哥你说 发生这种逆事 我们哥俩戴上绿帽子了 这怎么办 难道假装不知道 二位贤弟呀 人在屋檐下 怎敢不低头 现在人家势力太大了 咱们仨人一无是处啊 没有功名 没有势力 这个事不能忍 也得忍 你们要问我怎么办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你们两个的女人都不闲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事从两来莫怪一方 事到了如今了 你们俩呀 一恒心 这破烂货 不要了 送给马心仪 他不喜欢吗 给他了 你们男子汉大丈夫 娶个媳妇 还发愁吗 没钱哥哥我这有 另娶媳妇 再成家立业 有什么不好呢 这就得了呗 斗势力咱斗不过人家 这口气实在是 出不来 出不来就憋着 另外咱怎么办 要我提议咱不在这呆了 此地不养爷 还有养爷处 这么大的世界 咱满身的功夫 非得寄人篱下吗 媳妇不要了 咱们远走高飞 离开这 这石锦彪就没啥出息 这石锦彪老四听完之后一咧嘴 二哥 上哪去 这些年四处漂流 您还没受过罪 在这不管怎么说 吃县城的 喝县城的 没零花钱到账房去取 要多少给多少 这多好 这离开这一走 得罪了马欣怡 哪吃饭去 老四 你真是个软骨头 你想忍 那不忍 那咋办呢 你讲话了 咱又没有势力 又斗不过人家 也只好忍气吞声 实在不行 晚上没事 劝劝媳妇 行 这个事不是我的事 我只是给你们建议 我听你们哥俩的 能忍则忍 寻找机会 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事就过去了 过了几天 曹二胡正在屋里生闷气 当差就进来了 三爷 不正使大人有请 找我 他一琢磨 马欣怡找我干什么 这个王八蛋 不去还不行 去吧 见着马欣怡了 唯心的 假装乐 大哥 您找我 老三呢 坐一坐 过的咋样 挺好 那还能好得了吗 咬牙就说微信的话 我现在接到上风的信息 我又要升官了 升什么官 梁江总督 哎呀 那官太大了 大哥您升官 我向您先道喜 且慢 旨意没下来 只是我听着点风声 我心里高兴啊 我这次升官 执掌了大权 你们的前程 不成问题了 我找你们单独谈话 先透露个信息 往后啊 好好干 我给你个一官半职的 不成问题 我谢谢大哥 好好 记住啊 走吧走吧 没钱花到账房去支 哎 是是是 二虎回来一琢磨 马欣怡这个人可也不错 啊 又要升官了 那我媳妇的事 我都问过他 他不承认 也许我二哥听的是谣言呢 不见得有这个事 我媳妇也不是那样的人 还是人没高啊 哎 还是在这混不错呀 他这气就消息一半去 没过多久 果然圣旨到 马欣怡这官运横通 居然从安徽部正室 奔奔奔 跳到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生的多是鸡 喝着马欣怡更牛了 自从到了两江总督衙门 在这南京 他这俩弟妹 干脆连家都不回了 他走到哪都带到哪 当然那哥仨也跟着来了 夜不归宿是经常的事情 二虎的心就别扭上了 心说话不说皮革 皮革一观半知的 怎么到现在没信 另外这媳妇老爷不回家 一问他就是陪大嫂 这大嫂怎么那么需要陪着 看来这事还是真的 不行 这口气我出不来 我非得问他个水落石出 哎 没多久 又有人找他 总督大人找您 啊 我正要找他 二虎气冲冲的 来见马欣怡 马欣怡 顶带花铃 居中而坐 神气得不得了 大权在握 二虎 我考虑到你们年纪不大 无所事事 我深感痛心 当初官小 有其心 无其力 现在我做了两江总督 可以提拔你了 当初我说过这话 你记得吗 大哥我记得记得 我给你个美差 你到寿春去一趟 出趟外差 到寿春见张总兵 拿着我的手艺 去提150杆火枪 石箱火药回来 这可是美差呀 你把这个事要提提面面的 办成回来 我起码能提拔你 做一个参将 那参将官也不小 谢谢大哥 那我什么时候起身 最好尽快起身 明天就走 是是 我回去收拾收拾 明天就走 把手续全办理好了 拿着手艺 二虎心里的高兴 他做梦没想到 这下正好中了 马兴仪的圈套 出杀人心 杰义三帝能否逃离杀身厄运 敬请明天 继续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赤马案 第四回 清朝末年 两江总督 遇刺身亡 而凶手 竟是自己的杰义兄弟 大唐之上 凶手道出事情缘由 这一切 皆因总督贪恋酒色 霸占帝习而起 在霸占人妻之后 总督又将黑手 伸向自己的生死兄弟 杰义三帝曹二虎 能否逃离厄运 敬请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赤马案 第四回 大结局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醒目一拍 说故事 张文祥赤马 第四回 书接前文 马心仪耍了个烟谋手腕 这曹二虎顺顺当当 把脑袋就钻进去了 要不说人跟人他不一样呢 哎呀 曹二虎心里还挺高兴的 办完手续之后 大嘴咧的多大 来见张文祥 见着石锦彪 进门就吵吵 哎呀 四弟 二哥 其实我说大哥还不错 给了我一个美差 回来还想批把我的官职 那我要升官 你们二位肯定都得升官 怎么回事 他让我上寿春去 见张子超 张总兵 提一百五十支火枪 十箱火药 我把这事完满完成了 回来就提升我的官职 你说不是喜事吗 看来够意思啊 张文祥眼珠拽悠拽悠 觉着这里头有阴谋 老三啊 你不要高兴太早了 听哥哥的话 我看不是好事 多心哪 二哥你哪都好 你心太细 这有什么阴谋啊 阴谋的话怎么干还不行啊 何必还叫我出外差啊 不听 张文祥 石锦彪不放心 张文祥提 这么办 老三啊 你要去我不放心 我们哥俩待着也是待着 闲着也是闲着 跟你一块去 给你保驾护航 到了寿春 找地方住下 第二天 二胡得办事去 收拾得干净利索 哥哥 我走了啊 你们别动地儿 一会儿我就回来 我提完货 马上我就回来 哥俩嘱咐了半天点 这后信 咱不说 二胡高高兴兴 到了总兵衙门 有人一报信 让他进去了 见着张总兵 二胡就一愣 一看这张总兵 怎么了 沉着 像谁给他多少钱一样 总兵大人在上 曹二胡这项有礼 这是批票 我奉总督大人所拆 来批东西来了 上他开列着名字的 你看一看 他连看都没看 你就是曹二胡 正是主动上了门了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你呀 你跟余孽勾打连环 图谋不轨 还要东山再起 你是个贼匪出身 你恶习不改 还要再次背叛朝廷 你领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打总攻击匪人 是不是想给他们 哎 哎 我总兵 无凭无据 你胡说八道 这 这是总督大人派我来的 你无缘无故 你给我栽赃陷害 不信 咱们手拉着手 问问总督大人去 恐怕没那机会了 来来 打了 不容分说 拿声给勒上 原来 我要见总督大人 咱俩边理 没那机会了 总督大人有令 就地斩首 拉到原文外的 不容分说 二胡那正喊 咔嚓一刀 脑袋给砍下来 你说死的冤也不冤 闹了半天 是马新一设的套 事先找人告诉这总兵的 你要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总督大人的命令 敢不听吗 叫怎么办 二胡就这么冤枉 冤枉透顶 把脑袋丢了 张文祥 施金标 等着 左等也不回来 右等也不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 到门口张望了几次 后来来往的人呢 传说 哎呀 原文外立了 刑场了 哎呀 不容分说 把脑袋给砍掉了 太惨了 张文祥一听 砍人 总领衙门还砍人 怎么回事 有很多人去看热闹 张文祥就预感到不妙 带着施金标 也去看热闹 到那一看 当兵的都撤走了 孤零零 一具尸体是失手两分 拿个席子盖了 天都快黑了 过来一看脑袋 闹了半天是二胡 这个俩爆头痛哭 一切全都明白了 张文祥喜事话 怎么样怎么样 奸情出人命 马新一变了心了 他对咱们肯定得下毒手啊 兄弟你死的冤啊 我发誓要跟你 霸无仇血恨 为民出害 这个狗官 我绝不能饶他 书说简短 买了棺材 收了尸 就地掩埋 哥俩回到店房一商量 看来下一步 马新一对 咱们就得下手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赶紧远奔 他乡吧 两个人在一块 目标太大 后来一商量 石锦彪说这么办吧 我安徽 还有几个朋友 我到那儿占庇一时 二哥呀 您自己看着办吧 您有主见 有本事 您爱上哪上哪去 风气浪静之后 咱哥们再团聚 告辞了 哥俩分道扬镳 张文祥 恨不能当时 把马新一就宰了 怎么可能呢 戒备森严呢 要兵有兵 要将有将 他都贴近不了 都不敢露面 他就躲到浙江去了 张文祥到浙江 是有目的的 一个离着远 二一个 找个没人知道的病人 一 免遭陷害 剩下的时间 怎么打发呀 练武 天天是打拳踢腿 扔傻口的 练自己的臂力 这还不说 他心说 我要刺杀马新一啊 这马新一我太了解了 这小子可珍惜性命了 经常出门 内身细甲 都是那牛皮砍尖 互助前后心 往往都三层牛皮 那砍尖 外的穿上官服 你根本致命之处 你动不了他 说砍脖子 哪那么容易砍那么巧啊 其他的部位不是要害啊 所以不 这手腕子上去练力量啊 就这么的 他买的牛皮 偏偏练着手腕子 买了尖刀 偏偏刺着牛皮 一刺 扎上也就是一个点儿 你看那牛皮啊 那东西可厉害 一般的刀根本扎不进去啊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正好找来找去啊 找到一个铁匠师父 也姓张 世代相传 都是铁匠师父 专门打造农具 还打造刀枪棍棒 有两下子 张文祥这一踩点儿 跟这本家子两个人处得不错 后来张文祥提出要求 能不能给我打造一口刀 我不怕花钱 钢口越好越好 越接应越好 行嘞 交给我吧 从今天开始 我就给你锻造 多在你合适了 满意了 咱再说 留了二两银子做定钱 张文祥走了 接茬去练舞 过了几天 来了 问这铁匠 我订那货 好了 好了 你看看 你肯定满意 拿出来 你看看 张文祥一看是一把短刀 拿布包着 把品长 俩手可以攥着 刀苗子有一尺八长 背后 尖儿非常锋利 一看就是好钢 是闪闪发光 撇进了 脸上都冒凉风 这撇匠还说 吹毛利刃 可以说是宝家伙 不信当场试验 拽了几根胡子 头发 搁到刀热上 呼一吹 吹毛利刃 好 太好了 又给了三两银子 五两银子 买了把宝刀 但张文祥心系啊 心说我不能靠近 总督衙门 谁都认识我 出来进去的 我一露面 就是自投罗网 我得改换荣严 你说张文祥 这心有多干 思来想去 怎么换脸呢 上韩国 去整个整容树 那年头没有啊 怎么办 自己就得毁荣 后来想了个刹策 下策呀 买了点油 得小庙厚头 把这油烧开了 翻开 张文祥 你狠心啊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没得给我弟弟 报仇血恨 他抓了一把碎石头子 把身子往前一探 把碎石头子 往油窝里头一扔 那不开锅呀 哇 这油一开锅 发生着爆炸 一下子脸上 膜子上 手上全是了 那滋味是可想而知 为什么说插条油锅 要叫油给炸了 那点啥滋味 张文祥 惨叫一声 是不省人事 当时哭筒就躺下 两天还过来了 这地方太背 没人行走 保住这条命了 好 这一醒过来之后 找个水坑一照 我的妈 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觉得一切都差不多少了 深藏利润 化妆改扮 偷偷地前回 梁江总督衙门 梁江总督衙门 都回来了 不敢露面 找个地方住下了 自称是个商贩 有钱呢 因为那银子不缺 所以他住下了 没事 傍晚的时候 到梁江总督衙门 他就转有事 寻找机会 转了好几个月 没有那个机会 哪找去 哎呀哎呀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 您说事怎么弄巧 到了九月份 关秋操 马兴一关完秋操 要回两江总督衙门 这是千载难分的好机会 张文翔得这些 心里是高兴 祝愿老天爷保佑 让我一举唱 爸爸 要不怎么说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呢 他惦记上了 机会还是有的 也盖着马兴一这小子命短 他想福想过头了 这也是天报 修操关完之后回来了 其实要没有那个喊冤的 没有那一下子 张文翔未必能得得了手 这不是天柱 平白无故冒出了一个喊冤的 头顶状子跪到大轿之前 嗷喊冤枉 别人眼光全盯着那个告状的人了 马兴一时舒服 把身子往轿外一探 凑巧了 张文翔就在胡同里头迷着 轿子来了 你想要隔着轿子行事 也不容易 那绿泥的大轿 你在穿透了 能不能扎得那么准 这都凉硕着 酸的轿子理他去杀 那那可能的事吗 他不可能呢 天敢 马兴一身子正好探出来 这回行了 因此张文翔心话 天柱我也 咔嚓这一头 他练了一年多 大吴也快手腕的有劲的 这一下子刺的腹内 他在搅和搅和 那人还好得了吗 当场刺死马兴一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张文翔誓死入归 也没想跑 也知道跑不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仰天大笑 快哉快哉 天柱我也 我早就下了决心 杀掉这个畜生 今天如愿已尝了 咱们翻回头 再接上前面那个茶 九堂会审 在九位大人的面前 他是声音朗朗 把以往的经过 啪啪啪啪 全说 就是这么回事 你说他该杀不该杀 这个九个官都听迷了 眼睛瞪得一般大 嘴张得多大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刑部正堂的钦差大人 没的人听完之后 心里高兴 张文祥 好样的 替我解了 恨了 这马心仪啊 简直狂的没边的 就冲着狂劲 他就得死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 不见的人的事 怎么这么下作 臭下杀烂 自作其货 自找倒霉 但是话他不能说 那详细记录再按 审完了 不用打 好了 张文祥 你回答的不错 还有什么遗漏吗 没了 全说完了 给我痛快吧 杀寡存留 你们随便 压下去 压下去 九个官凑到一块 会伤一下 下一步怎么定这个罪 有的人就提出来了 秦柴大人 这事麻烦 这个底案不能留着 你说这记录留着 对咱们当官的脸上 污光 大清国朝 怎么能出来这样的官 这么不是人的东西 怎么能贴拔 做了封疆大吏 两疆总督 对咱们官场的影响太大了 没法上报 这两宫太后 一看这什么事这是 那怎么办呢 如实记录在案 四个师爷记得 拿过离汉 稿子 一样 一字不落 没的人也发愁了 这 为了维护官场的尊严 为了保住他们的面子 就得改词 怎么改呀 叫张文祥改给供词 改什么供词 你就说呀 你是海盗 你呀 想死灰复燃 大人镇压过你 你怀恨在心 因此才赐死两疆总督 张文祥不干呢 冲什么 我要改词 我就是抖了抖了 他这个臭 臭底 不改 怎么打也不给 维护官没辙了 这没的人赶紧赶回北京 见着两宫太后 秘密报 这不能跟别人说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慈禧听完了也一皱眉 马兴基怎么这样啊 哎呀 他是自作自受啊 算了 也不用改公司了 把他销毁也就算了 销毁了吧 此事不必张扬 干脆 把他处决吧 人死了死了 有遗址了 行了 没的人又返回来 见着那几个官一说 啪啪啪啪 把那记录 底案全都销毁 多黑暗 就为了保住他们官场上的名声 为了面子 把张文祥就定了一个寡罪 这寡罪是千刀万寡 据说呀 出大差的那一天戒备森严 刑场设在官员 张文祥是毫无畏惧 走了一路是笑一路 哈哈哈哈 快哉快哉 那跪的时候手都发颤 我说张文祥啊 一会你咬牙可挺住 这滋味可不好受 搭一钩子 搭一条肉 搭一钩子 刮一条肉 你得从早上起来刮到掌灯 才能结束你的生命 你放心吧 我瞪眼看着 我要哼一声 我不是汉子 我不算爷们儿 来吧 据说张文祥说话真算数 开始行刑 这种酷刑 这人怎么能受得了 张文祥连哼一声都没有 一直到刮完了 结束了生命 这件事 迅速传遍了全国呀 家喻户晓 官场到百姓是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提起张文祥刺马 好样的 好样的 张文祥刺马的故事 就结束了 但是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有人做了个总结 这是明清两代历史以来六百年 出现的一种歧视 张文祥的所作所为 是可以称为第一刺客 别的刺客鬼鬼祟祟 你看人家光明震霸 了不起 这正是文祥刺马 传百年 铁骨睁睁 英雄胆 世间男子 其无数 唯有忠义 在人间 北宋仁宗年间 开封福音鲍正 以为官刚指 段玉英明 而著称一事 据记载 鲍正有一个侄子 叫鲍世荣 同样也是一位 刚正不阿 段玉如神的亲官 鲍世荣一生 断案无数 在他所断案件中 以石门县连环命案 最为著名 凶险一处击方 凶险一处击方 善恶一念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岸 真实的恩怨情仇 南辩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巨献 河北卫视 快要 家家家 被诵人宗年间 开封福音包拯 以围观刚指 段玉英明 而著称于世 据记载 包拯有一个侄子 叫包世荣 同样也是一位 刚正不阿 段玉如神的亲官 包世荣一生断案无数 在他所段案件中 以石门县连环命案 罪为著名 风声雨声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世国世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今天我要说这个故事 发生在北宋人宗年间 离开现在将近千年 地点是陕西省的石门县 在这发生了一场 连环人命案 简称叫连环命案 我要一说到北宋 您自然就想到了包公 这可不是包公破的案 是包公的侄子 叫包世荣 破获的案件 包世荣啊 学习的好 高高考中了叹化 奉朝廷的旨意 把他派到了石门县 做县令 临行的时候 包的人不放心 让跟随自己多年的总管包兴 给他做幕僚师爷 陪伴他 另外派了一名武将 叫赵虎 跟着护航保镖 包世荣啊 有着一文一武 保驾护航 心里他就有了底了 临别之时 包的人低了耳朵 嘱咐他 你这回去当官去了 一定要公正联名 不准贪赃王法 要犯的我手里头 别看是书职 我是绝不留情 是 叔叔您放心 叔叔说简短 包世荣到了石门县 一看就咧了嘴了 这石门县呢 是在个山区的县城 这地方极其荒凉 穷人居多呀 咱可不是小桥穷人啊 过去有那么句话 叫穷山恶水出刁民 可是三公子包世荣 到了石门县之后 谨避尊叔叔的教会 走马上任了 挑灯夜战 一天都不闲着 首先要处理 遗留下的案件 在这遗留的案卷之中 发现有韩瑞隆一案 你看这 你看这韩瑞隆小岁数不大 死刑 杀人案 人命关天 不能不重视 他仔细阅读卷宗 仔细看 里边一点颇多 这案子没结 就悬着 但是罪犯 韩瑞隆 就被压在死囚牢 现在迟迟没有处理 因此没过两天 就夜审 韩瑞隆 哎呀 包世荣光线 这一看 这个凶犯 年纪轻轻 面容憔悴 是棚头垢面 带着三大件的兴趣 你看这样的还挺斯文 从观看的角度来瞅 不像什么凶手 他怎么能杀人约祸呢 你叫韩瑞隆 是老爷 你杀了人了 你因何杀人害命 还不从事地讲来 老爷 我冤枉 我没杀人 我嫉妒苦梦之书 毕晓周公之礼 我怎么能去杀人 你连个鸡我都不敢宰 我冤枉 因何承认 不承认不行 我是挺行不过呀 你看看我周身上下 全是伤 这医院伤可不是 就仗着年轻 要老头啊 早收拾死了 既然你口成冤枉 有哪些冤屈 从实讲来 青天大老爷 荣禀 韩瑞隆就把经过讲书一遍 怎么回事 就在头些日子 他就住在这石门县郊区东关外头 离这东门也就是十几里地 但是这个地方十分荒凉 住在一个小村里的 他还住在村边上一个院里的 他们就年儿俩过日子 母亲住的东屋 他住的西屋 外间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 还有个大院子 他母亲望子成容 虽然咱们家不富裕 希望儿子韩瑞隆好好地读书 早晚走仕途 能得个一官半职的 所以一般的活都不让他干 自己四十多岁也不算老 能做的自己都做了 况且过去 韩瑞隆他爹在世的时候 多少留下点积蓄 这日子也算勉强能过得去吧 韩瑞隆这孩子也听话 偏偏苦读诗书啊 他住在这个西屋嘛 这个事儿也该着凑巧 他在背书的时候 他就觉着外间屋的门开了 挖进一阵冷风了 他冷静灰风了 你看 就好像看着一个人影 进了他母亲的屋 他心里刻灯了一下 来贼了 我们家穷的四壁空空 有什么可偷的 你怎么这么瞎眼 要偷我们家 他赶紧把书本放下来 年轻人有胆子 就奔他母亲屋来了 啪一条链 把他母亲吓一跳 锐龙 你要干什么 没事 我到这找点东西 他没敢说方才的事 怕母亲害怕 就娘俩住在这个大院 这地方又荒凉 母亲要害怕怎么办 所以他找了个借口 回自己的屋了 所以就琢磨着 可能我看书看得太多了 时间太长了 有点眼离 看走眼了 一场虚惊 就这么就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 赵舅 正在屋里读书的时候 好像又那个时间 他就觉着又刮进一阵冷风 用眼角的灵光一瞅 有个男人 去了他母亲的房 其实说 昨天我有点眼离 今儿个不会吧 我明明看着像一个人进了我母亲的屋 是贼是道 他赶紧把书本放下 站起身来 二次进了他母亲的房中 娘 把他母亲又吓了一跳 锐龙啊 你毛毛棱棱的有事吗 还是龙一丑 啥也没有啊 哪来的人呢 啊 母亲 我忘了点东西 我找找 忘了什么东西了 毛手毛脚的 我找那个材质的刀子 说着开开抽 哗啦哗啦翻了拍 也没拿材质的刀子 关上抽 一看母亲没注意 她又回了屋了 到屋里看不了书了 心忙意乱 心说话我看得轻轻的 怎么没人啊 他能藏哪去 藏到八仙桌底下去了 哎 怪啊 哎呀 这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 这韩瑞龙啊 提高了警惕了 假装做样的在这看书 其实他那耳朵支愣着 听着外头的动静 用眼角的余光也仔细盯着 看看会不会发生前两天的事情 结果估摸着到了那个时辰了 没有 他放下心了 看来啊 我还是眼花了 世间之上哪有这种怪事啊 哎呀 看书看得脑袋都这么大 背书背得都迷糊了 他刚想到这儿 突然就发现 似乎还是那个人 又进了他母亲的房中 这下他坐不住了 伸手 棒子抄起来 这事先准备好的 拎着棒子就进了他母亲的屋 啪一条链 贼没熟眼 往四屋就看 他往四屋这么一瞅 把他娘可吓坏了 呀 锐龙啊 你怎么了这是 你拿个棒子干嘛 哎 母亲 我往来找点东西 胡说 我说锐龙啊 我发现你这两天有点反常啊 你贼没熟眼的 每天这个时候闯进我的房中 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怀疑你母亲什么呢 你说 娘 说 肯定有事 说不清楚 不行 娘我生气 那这读书的人都孝顺 母亲这一生气一翻脸 韩锐龙害怕了 赶紧把棒子放下 娘啊 您别生气 您可别害怕呀 我要说句话 您别害怕 说吧 发生什么事 他说 连着三天了 你说一回看不清 两回看不清 还老看不清 我发现好像这个年轻人 穿的什么 我没看见 从外边进这 直接就进您这屋了 您说怪不怪 那门还关着呢 他怎么进来的 我担心 我担心您 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所以我准备的棒子跟进来了 我一瞅他没有 我昨天 前天 我都是找的借口 老太太一听鸡眼 郝瑞龙啊 你真能给你母亲栽赃 半夜三今天 我这能来男人 你母亲可守寡呢 你说这个人在哪呢 你说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给我找 你要找不出来 我不答应 你给我找 你看这锥子 我自己把我自己刺死 我拉扯你不容易 你给你母亲栽赃 这要传扬出去 这还了得 给我找 我没说 这事我没看准 娘啊 您别生气 我找 找不找 不找 我要找了 找 哪找去 屋里啥也没有 就一张破桌子 有桌子链 韩瑞龙没办法了 老太太就说 你看 藏身的地方 只有那桌子 你去看去 聊开 把那链聊开看 怎么办呢 韩瑞龙过来 把桌围子聊起 往里抗 啥也没有 娘啊 您别难免我了 什么也没有 不行 你得给我找 是不是他钻在地里头了 要不他藏到哪去了 你说的钢帮镜 让他给我找 说到这 咱们交代清楚 你这玩意还有迷信吧 是不是弄鬼弄神的 没有 韩瑞龙啊 的确是眼离了 这人家精神呢 他是有限度的 超越这个精神 超了复合了 就出现幻觉 而且他读书的时候 那书里头 有的书里都有不少故事 也有不少离奇古怪的事 他一边看着 一边琢磨这些事情 因此就产生了幻觉 要不有些人他不理解 就认为这是鬼 这是神 那纯属是迷信 咱不得不说清楚 但是他母亲还挺倔强 别看平时挺温柔善良 上来这个倔劲的 塞掉的找 哪找去 找不出来 母亲不答应 后来母亲说了 是不是跑到地里去了 你今天把地都过去 跑开 跑 找不出来 我不答应 最后 逼得韩瑞龙实在没办法了 跑吧 找吧 拿着个胶就挖 您说怪事不怪事 把八仙桌子挪开 这土还挺好跑 挺松软 跑开之后 他瞪眼一瞅 哎呦 我的妈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一只神秘箱子的出现 让韩瑞龙喜出望外 本以为是意外之财 却没想到竟由此引来破断 那么这只神秘的箱子 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 极其连环命案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天下故事会 古代起案系列之 石门县连环命案 正在播出 那土啊 挖进还不到二十身 里头溜光发滑的 棒棒 这敲一尘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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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瑞龙就愣了 娘啊 这里边好像是棺材板 那是吧 什么东西 他娘也忘了生气了 赶紧下了地 挑着灯过来看看 又好像是个箱子盖 挖面积大一点 哎 娘俩生气的事 扔到一边 把土散开 一看呢 是个长条箱子 那硬是箱子盖 一点都不想 哎 上的还有锁 这韩瑞龙呢 就找把斧头 把那锁 咔咔 敲掉了 费了半天的劲 把这箱子盖打开 不看则可 一看 哎呦 金光灿灿 那白的是银子 黄的是金子 满满一下金银 女儿俩都傻了都 韩瑞龙一瞅 哎呀 母亲 咱发财了 哎呀 这不是老天掉下来的吗 哎 怪不我眼里呢 闹了半天是老天市井啊 给我带到呢 指示我这有财呀 哎呀呀 咱家这有了这么多的钱 太好了 太好了 说着话伸手就要拿 韩母经验丰富 妈 瑞龙啊 你别忘了老人说这句话 外财不负命穷人 该这是咱的就是咱的 不该这是咱的就不是咱的 平白无物 谁把这箱金银埋到这儿了 其中必有缘故 你不能动 娘啊 咱家这么穷啊 老天给的 管他是谁的 咱一没强二没夺 在咱家里发现的这有什么 咱瞪眼不动不花 就在这干受穷 您不觉得可惜吗 那也不能动 即使是老天市井了 我们也得烧香磕头 拜吧之后才能动用啊 你听见没听见 哎哎 您说的太对了 快去 先先先把盖盖上盖上啊 把浮屠先掩埋了 你呀 明天你到老郑姐图书铺去买个羊头 再请点香辣 回来 咱们换换新衣服 朝拜之后再动用 懂吗 哎 娘说的太对了 哈哈哈哈 叔叔说简短 这一晚上折腾的都兴奋了 连觉都睡不着了 连觉都睡不着了 韩如龙回到屋里就琢磨着 哎呀 老天真是保佑啊 啊 啊 这倒真知真行 我们家发财了 我母亲可以不受罪了 我也可以好好读书了 哎呀 他就惦记着买这羊头的事 一眨眼 他一看天亮了 哎呀 怎么这么快 一眨眼天亮了 我得买羊头去 得请香去 穿好衣服 跟他娘打了个招呼 娘啊 我走了 天亮了 揣两圈 他上了街了 结果大街上他一瞅 冷冷清清 本来他们这个地方就荒凉 可一出离开 一人都没有 抬头一瞅 大月亮 都到了八月十四了 哦 他想起来了 怪不过在屋里 他认为天亮了 没亮 是月亮光 起得太早了 太悸动了 哎呀 有些人回去再睡个回中觉 又想耽误事 也睡不着 还得让我母亲开门来回折腾 干脆我就得街上遛的遛的 一会儿再说 他遛的来遛的去 正好到正屠户 正屠户啊 就是杀猪宰羊的地方 到肉铺了 他一看呢 肉铺里边好像有灯光 大概掌柜的起来 正屠户他认得 出来进去的就那么点人 心说干脆 我买完了 我就心静了 既然他已经起来了 开门 正在说 开门 好半天 里边在说话 嗡声嗡气的 哎呀 谁呀 别去别去了 我怎么这么早来咱们 我呀 我是老韩家的 我叫韩瑞龙 你干什么呢 大叔 我来买个只羊头啊 你卖给我只羊头 我们家有用 羊头 你等等啊 我看有没有 又等了好半天 正屠户说话 哎呀 你来的还巧了 昨天正好杀的新羊 真有一只羊头 个儿可大点啊 不管大小 多少钱 我给您钱 行了行了 你等等啊 说着把那炸板上的小门开着 您记得那炸板上的有小门 打开之后 也有这么大个地方 拿出一只羊头来 不费劲 正屠户往外看了看 哦 你不是韩瑞龙吗 是 他说 就是我买羊头 行了 你给五个钱吧 给了五个钱 正屠户递出个包来 哎 拿好啊 哎 哈哈 韩瑞龙这高兴 谢谢大叔啊 打扰了打扰了 说着正屠户把门关上了 韩瑞龙拎着这羊头往回走 一看街上还是没人啊 要不再等会儿 等我娘睡觉醒了 我再回家 他拎着这羊头就来回溜达 怎么那么巧 正好遇上寻风夏夜的 晚上插夜的 来了那么几个人 大月亮照的挺亮 这几个人一看 站住 谁啊那是 啊 我韩瑞龙啊 我韩瑞龙啊 站住 站住 几个人过来了 老韩姐的小子 你不睡觉啊 你是干嘛呢 我娘啊 许了个愿 让我买只羊头 回去烧烧香 拜拜老天 我出来买羊头来了 买羊头 你们家能有什么事 这包里是什么 刚买来的羊头 我们看看 那那那那那 这有什么看 说把包放下了 这几个人唬着个脸 打开 打开 哎 不打开这个 打开一手 是邪淋淋 一个女人的人头 韩瑞龙攀上了人命官司 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经过官府的一番调查 他不但没能洗清罪名 却又卷入了另一宗命案 韩瑞龙如何含冤入狱 清官包世荣 又将如何调查案件的真相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其案系列之 石门县连环命案 石门县的书生韩瑞龙 鬼使神差 在母亲房间挖出一箱金银 当夜 韩瑞龙去买祭祀神灵的羊头 可就在返回的途中 被巡夜的差人发现 将纸包打开后 羊头竟然变成了一颗血淋淋的女人头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行目一拍 说故事 书接上文连环命案 书接上文连环命案 雪淋淋的一个女子的人头 刺牙裂嘴 吓人 吓人 这几个人就愣了 连韩瑞龙也吓坏了 傻了 这怎么回事 诶 韩瑞龙 都说你们孤儿寡母老实八交的 这么一看 哈哈 你们包藏着祸心 说 这人脑袋怎么回事 你买羊头怎么变成人头了 怎么回事 哎呦 我的确刚买的 不信 你去问问郑图乎 郑大叔 问谁也就问你 人命关天 那说着玩的 天亮了 有几个起的早的 也过来看热闹 哎呦 这谁啊 这 马上把韩瑞龙就送到县衙 原来那个支县姓 白白的老爷 升堂了 把韩瑞龙带上来 雄耕下业的人 一介绍经过 最后把韩瑞龙压上来 郭儿一看 像个读书人 小年轻的白白净净 问他 人头哪来的 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不敢说瞎话 郭儿听着也离奇 怎么 在你们家桌子底下 发现了一箱子金银 还有这等好事 你真能瞎编 天呐 来人 带着老爷 我去看看 郭儿要亲自查看 哎呀 也不远 十几里地到他们家 这时候 韩姆已经知道儿子出事了 被带到县衙 心忙意乱 心说 发现这种怪事 就不是吉祥之兆 闭门家中做货 从天上来 这这怎么回事这是 正这时候 郭儿到了 大门二门全都守住了 一伙的差人闯进去 到里边问韩日龙 韩日龙一看 用手就直接就在这挖出来的 不信 你看看 哇 浮屠 挺松软 打开了 的确有支箱子 把箱子 二周可以瞅 是金音 没说瞎话 抬上来 把这箱子 给架上来 架上来一瞅 什么金音 都是金波和银波 纸啊 做的那个箱 因为晚上呢 他们兴奋的过渡 也没敢动 也没敢摸 没看出是真假的 这一看呢 闹着半斤 是纸的 白高兴了 这还不说 把这箱子一挪开 有当差的眼尖 往箱子下边一开 就那坑里头 那什么呢 看看 一图了 里面有一具尸体 就在这箱子 就下来 不把箱子抬上来 你发现不了 哎呀 这怎么还有尸体 韩瑞龙和他母亲 脑袋嗡里 哎呀 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 都不知道 怎么咱们家里 还有一具尸体 哎呀 这谁呀这是 吓死个人了 把尸体刨出来 往这一方 大老爷乐了 怎么样 你们把人给杀了 埋起来 然后你把人头拎着走了 找个合适地方一扔 是不是 你就觉着就平安无事了 讲 这尸体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屠材害命 哎呀老爷 怨怨啊 不是这么回事 刚说的这 舞座过来 老爷 不对场 韩瑞龙手里 拎的是个女子的脑袋 方才咱跑出来的是男师 不仅是男师 还没脑袋 刚才对了半天 对不到一块 不是一码事 哎 哎 其中其怪中怪呀 啊 究竟这怎么回事 你们俩 你们俩 必须得交代清楚 哪能说得清楚 所以我们确实也不知道 就问他们 你们这个宅子 住多少年了 住了快二年了 原来这房子是谁的 原来房主姓赵 赵财主卖给我们的 啊 那你们进来之后就没发现过什么 什么都没发现过 要不是因为买羊头出不来这些事 我哪相信 就这么的 韩姆过了一堂 说完了经过之后 把他放回家了 你先回家 听后传讯 把韩瑞龙说不出来龙去脉了 那不行 必须得收押 那官啊 为了图检的 你好好调查调查 他也没怎么调查 不说实话 打 不说上刑 把韩瑞龙打的是劈开肉战 受尽了折磨 最后平行不过 承认了 是我杀的 是你杀 怎么杀的 他没杀人的 怎么说 怎么也不对劲 你到底是 那男士是谁 编 一会儿说姓张 一会儿又说姓李 一会儿说是买卖人 一会儿又说是种地的 问一回一个样 问一回一个样 他没有那回事 胡说八道 那记录的都没法记 后来传讯了正图 他那买的正图乎上堂的 理智气壮 大人 确实 我正睡觉的时候 外边杂文 我开那小门一看我谁啊 韩瑞龙 说要买羊头 我们家就是杀猪杀羊的 正好刚杀完一头羊 我就把羊头给他了 至于怎么变成了女子的人头 小人一概不知 这我哪知道 没有 人家说的钢帮应证 又没有人证 没有物证 你没法怀疑人家 只好把正图乎也放 韩瑞龙还是放不了 因此胡了八道定成了死罪 压在死囚牢 这案子始终都没结 这就是一流的案件 韩瑞龙哭着 见着包世荣包的人 把经过是讲述了一遍 说本来不是我们干的 这就是来龙去脉 因为我挺行不过 是驱打成招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包世荣点了点头 好吧 权当你说的是真的 在本官调查 如果核实的不对 我绝不饶你 压下去 韩瑞龙还是继续收监 但这案子有了转机了 哎呀 他下去了 包世荣发愁了 刚一到石门县 就遇上这么个棘手的案件 所以包世荣愁的 吃不下喝不下 就跟包星和赵虎商量这个事 三个人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赵虎说话了 大人呢 我看这样 咱来个明查案访 明着声唐问案 得查 案中咱得访 不访不行 这事您就交给我吧 您说这个赵虎 我粗中有心 包的人非常高兴 好吧 咱就来个明查案访 这赵虎回去就琢磨 我把大话放出去了 我跟包的人多年 也有破案的经验 我得怎么办呢 哎 有主意了 他穿上一身便装 离开了县衙 走到街头上 他去访 三天 没信 案件毫无进展 到四天头上 他也着急了 哎 想出个搜主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对 怎么办呢 他到街上了 正好遇上一个药饭花子 这药饭花子一看 有人来了 大爷您赏给我一文两文的吧 我们家招了灾荒了 您可怜可怜 慈悲慈悲 行行行 你站起来 我瞅着你这个儿 药饭你看 瞅我这个儿干嘛呀 来来来 你跟我当那树林里头 把这药饭你领到树林里头了 赵虎就说 你啊 换换心吧 咱俩把医生兑换一下 你把你那套脱下来给我 我这套脱下来给你 我还给你一两银子 你看怎么样 呀 咬饭了一听 这真是天成掉馅饮 还有这种事 我说这位 不是脑袋进水了 管他呢 有这好事 还能往外推吗 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现在就脱了 两个人把医生换了 赵虎变成了花儿乞丐 那人捡了套新衣裳 穿上挺美 还得了一两银子 高高兴兴走了 赵虎拿着他这打狗棒子 拿着他要饭的破瓢 离开了树林 为什么要化妆成花儿乞丐 走千家过万户 不引起怀疑 讨饭的 就到谁家门口 爷爷奶奶帮帮我 也可以砸门 也可以进院 一般人都不怀疑 那个年月讨饭的人特别多 赵虎穿上这套衣裳 假装要饭的 白天里走走行事 敲开几家的门 大爷大奶奶 慈悲慈悲 赏点饭吃吧 有那老太太心软 一看 挺大个子 我说年轻人哪 你有多大岁数 今天小呢 他三十八 三十八正在壮年子了 你怎么不干点活来要饭 多没出息 看你怪可怜的 给你个饼子吧 给他个饼子 赵虎拿鼻子一纹 都搜了 不要 老太太气了 脑袋一波了 你这是要大饭的 搜了还不要 快滚 臭不要脸的东西 赵虎偷着乐 西说我馒头都外吃 我能吃酸饼子吗 走走行事 白天他出来溜达 没有什么进展 到了晚上 单说这天 单说这天 晚上赵虎出来溜达 正好到下半夜了 他路过一个大院套 看那样是个财主家 他从后边往前头转 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打一顿睡 正好他抬头一瞅 嗯 谁呢 他发现个头不高 有个小黑眼 那小黑眼蹲来 站起来 蹲起 站起来 蹲起 站起来 找回瞅 他干嘛呢 鼓鼓叨叨 靠近前面 就仔细观瞧 一瞅啊 他搬了不少 就砖石头 落台阶 因为他个儿小 进墙啊 他上不去 变高了 就发现 这有个小贼 一翻身 跳进去了 啊 小偷 赵虎心说 半夜不睡觉 什么怪事都遇得上啊 这还有小偷 行嘞 我就在这歇着吧 他就在这小偷 落在这个垫脚石旁边 他坐起来 在这等着 等着 时间不大 听上面有动静 他抬头一看 小偷一片头 从里边出来 拎着个大包 先把包扔下来 耳后一跳 撑 跳起来 正好跳到赵虎 我的尽前 叫赵虎 与伸手 把医生领子给嚎哭 孙子别走了 你上哪儿去 爷爷 大爷 大爷 爷爷 大爷 饶命大爷 放过我 别吵着 别吵着 吵着我掐死你 我说小子 你放着活不干 你跑这儿偷人来 那你那穿一身破烂 你还是臭药饭的 你还跟我降嘴 还平嘴 我问你 你偷了几回了 我问你 我偷了好几回了 偷了好几回了 那不偷怎么办 我家有八十多岁老奶奶 我不偷我老奶奶就得饿死 我身无一技之长 赵虎听他说的可怜 告诉他 你把这包啊 你给送回去 不准偷人家的东西 我呢 可以给你俩钱 往后 你改恶向善 咱就算一笔够销 我也不把你送给官府了 我大哥 你真能开玩笑 你从什么送我去官府 咱俩一无缘 二无仇的 从你方才那一说 也看来你是个大好人 哎 既然你是大好人 那行 我听你的 把我给送回去了 两个人还交上朋友了 交上朋友第二天 赵虎又换了套医生 领着他到饭馆吃饭 大概 这偷东西的小偷啊 吃美了 这一喝多了 说了实话了 大哥 我跟你说吧 我们这小偷啊 什么事都预得上啊 因为我们半夜前不睡觉啊 哎呀呀 我经历的那事太多太多了 我偷的这家是个财主 你说他比别人有钱 我能不偷他吗 哎 好不容易弄点包 您给搅了 我要不听您的话 这包说什么 不给他送回去 另外我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啊 我就跟您说啊 跟第二个人 我可不能说呀 说吧 什么事 你要说事 对我有帮助的话 我还给你赏钱 说呀 我可喝多了 酒后吐真言 我在前些日子 我记不清哪天哪月了 我从他们家里就偷过一次东西 哦 你就偷过 偷过 你才是啥 接着我偷出了一颗人头 赵虎一听啊 一开始不信 你小子胡白或什么呢 偷什么不好 你干嘛偷人头 大哥 真的 他凑强了 我知道是人头 我能偷吗 你把那经过好好的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好 你可得给我赏钱 那肯定给你 我说话算数 哎呀 哪天我记不住了 我上他家偷东西去 他们家使努患备有的事钱 嗯 结果啊 上半夜他们没睡觉呢 我没敢下手 后半夜他们都睡着了 我才进这屋 黑灯下火的我也看不清 我就觉着靠墙是个大柜 那大柜没有锁 我就把那柜门拉开了 结果用手一划了 正好有个现成的包 我一摸还沉边边硬邦邦的 我觉得这回我发财了 里边肯定是干货 我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找没人地方打开 一看我的吧 你猜怎么着 是个脑袋 哎呦 把我好像没吓死了 哦 真有这事 男的女的 那脑袋 男的 大的爷们的 他那样岁数还不大 能有个二十五六岁 反正我吓得都没卖了 我也没仔细看 我一瞅这可咋办 他不像这回我偷的是个包 我可以送回去 那人脑袋我敢送吗 我不敢送 赵虎接着就问 那 那脑袋后来 你怎么处理的 处理啥呀 我下都没卖了 我一喝去 我扔了就得了 我敢曝光吗 一曝光 官说 你干嘛 你怎么偷出来 你是小偷 打我一顿板子 再把我收监入狱 我不是自讨无趣吗 一扔扔了就得了 跟我好没关系 我还当我的贼 那脑袋你扔哪去了 我说这话 您别生气啊 扔到老陈家挂地了 老陈家挂地 为什么非往那扔 我告诉你啊 他们家中挂的 你说我们家穷了吧 所有的 有时候我饿了渴了 我就想要个挂吃 有一回叫陈二 看菜园子的 把我给堵上了 这顿把我胖揍 什么也没给我 你说多吝啬呀 因此我怀恨在心 我心里头一琢磨呀 这脑袋扔他们家挂地去 让他倒点没 我出出气 就这么扔到老陈家挂地里了 老陈家住在哪 离这不远 出了东关望左拐 无里多地就能到 一脾气 陈家挂棚 无人不知 好嘞 谢谢你兄弟啊 我给你五两银子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我身上没带着 你得跟我去取一下 行吗 行行行 大哥您真够意思啊 说着往回走 招呼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小兄 我姓叶 我叫叶谦 叶谦 好嘞 签 走走跟我走 拐弯抹角把他带到县衙来了 从后门进来 叶谦还问你 你们家好阔气啊 这么大院头 来嘞 你就站着别动 我上午给你拿银子钱了 说着赵虎高高兴兴进了书房 见着包的人 包的人 愁的 一看赵虎兴兴从外边进来了 他就问 二爷 看你喜上没烧 案子有什么进展不成 大有进展啊 哈哈 哎呀 虽然跟韩瑞龙一案没有直接的官司 但是 也有密切的联系啊 您听我道来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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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我把这小子叫叶谦给带来了 就在外边 还等着我拿银子呢 他带起来 就在这屋生了他 招呼出去 兄弟 来来来来 上这屋拿钱 多给你点 哎 叶谦没了 把他进了部 你瞅不对劲 有人喊一声 跪下 这什么地方 歇牙 知道吗 跪 哎 我得慢 叶谦跪去了 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翻眼睛看了 看旁边的照顾 我大哥你 你够骗人的 闹了万天 你是官人 嘿嘿 叶谦啊 对不起 我是化妆改办的 啊 这是公事公办 有些什么话 跟我们大老爷说吧 老爷要问你的话 你要句实演讲 包氏荣把桌子一拍 你叫什么名 小人叫叶谦 职业 小偷 小偷啊 这也算职业 把所有的经过 仔细讲来 他又把这事情 讲述了一遍 包氏荣就一皱眉啊 哎呀 穷山恶水 竟是怪事 闹了半天 又是一宗命案 小偷叶谦的出现 为案件的破获 带来了一线稀 那么 他从赵财主家 偷出的那颗人头 究竟与韩瑞楼身上的 梁启命案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 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之 石门县连环命 凶险一触即发 善恶一念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岸 真实的恩怨情仇 南辩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俱献 河北卫视 快乐 家家家 官府在韩瑞龙家中 发现一具无头男尸 而韩瑞龙手中 却是一颗女人头 当时的县官 稀里糊涂给韩瑞龙 定了罪 关进死牢 包视龙听完 韩瑞龙的讲述后 决心破获此案 派赵虎化妆改弹 到民间查房 赵虎结识的小偷叶谦 叶谦说 他曾经从赵财主家 偷出过一颗男人头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醒目一拍 来说故事 说故事 咱们接着说这第三段 连环命案 有那么一句话 叫无巧不成书 人要多了 什么人都有 林子要密了 什么鸟都有 咱们前门书 说这小偷叫叶谦 你看 他了解的事还挺多 包是容包的人 这一问他 你把那人头扔哪去了 人头 人头老臣就刮铺了 真的吗 我到了现在 我倒了八瓶 无血没了 哪敢说瞎话 有半字的虚假 你怎么收拾我都行 我太倒霉了 好吧 叶谦 你放心 只要你帮着本官 破坏了案子 你的事情可以 从轻处之 赵胡也说 我小兄弟 别害怕 协助我们官府 要破坏了案子 对你呀 还得有所照顾 但是你得说实话 我说的是句句是实行 那好了 包的人做出决定 叫赵胡 领着几个人 带着夜签 赶奔 陈家窝铺 去找那颗脑袋去 到了陈家刮铺 先找地宝 了解情况 赵胡就问他 你是本地的地宝 正是 我向你了解点情况 陈家窝铺 你了解吗 了解 就在我的志向 你把他们家的情况 给我介绍介绍 哎 他们家 也那片瓜地可不小 一会儿 你到那一看就知道了 他们家就靠着卖瓜生活 他们一共哥俩 老大叫陈二 老二叫陈三 据说他们还有个哥哥 早年就过去了 所以陈二陈三 他们住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搞的 两个人都是 关棍撂脚汉 都没有家口 另外这两个人呢 还经常干账 经常发生口角 拳脚相机 这是我们知道的 因为我们没少去 到那嫖姐 劝说 哥俩脾气都不是太好的 你要问有特殊的情况 现在陈二在家 陈三 好长时间没见着了 我们也问过 说陈三 出外的经商去了 干什么买卖 咱没问 咱也管不着 都为了生活呗 奔走四方 所以现在就陈二在家 他除了种瓜之外 跟别人很少联系 不知道他们家最近怎么样 赵虎坐在心里都有数 叶千 走 迎着我们 地宝也跟着 到了 陈就窝铺了 哎呦 你看这片瓜地 这个大 四外有土围子 小土围子不高 也就七腰 这瓜地租能有十五六亩地 大片 围着里面有两间东倒西外的房 往那边看还有一厨房 也是两间也东倒西外的 屏不起眼 毕宝 过去你去找去 看谁在家呢 哎 有人吗 陈二 在家呢吗 这一喊陈二出来了 把破门一开 哎呦 毕宝老爷 有事儿啊 出来趟 出来趟 你们家还有别人吗 没有 我正吃饭呢 先别吃了 来 看见没 县衙们来的 石门县县的人的帮办 赵爷 要找你问话 我没犯法呀 县衙找我干嘛 谁说你犯法了 你过去就知道了 哎哎 这陈二过来了 那年月老百姓都怕滚 一见的当官的腿肚子都转进 赶紧跪去磕头 哎 赵老爷 你好 赵老爷 你好 我没犯法 哎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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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官 不用给我磕头 我重心量是个帮办 你是这儿的主人 哎 我就住在这儿 这两间房就是我家 那你后边不远 那还有两间房是谁家 那是我兄弟陈三的家 哦 你们哥俩还不住在一起 我们俩性情不和呀 我们俩老干账 没法在一起过 所以各过各地 你们这瓜地可连着 那是祖宗给留下的产业 我爹死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的 你别看我们俩不和 共同卖瓜 挣了钱 我们是二一天做五 哦 你兄弟上哪去了 你问那陈三啊 出外的经商去了 做小买买去了 您这瓜吧 这几年收成不怎么样 也挣不来多少钱 一个人吃饭还可以 俩人就不够 他走了 上什么地方去了 那不清楚 这么大的世界 他带腿 谁知上哪去了 就是有固定的地方 他也不会给我来信 因为我们俩不和吗 哎 说的严死合逢 招呼就问 诚儿 我主要的不是问别的 我问你 头些天 你在这个瓜棚这 发现什么没有 您说这话我不明白 您指什么说 你发现没发现 你们瓜地 有一颗人头 哎呦 怪吓人的 我不知道什么人头 我这哪来的人头 我种的都是瓜 没人头 招呼一回头 把叶签叫过来 叶签 你说 你扔到哪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方向东北角 我就扔到那 因为我隔着墙 就扔进来 那小签 这么高 就扔进来 我还看了一眼 那脑袋咕噜到瓜地里头 我就走了 听见没听见 吃 就东北角 这个方向 你没发现一颗脑袋 不行 他问 当时脸变色 怎么回事 迟疑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发现没有 哎呀 老爷您这一咋唬我害怕了 我 我好像 是好像是 是有这么把事 有好像的 人命关天 这么大的事 你能忘吗 哎 你能没有印象吗 胡了八度 吞吞吐吐 你咋能找倒霉 快点 脑袋得下落 上哪去了 说 哎 哎 好 我说 其实是 对了 我是发现了 因为早晨起来 我收拾瓜 正收拾收拾到东北角 就这地方 我 我才看你怎么一颗脑袋 哎呀 鞋子糊辣的 把我都吓死了 那一天 我都没吃饭 没问你这个 脑袋哪儿气了 发现之后的事 哎 我看谁 那么缺德 把一个死人的脑袋 扔到我的院里来了 缺损德了 脑了半天 是叶千这小子干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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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大人呢 当初他偷过我的瓜 我揍过他 他怀恨在心 所以把脑袋扔到这儿来了 叶千点了点头 对 对 就因为 你揍过老子 老子怀恨在心 我跟你栽赃 是有这么个事 赵胡就说 行了 别斗口了 脑袋搁哪儿了 我埋了 埋了 埋到哪儿了 就埋到那儿了 因为那脑袋 那能随便扔吗 人家发现 怀疑我是凶手 怎么办 所以我就就地 埋了这么大片地 执任执任 在什么地方 把人头我们要提出来 过去好些天了 我都想不准了 好像是这 挖 带来那么多人 带着敲 劈了巴拉一挖 没有 你小子穷白乎 哪有 挖这么深了 怎么什么也没有 给我记错了 这儿 在这儿 挖 挖了三四个地方 白折腾 累得这些人通身是汗 白忙回场 赵胡急着 过来 把成儿逼了过来 挖就一个嘴巴 这一个嘴巴 不要紧 当时啊 嘴角的鞋就躺下来 哎呀 打死我了 老爷别生气 你胡指什么 你拿我们开玩笑吗 到底埋哪儿来说 这回 真要挖不出来 要你的命 那几坑给你留着 把你活埋 别别别 你看日子过多了 我脑子错乱 刚才一紧张 我记不清了 我仔细看看 对了 好像是这 这这 我告诉你 小大 你等着 再要没有 你等着收拾你 把他看管起来 哎 当差别生气 刚才累得够像 手摸的都是炮 啥也没有 抓着肩膀呢 拿着棒子 你等着 这回一挖 哎 大人还行 有门的 看着头发了 往深吗 也就一米多深吧 果然是一颗人头 你想 那人头好得了 能不腐烂吗 哎 那已经腐烂了 头发它是不烂的 但也能变出模样的 把人头起上来 把那土 全把它弹掉 往旁边一放 有个当差 往下去看 哎 下面还有玩样人 我赵老爷 这下面还有东西 哇 深处在一碗 一具尸体 赵虎一听 又是一具尸体 大吃了一鸡 两起命案 还没有查清 却又出现了 另外一具尸体 整个案件 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那么 陈奥家的这具尸体 究竟是谁 他与另外两起命案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天下故事会 古代其案系列之 石门县连环命案 正在播出 把这尸体搭上了一看 全尸 有脑袋 有身子 就是后脑勺 有个窟窿 没有这么大 尸体已经腐烂了 但是不太严重 叫帝宝指认 帝宝 你看这谁 这人你见过没有 帝宝仔细看 看不清 这这这 都变了模样 那就是认不出来了 陈奥 陈奥那脸都清了 老爷 这怎么回事 我们起人头 怎么又多出一具尸体 这这尸体谁 在你们家瓜铺五地里头 挖出来 你能脱得了干心 说 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我就挖个坑 把那脑袋埋了 这怎么又出了一具尸体 五座厌尸 五座的厌尸一看 我说赵老爷 这也没什么特殊 顿气机伤后脑 你看这有窟窿 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榔头 就是斧头 要不就是什么硬家伙砸的 一下致命 死的 必须保经过仔细辨认 哎呀 哎呀 我想起来 这不是陈奥的弟弟陈三吗 不是陈三出去经商去了吗 这陈三啊 最后我想起来是他 赵老爷 把脸往下 一趁 陈二 你不说你弟弟经商去了 怎么在这坑里挖出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弟弟怎么死呢 死在谁手 你还不从事讲来 他带着牙子去 陈二都迈不动步了 两旁有着人架着他 尸体脑袋 带回歇养 陈二到了大堂之上 腿肚子转筋 问他 你弟弟怎么死的 他就是不说 我不清楚 谁害了我弟弟 他 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包星在旁边听了一乐 哎 我说陈二 你给人的印象老实八交 结果你想得极其狡猾 明显的事 你亲弟的咋死的 你耽搁的不知道 要说离这远还行 住的一个院里 你能不知道 他得罪了什么人 你不知道 你是瞪眼说瞎话 我现在怀疑你 你就是凶手 你是什么动机 因何打死你的兄弟 埋在院中 究竟为了什么 你还不从事讲来 你要是不说 我们大人一会犯的脾气 非千万行一扔 可要收拾你 没收拾你之前 我先领你参观参观 来陈二 来过来 你过来 看这什么 家棍 无形之主 夹到你的怀子骨上面 两边一手 喀啪一声 两条腿肺了 痛苦骨髓 无形之主 看人家最简单的 没 烧的是红烙铁 你想一想 一点火星崩在身上 都疼痛难忍 这烙的烧红了 在你身上一烙 我什么滋味 你巴的巴的 你好好想想 还有好东西呢 你要再不说 把那撇链子烧红了 往你那身上一盘 叫狮子 披红 这滋味怎么样 别说了 别说了 我招了 我招了 我兄弟 是我打死的 陈三是你打死 我打死 用什么打死的 就斧子 长霸的大斧子 批柴火的 你们是亲弟兄 为什么要打死他 老爷有所非知 我们哥俩老干账 脾气 丙性不和 我们老三呢 不是个东西 斤斤计较 他每次卖了瓜 他得多占点便宜 每年因为分瓜钱 我们都得炒一架 我也恨他 他也恨我 这说起这个事来 那天早上我起来了 我比他起的早 我起来到外头透空气 干点活 收拾收拾瓜 希望这瓜能长得好 多卖俩钱 我就发现东北角 那有个脑袋 哎呀妈呀 我吓死了 我一想 这谁那么缺德 跑到这栽赃来了 我也不知道 那脑袋是谁的 我就想把那脑袋 给扔了 后来我一想 扔哪去都不保险 不如就地挖坑 给他埋了 就这么的 我跟谁都没商量 我就在那地方挖了坑 就是你们去 尸体那坑 挖一半我跳去试试 不够深 还挖 挖着那脑袋 我就搁在那坑边上 正这时候 我们老三来了 老三一眼看见 他一看是个人头 我就在那挖坑 他逮着理了 说我呀 屠材害命 这脑袋哪来的 他还要报官 哎呀 我是说不清 道不明 我怎么跟他解释 他也不答应 非揪着我要上官府 我大人清想 人命关天 到了官府 我还好得了吗 我不是倒是血没了吗 后来我实实在在没办法了 我编了个瞎话 我说行行行 这人头啊 是我杀的 那尸体啊 在外头扔着的 我说老三三这么办吧 挖坑 埋了 我是屠材害命 我还有许多许多银子呢 我都藏起来了 你帮着我挖这坑 挖完了 把它埋了 我把那银子拿出来 咱俩对半分 甚至我多给你点都行 我买你个手口无凭 后来老三答应了 说那行 他帮着我挖坑 当时小人脑子一热呀 打了歪主意 我心说我们这个老三 不是个善叉子 我编的这都是瞎话呀 他揪住我不放 我要把他骗了 他真跑到衙门里头 一吵出一喊 我浑身是口 难以分辨 我就冻着杀机了 利用他在坑里头 刨坑的功夫 我把那皮柴火的大斧子 拿出来 他仍在坑里头低着头呢 所以我对准他的后脑手 咔嚓就一下 一下就把他砸死了 就这坑我就 包括那脑子我就给埋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我兄弟是我杀的 然后呢 我怕别人怀疑 我就放风 我说我兄弟出去经商去了 你想大人咱这地方这么背 密不同风的地方 谁来追查此事 也没人来告 没人喊 我认为这个事不会被知晓的 哪知道 哎呀 阴阳善果呀 这我现在明白这个理了 循环报应 现在轮到我头上的 这就是以往的真情 小人都说了 哎 坎的不如炫的缘 实话怎么说 一看就看出来 旁边详细做了记录 他也招任了 保释荣点了点头 陈二 在 你说的可是句句实情 上有天下有地 小人再也不敢说瞎话 再也不敢做错事 这事是千真万确 我可没答你吧 您一点都没答 我是我主动说的 方才所言 没有什么虚假 半字都没有 那我要把你抓起来 你冤不冤去不去 不冤不去 罪有应得 好 压下去 把陈二压起来了 杀人的凶手 自己承认了 他得到干净利索 那脑袋从哪来的 就这个脑袋 是叶谦 偷出来的 偷谁的 偷赵远外的 顺儿爬吧 那有什么 马上 报的人 传起飞枪火票 带赵财主 到 凶陈一触即放 善恶 一面之间 借你一双慧眼 借开千古迷岸 真实的恩怨情仇 难辨的善恶中间 重重的疑云密布 层层的抽丝剥茧 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 古代奇案系列 新春登场 倾情巨献 河北卫视 快要 家家家 赵虎带人来到 瓜农陈二家 寻找叶谦 从赵财主家 偷出的那颗男人头 可除了找到 那颗人头之外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审问之下 陈二交代了 杀害弟弟的经过 但这起命案 是独立案件 与另外两起案件 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了查清连环命案的真相 包世荣传唤了赵财主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生 家世国世 天下世 醒目一拍 说故事 连环命案第四集 书接前文 陈二打死陈三 这事是孤立案件 好办 但是下边复杂的事情 就是韩瑞荣一案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就是从陈二家里的 起初那人头 是夜三偷出来 直接联系到赵财主家 赵财主家跟这个案子 肯定有牵连 撒下非天 把赵财主赵善给带来 你瞅这个人 五十挂零 留着小黑胡 黄白脸堂 不瘦 他家生活不错 但是眼神 又是眼神 犹疑不定 有可能他心里害怕 眼督 哩来回烂转 多少的发现 这医生有点发颤 哆嗦 怎么掩饰 也看得清清楚楚 但你这不能作为 破案的依据 怕管他害怕 那不犯罪 保释中看了多时日才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老赵善 以和为生 我家房子多地多 靠着收租的为生 我且问你 前些时 你家出了命案 你们家的人头丢了 有没有这么回事 老爷 这是从何说起 无有此事 我们家没丢过东西 这怎么出来人头了 这怎么出来人头了 咔咔咔 哎呀 赵善就多租成一个了 呵呵呵呵 赵狐在旁边敲边 那个杠子都准备好没,让他尝尝那杠子什么滋味。 挑那粗点的棍子,给他压上,让他腿肚子开花。 要不就给他上那个脑孤,铁圈给他套上紧螺丝,把他那个脑子给他孤裂子。 在旁边这一句说,谁不害怕。 赵山的汗躺下来,终于扛不住劲,时间不大,望上叩头。 老爷明见,我说,这就对了,本官也不愿意轻易动刑。 说吧,怎么回事,如实招来。 是,那人脑袋是我们家的。 我的确杀了人。 那死者叫什么名字? 姓黄啊,叫黄守义。 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舅舅,他是我外甥子。 哦,烟河对他下气毒手。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 当年呢,我混得不好。 买不起房子,治不起地。 家里头比较紧张。 后来从我姐夫那块,我借了二百两银子。 我说,将来我混好了,加倍奉还。 我靠这二百两银子,买房子置地, 在这安家立业了。 结果老天爷有眼。 后来我这收成也不错,买卖做的也顺益。 所以呢,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我就钱滚钱,利滚利。 制成今天这片产业。 那那钱我也没还。 跟您这么说吧,压根就没想还。 后来我姐夫不在了。 我姐呢,日子过得也不太好。 让他儿子手艺来讨债来了。 要讨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 但是呢,我这外甥子带了一件东西。 这玩意挺讨人喜欢。 您猜是什么呢? 他带了一件宝贝。 是一个雕花的小枕头。 我那外甥子花了撒瓜俩枣的钱买的。 据说呀,沿路之上有卖古董的。 他大概是花了十两银子买的。 哎呀,我这一看呢,我懂行啊。 我过去也倒腾过这东西。 我一瞅,这枕头这是宝贝啊。 这枕头好到什么程度啊? 就往上一躺,脑袋疼,当时就不疼。 浑身难受,往上一躺,浑身就不难受。 而且能延年益寿。 这谁发明的,哪个朝代留的,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是西式的珍宝。 我一看见我就喜欢上了。 我就跟我外甥子说,干脆卖给我的了。 他说什么也不答应。 不但不卖,还逼着我要钱。 还要算这些年的利息。 我当时一股火撞到脑门子上。 爹亲熟大,娘亲舅大。 就这么点玩意,你还斤斤计较。 当天晚上我给他接风洗尘呢,喝了点酒。 我就借着这个酒气吧。 当时脑袋一泛魂,我心想我要把它整死。 这宝物不但落到我手里头了。 钱我还不欢了。 那有多好。 你说,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我就犯婚了。 我就想着左道。 因此我用酒,就把它灌醉了。 灌醉之后,他入睡了。 我入睡之后呢,我就下了狠手了。 老爷,我跟你说啊。 我载机我都不敢。 他不知道什么闺名心窍。 那天晚上我哪来的胆子。 我把那刀摸就疯快的。 就在这儿给他来了一道。 噗!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闭眼一使劲咕噜。 脑袋给搁下来。 也杀完了人了,我也后怕了。 人命关天呐。 这早晚要犯了案,我也得赔上我这条命。 我犯得着吗? 我这个后悔就是别提了。 后悔的肠子都轻。 少说废话,直说。 以后怎么办了? 以后,我怎么办吧? 那个脑袋呢,我得找个地方扔了。 那个身子,我想个地方得埋了。 往哪儿搁呢? 我犯了难了。 因为我有俩钱。 我家房子不少。 东郊外吧,还有一处房子。 都没人去住。 那房子都锁着呢。 后来呢,我就把这个尸体。 我自己一去的,我怕旁人掺手的话, 早晚报案。 因为是我受的那个罪, 用小车子拉到那空房子里头。 就埋在那屋里的八仙桌底下来。 因为我听说嘛,做了恶事了。 早晚有恶报。 为了求神佛保佑,求阎王爷高抬贵手。 我弄了只箱子,里边搁些金银。 当然不是真的了,都是纸的了。 烧纸,烧纸不是也差不多嘛。 金银刻子,我都准备好了。 把那尸体搁在下面,箱子摆在上面。 就算我赎罪了。 买好了之后,把桌子往哪儿一摆,房子一锁。 那个地方荒芜人烟,谁也走不到的地方。 我觉着不能够被破获这个案子。 这脑子呢,我一想,这把哪儿扔呢? 我先给他抹了点药,上了点水银。 说这个水银这东西能防腐,能保持点时间破烂。 我就用个包包着搁在箱子里。 谁知道啊。 你说这什么事都可能出现。 第二天我想扔脑袋的时候, 结果我才发现我们家失道了,脑袋没了。 你说谁偷个脑袋干嘛呀? 那天开始之后啊,我就吃喝不下呀。 另外呢,可巧。 那个二年前,老韩家来了,就是韩瑞隆来了。 说他们是静阳的。 静阳招子栽了,没法在那儿住了。 想到石门县这儿落户。 但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想要租错房子。 那不好办,我那房子还都闲着呢。 跟我一上一会儿,我说行,给那房子便宜。 你们那儿俩上那儿住去吧。 给钱不给钱都行。 就当帮着我看房子了。 你说这有多好。 我那房子也有人照顾了。 有人在那儿一住,谁能怀疑那是埋尸的地方。 我当时想的就那么简单。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的确是我杀了人了。 我是徒财害命,万恩负义。 老头说的这儿是声泪俱下。 叶谦在旁边呢,也在那儿跪着。 叶谦直晃脑袋。 怎么样? 跟赵虎说呢。 大哥,我帮你忙了吧。 没我偷这脑袋,你们这案子还能破吗? 我这算立功赎罪了。 带着你了。 少说废话,还没到你那时候呢。 哎,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 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正式,正式。 画共! 你亲自说的,不画共行吗? 画的共你。 原来,在韩日龙家里发现那个尸体是男尸无头。 现在,这脑袋找回了一对,虽然腐烂了,无作有经验。 圆巢有点不错。 断定死者就是黄手翼。 那赵原来赵善说的,没假。 这个事情可以做个了结的。 凶手找着,老的人吩咐一声,收尖,把他收起来。 但是,还有事儿没完呢。 在老韩家那块,买羊头的那个事儿。 羊头是个女的,牵连到正土湖身上。 把正土湖给带来。 大人把金唐一拍。 韩瑞龙到你家去买羊头。 有没有这事儿? 官都问我的确有这事儿。 你卖给他的是什么? 羊头。 你好好回答我。 究竟你卖给他的是什么? 羊头。 那为什么变成了女子的人头? 那我就不清楚了。 小人一概不知啊。 我是奉公守法之人。 我要欺骗了大人。 你怎么处置都行。 哼。 好啊。 看来你这刁民。 不给你动刑,你是绝不能。 识说。 包氏荣包公子声唐问正土湖。 这回遇到叉子了。 这下子是铁嘴干牙, 他一个不承认是百个不承认。 你拿他没有办法。 打。 二十棍子揍完了。 问他, 小人冤枉我卖的就是羊头啊。 再打二十棍子。 打完了。 这家还说。 冤臣海敌啊。 你们当官的就这么当啊。 我是奉公守法的商人啊。 你们无凭无据就动刑啊。 冤枉啊。 将来我要上告啊。 你说你这怎么。 你却无凭无据。 平据就凭着韩瑞隆嘴那么说。 那谁给你做旁证。 所以包氏荣也有点冒汗。 哎。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那叶谦就那小偷。 在旁边哼了一声。 哎呀。 我呀。 够倒霉的。 哎呀。 当小偷也不容易。 那回遇上那个事儿吧。 这回又遇上这个事儿。 倒霉不倒霉。 他自言自语说出这么句话了。 照顾听见了。 叶谦。 你刚才得不什么呢? 哎。 没说什么。 不对。 我听见了。 你说那回遇上那么个事儿。 这回又遇上这么个事儿。 什么事儿? 说清楚。 你立功赎罪啊。 小子。 你知道吗? 你是个惯犯。 你竟偷东西了。 你知道宋朝的利率吗? 就你这种惯犯。 往轻说, 你判你徒刑十五年。 往重了说, 把你发配到沙漠四千里之外, 将你克死他乡。 你得想法立功赎罪。 懂吗? 是啊, 那么重啊。 我这小头小摸还至于判那么重就行。 根据你的表现。 你好好想想。 我大哥啊。 刚才一审证屠户,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说, 那回遇上个那个事儿, 就在他们家。 啊? 说说看, 怎么回事儿。 我说, 不知道对你们案子有没有帮助。 我没说我是小偷嘛。 晚上不睡觉, 这家出了就出了, 那家专业专业。 有一次我上正屠户家里去偷东西去了。 哪怕偷点儿肉呢, 回去炖一炖, 我不也解馋嘛。 偷个羊头回去呢, 我主不主不也过过严嘛。 结果到他们家去了。 我估计这儿能有三更多天了。 那正屠户他点的灯他还没睡觉。 也是我不加小心。 不知道脚底没注意, 把瓦罐的还是什么坛子碰了一下, 稍微发出点声音。 屋里一下灯就吹灭了。 把我也吓了一跳, 出来想动了。 我就不敢偷了。 我赶紧躲到他们家柴油座后的呆着去。 哎呀, 等啊等啊等了好长时间。 正屠户从里边出来了。 开个后门东咋嘛咋嘛西看看, 然后他又坐回去了。 我说坏了。 人家本寨的主人老郑发现我了。 这玩意儿把我发现了, 他那么大个子, 一顿胖揍, 非把我揍个半死不可, 我就更不感动了。 哎呀, 后来出现怪事儿了。 我就发现那正屠户拎着把锹出来了。 就在那墙根那块 开一天我没弹起 也没有月亮 好像是在抛坑 抛完坑紧跟着又拿出个大包袱 把那包袱扔到坑里头 用土眼来了 同时还拿那脚 踩了几脚 踩了几个来回 又拿大扫子 扫了扫 扫完了 他回屋了 我一看他走了 我呀 溜吧 我就溜了 结果空去白灰 转过一天了 没几天吧 我就听说了 出了命案了 说怎么韩瑞龙 买这个羊头 变成个女人的人头 我就联想起这件事来 肯定是正土库干这事 肯定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又一想 这事跟我没关系 他爱谁死谁死 我不是个小偷吗 所以我也没往心里去 现在这一审 门头忽然想起往事来了 所以说你说这是倒霉的事怎么都叫我遇上 叶秦儿你可立了大功 把这事跟包式容一说 包式容眼睛就一亮 好 正土库你不是不说吗 骑尸 压着他 带着叶秦儿 带着当柴的到正土库家去 破门而入 到院里叫叶秦儿指正 你看看 你回忆回忆在哪 他们家柴火多挪了 我变不好方向 就这些六 动用了十几个当柴的 敲稿 一启动了 好多半天 果然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 正土库原来腰板还挺直 现在一看 泻起了 这回你还有声说 女尸是谁 不是你杀的是谁 叶秦儿给作证 看见了你跑的坑 你说人正物正 不说哪能行 正土库说 是 小人呢 害怕处死刑 所以隐瞒了真情 的确 这女人 是我杀的 大人我跟你说吧 她是我的前妻 从那个遥远的地方 从晋阳那块 来的 来偷奔我 要讹诈我 那天晚上 我们同床过枕之后 她说了 你得给我文件五十两 你现在开肉铺赚了钱了 你不给我钱 想当初 你在园级的时候 你打过仗 你把一个人给打死了 你逃到石门县来的 我就回衙门去举报你 你说这女人可恶 我原来的确 在晋阳 我有人命 我才躲到石门县来的 她要一个我张扬 我还活得了吗 我一怒之间 把她拎到案子上 就把她抹了 张抹的时候 就有人敲门 正好是韩瑞龙 上我们那买羊头去 我慌乱之中 我一想干脆给你的了 包包包包包 我就给了韩瑞龙了 我收了几个钱 我是嫁祸于人 而后呢 我听着又有点动静 把我吓了一跳 一神一鬼 我一看没人 我这才仗着胆子挖了个坑 把这尸体给埋了 死的这个女人 是我的前妻呀 小人就是杀人的凶手 在场的人一听 真相大白 韩瑞龙是背屈韩冤 那么长时间坐大牢 什么滋味 包的人当场了解 总而言之 言而组织 杀人长命 欠债还钱 说迷信 因果报仰 说现在的词 该报不报 是时候没到 时候一到 是一切全报 这正是三起命案 巧相连 清官慧眼 中分店 且劝作奸 犯科者 善恶相报 难折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